张献忠在老河口护送李自成 他的心呢十分矛盾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他的军事徐一显 干儿子张可瓦 立主杀掉李自成 这两个人跟催命鬼一样 他一句他一句 逼着张献忠表态 张可瓦就说 义父 您现在不下决心将来要后悔的那一天呢 纵虎归山不要伤人 那李自成就是一只虎啊 我的爹下决心吧 只要您下了命令 我马上领人冲上去 不到片刻功夫 把他斩尽猪绝 永绝后患 徐一贤也说 是啊是啊 将军下决心吧 别再犹豫了 一会儿他可就走远了 张献忠始终没表态 立马仰面观桥 一看李自成的人很从容 走的是不快不慢 四平八稳渡过了吊桥 已经到了河队岸 看得清清楚楚 他还看见李自成 轻轻地晃动了马鞭 还回过头瞅了他两眼 这都看得清清楚楚 张献忠心里头 为什么犹豫不决呢 他的想法 跟徐一贤 张可望不太一样 张献忠有一定的优点 这人很讲义气 心说李自成不信任我 能来投靠我吗 而且推金之父 跟我讲了很多的道理 使我毛色顿开 而且李自成 没拿我当外人 他要不拿我张建忠 当个人物 请他来他都不能来 尤其李自成 兵败将王正在难处之中 我利用这机会 把人家杀了 归为不义 今后提起我张献忠的名字 谁都得戳我后几两 我能干那种事吗 但是他又想到 李自成的确是个英雄 留着他迟早是个后患 这阵不除掉 早晚是个累赘 麻烦都在将来 因此他这心是犹豫不决 那么再说李自成 和老神仙上子明等人 那心里清清楚楚 张可望领着五百骑兵 这一出现 不用说 李自成 上子明全明白 哦 没安好心 要把我们除掉 但是他们知道 张献忠不法化 旁的人呢 不敢下手 虽然说离开了 如果心里他没底 有点发毛 走得太快 就起反作用 张献忠就有可能变化 马上追 他心里有鬼 还不能走快了 说走慢了 就这么四平八稳 往前走 得什么时候脱离险境 那心是七上八下 还得装着若无其事 所以缓缓往前走 一边走 一边走着上子明 一边就说 床王 他们可没安好心啊 我明白 现在要不快走 恐怕咱就走不了了 张献忠这个人反复无常啊 一会儿一个变化 您看怎么办 别着急 不能露出行迹 咱们就慢慢往前走 给张献忠一百个信任俺 你看 就这个劲儿 太难了 心里着急 恨不得泪生双翅 刷下就飞走了 但又不能那么做 所以缓缓前进 再往前走不远 有一个小山包 撞过小山包 就是密林 张献忠也看不着李自成了 李自成也看不着张献忠 折住了双方的视线 张可忘急的 爹 眼看就没眼了 再往前走 进了大山 再想杀他就来不及了 爹 你快下命令吧 没想到张献忠 轻轻地把手松开 没理他那大胡子 长叹了一声 哎 由他去吧 现在留着李自成 对咱们还是有用的 他能牵制一部分官军 减轻咱们的压力 收兵 真就收了兵了 说张献忠反复无常 这回做的果然特别 这场凶险 这才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 张献忠收了兵了 单说李自成 转过了小山包 一看脱离开张献忠的视线 这才吩咐一声加快速度 比以前快多了 但是转过小山包走出没无理地 突然树林之中 人寒马斯 老神也吓了一跳 哎呀 莫非此处有张献忠的伏兵不成 正在疑惑之间 从树林中冲出一支军队 一百多人 为首的一员年轻的将领 言亏素甲 白马长枪 但是枪在德胜沟上挂着 手里提着马边 拍马来到闯王进前 甩灯立安票去坐机 卑职王极元 恭候闯王 闯王跟他似曾相识 瞅着眼熟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将军一事 王极元正是 奉我家大帅所差 带领一百弟兄 还有马匹等 在此恭候闯王 奉大帅所差 我归闯王统领 跟你们一同赶奔商落山 哦 明白了 哎呀 李泽诚对张献忠十分感激 张献忠也挺困难 居然能拨出一百人来 送给自己二百匹战马 而且甲账齐全 在这困难的关头 这边织金子织银子 这人呢都是这样 宁愿学礼宋太也不要锦上添花呀 因为李自成困难 这一百人可管了用了 李自成非常高兴 王将军请上马 让你受委屈了 闯王 您别客气 从今之后 我就是您的下属了 闯王尽管奔赴 请 王积元上了马 带着一百卫队 保护着李自成起身 这场双雄会到现在 划上了完满的句话 当然呢 他们得躲过官军 占领的地盘 非之一日 翻山越岭 走了数日 终于回到上洛山 到了李闯王驻杂的地带 早有先锋 回去报信去了 哎呦 闯王的部下 高兴 列队迎接 一看闯王的影子 众人一拥而上 就好像分别了多少年 刚见的面一样 拉住手 问寒问完 刘宗敏 恨不能把一度的话 全倒出来 闯王 你可平安回来 真把人急死了 我不但回来了 收获颇丰 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了 怎么 八的王同意跟咱合作 详细情况 回去再说吧 好好好 大家陪着回到老营 当天晚上李自成 开了个棚头会 把此行古城指示 一扑一解 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 众人平霸之后是又惊又喜 从内心里感激张献忠 同时大伙向闯王介绍 在您不在老营的时候 我们有些弟兄都回队了 现在人马已经超过千人 有事吧 太好了 但是闯王的话到了时间没问 都回来了 高夫人回来没 女儿回来没回来 这是他最挂念的事 在路上闯王嘴里没说 心里在盘算 如果回去在人群当中能发现 夫人和女儿那得多高兴 可惜没有一个人提及 证明没有任何消息 闯王心里的教苦 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 头天回来没事 哎 第二天习信传来 李过领进一个人来 二爹 您看看他是谁 李自诚就一愣 一看进来这个人 是个出家的和尚 穿着一身僧袍 满身都是成土 那脸上啊就甭提了 花一道绿一道 跟个要饭花的差不多 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 这个人笑呵呵一刺牙 闯王一向可好 我可找着名 哦 起来起来 你是 你是老吴 你叫吴二 对 闯王 您真想起我来了 我是谁 无关紧要 我给闯王带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您的夫人 高夫人 刘方亮 刘将军 您的女儿兰芝 都平安无事 啊 哎呦 闯王 一平真是喜出望外 拉住吴二的手 你带怎讲 高夫人 高夫人等人平安无事 他们现在何处 在河南的小山之中 落的那个地方叫黑虾子 高屋啊 都挺平安的 哎呦 李自成 听完这个消息 悸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 望椅子上一座 简直跟做噩梦相似 李过就说 吴二 你喝点水 详详细细 把经过 跟闯王讲一讲 哎哎哎哎 我是要说的 这吴二把水喝足了 坐在闯王的身边 把离别的经过 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边 李自成听罢是又惊又喜 在场的人 掉下了眼泪 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当初咱说了 闯王决定要进兵河南 才展开了一场同关南原的血战 闯王损失惨重了 最后决定突围 他听取了高夫人的意见 分兵两路 高夫人自同老营为一路 李自成带精锐为一路 咱们就光说李自成了 没提高夫人 后来失散了 阴空信秒 高夫人誓死誓活 不得而知 那么高夫人落到什么地方呢 这些日子怎么活过来的呢 那天晚上 高夫人统帅着老营 一千多弟兄 带着孩儿兵 在前面开到的是原宗帝刘芳亮 断后的是贺金龙 夫人自同中军 身边带着慧英慧梅 这一匹马上坐着他们娘俩 他恐怕打仗迟散 所以把十岁的女儿跟自己骑着一匹马 又得保护女儿还得参加战斗 真是难上加难啊 跟闯王分开之后 他们正往前走 没有三里地 就遇上了官兵 迎头的官兵正是左光纤的部队 成千上万 虽然是个黑夜 火把跳摇 军兵喊杀震天 别让李子诚跑老 别让高夫人跑老 接住他们 到了现在还有何数 不用大话就一个字 打 拼 因此原宗帝刘芳亮在头肩开刀 夫人保护着老营贺金龙断后 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 扎入官军的队伍 展开了一场凶杀恶斗 双方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打着打着 这只队伍散了帘子了 一千多人 官兵数万 相差太悬殊了 因此老营的人 妇女孩子死伤了大半 夫人再着急 顾不过来了 后来分散 又聚合 聚合又分散 打打杀杀 一直到了四经天之后了 原宗帝没有了 不知道原宗帝打到哪去了 就剩下刘芳亮 而且刘芳亮 满身是血 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上出的血 也不知道是敌人的血 崩的 跟血糊润相似 刘芳亮在前头开路 夫人再往前走 就是河南 高夫人点头 直奔河南 往前冲 他们还往前冲 到了现在是人困马发 剩点人又不多了 打了大半夜 一口水没喝 一口气没缓 什么人能受得了 这支疲惫的军队 正往前走着 路过一个山口 那么说 过的这个山口 就是河南地界 过不了山口 属于陕西地界 正好是这么个情况 前面遇上了香涌 又遇上了官兵 又有七八百号 把山口给堵了 飞都飞不过去 刘芳亮一看不好 身边左右 剩下不到八十个人 面对强敌人数众多 能过去吗 刘芳亮急忙 把身旁的亲兵叫过来 告诉他 通知后边的高夫人 赶紧后退 不要管我们了 这是出不去了 等报信的人 跟高夫人这一说 高夫人没动 高夫人看看 前队后队老赢 同共剩下二百多人 他要往下一撤 刘芳亮这没人了 那还怎么个打法 这这就怕军心动摇 因此高夫人立刻做出决定 老赢得听着 哪个也不准往后退 咱要抱成团 准备兵器 随我来 高夫人别看这个女人 真有主心 她一撤 前面的部队就得动摇 她不退 大伙这心 能往一块使劲 高夫人不但没退 相反的 从旁边鼓手的身上 把鼓要过来 把鼓给我 为了方便 把女儿交给亲兵 让亲兵保护着兰芝 她把鼓架到马背上 高夫人提马奔到前方 离这前沿阵地不远 高夫人呐喊一声 弟兄们 到了关键时刻了 只能往前冲 不能往后退 我们要杀身成人 义军是不会投降的 只要大家抱准了决心 肯定能冲到河南去 听我的鼓声 咚咚 高夫人是亲自在马上勒鼓 义军弟兄是深受感动 再看对面的冠军 疯狂的射箭 这火冲 呼通 一个劲的释放 高夫人的身边 不断有人倒下去 惠婴和惠霉 一边用宝剑 搏打标凌剑 一边劝夫人 夫人太危险了 您赶紧躲到后面 闪开 我绝对不能躲开 高夫人照样在这勒鼓 没想到一个没留神 锁腿上 碰 挨了一箭 那箭跟枪子一样 没眼睛 乱放 你知道碰到谁身上 这一箭射的还挺重 身有三寸 没把高夫人给疼死 再马上一摘位 最后他一咬牙扶住 马鞍子 没摔下去 只有灰阴灰 没看见 因为天不亮 远处的人看不见 高夫人 没敢声张 赶紧一咬牙 把箭杆抓住 往外一蹬 这箭还缺得 带钩的箭 带刀枪刺的 往外一顿 一块肉跟着就出来了 您说那个疼劲得到什么程度 高夫人是紧有眼牙 眉头紧锁汗珠的 鼻液大大往下支躺 但是没坑一声 那雪哗哗往下躺 说包扎伤口 没那个时间了 夫人是照样勒哭 刘芳亮在头条玩了命了 哎 尽管敌人多 也有不好的地方 山口窄 官兵多 乡勇多 想一下冲进来 不容易 就像那瓶子口是太窄 挤进来只有一部分 后面的人都堵成疙瘩了 这是不利的情况 但是想冲出去 也不容易 刘芳亮一看 夫人亲自雷虎 真有点血贯同仁啊 大吼一声 地球往冲吧 就这几十人玩的命 您别忘了这句话 一人舍命 万将难敌啊 这人怕什么 说我怕这 我怕那 都是假的 最主要怕死 要把死都活出去 没有可怕的事 您不信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么个理 现在义军没有归路了 只有勇往之前 豁出死去了 所以倍加勇敢 官兵死伤惨重 就这么的 刘芳亮一个冲锋 就冲过了山口 高夫人紧跟着 率领老鹰 也冲过山口 他们刚过了山口 后边的追兵 兜着屁股就上来 都是官兵 是贺仁龙指挥的部队 冲啊 别让他们跑了 兜着屁股就上来 怎么办 夫人马上传令 让贺金龙领一部本人 占领有力地形 阻挡一阵 你能吃多久就多久 我们好跑得远一点 贺金龙领命 带着不到五十个人 翻身就杀回去了 眼前有一座悬崖断壁 他占据有力地形 在这抵抗追兵 听众朋友 书间上文 高夫人刘芳亮 领着一部本人 经过浴血奋战 死里逃生 终于闯到了河南 但是追兵 勾着屁股上来 为了能跑得安全一些 所以他命令贺金龙 领着几十个人断后 掩护大部队撤退 这贺金龙这小孩 二十岁刚挂领 血气方刚 对李子诚是赤胆忠心 别看身边剩下不到五十个人 而且大部分受了伤 但是锐气不减 他翻回身来 控制着个有力的地形 这地方离这山口不太远 这湿拉子高了下 有三四丈 下边就是山路 官兵必须在这通过 要把这守住了 官兵就过不去 因此贺金龙到了山头上之后 纷飞上下马 把马匹都拴到树林里 居高临下在这恶手 现在弓箭胜的不多了 又没有火气 怎么办呢 漫山遍野都是大小不同的石头 因此贺金龙身先士卒 搬运石头 告诉手下的士兵 拿石头给我往下砸 说什么 咱要守住了 让夫人他们平安脱险 刚准备好了 官兵就到了 是贺人龙的部队 刚到石 拿着下头 没想到 这山头上的石头 跟下一样 大家扔不动 往下咕噜 那砸得谁谁是受得了 官兵就死伤了一大片子 最后官兵用手一指 这上面有刘贼 有李自成的余孽 放箭 这官兵是箭无语发 设计贺金龙等人抬不起头了 但是他们也过不去 他们不放箭了 刚往前走 这石头又下来了 后来官兵一看 不把这些人给解除了 是不行 开始要攻占这个小山头 动员了几百人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往上进攻 这贺金龙他们就采取 远的用箭射 进的用石头砸 上来的 就开始白阵格斗 因此这小小的山包上 除了异军的尸体伤号 就是官军的尸体和伤号 不满了都 贺金龙也不是通达铁柱的 几个回合下来也身受重伤 究竟哪受的伤了 他自己不知道 没工夫去看起 就觉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 他身旁有个亲兵叫铁牛 铁牛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壮实 将军守不住了 敌人太多了 咱们赶紧撤吧 再不撤来不及了 废话 往哪撤 去追赶夫人 夫人不知道哪去了 他们走的是越远越好啊 这个山头就是咱们藏身之地 哪也不准去 给我打 后来上二十多个轮还打呢 打着打着 贺金龙就觉着 迎迎戳戳 有人喊他的名字 金龙 老八 别打了 我是贺国勇啊 我是你淑白哥哥 你听我说 哎 贺金龙听得轻轻的 一挥手 平止放箭扔石头 他慢慢的抬起头来 往下看 这着这个天哪 是四亮四不亮 慢慢长夜 可一下熬出头来 他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但是离着能有五十多不远以外 在一棵树后头 你是谁 贺国勇啊 我是你淑白哥哥 你是不是老八呀 金龙啊 别打了 你们全完了 全军覆没呀 我可听说 李自成死在乱军之中 我听说那高夫人 也被乱马踏死 你们的人全完了 你何苦为他们卖命啊 兄弟 十时务者为俊杰呀 看在咱们都同祖同宗的份上 我刚才请示了将军 四哥已经同意让你投降 因为你是条汉子 你愿意放下武器 领着弟兄们下来 依然可以当官 何必受这罪呀 过来吧 老八呀 哦 跑这劝响 贺金龙听完了之后 冷笑一声 胡目冤争 呀呀 呸 贺国勇 你错翻了眼皮了 不错 咱都是同族同宗 但是咱们分道扬镳 你们是朝廷的英权 我是堂堂的英雄 李自成的部下 咱走的不是一条路 义军是至死不闲 想要劝我投降 门都没有 你敢进前来 小心我的利剑 说这话 这贺金龙是张公大剑 就射了贺国勇一剑 在心想这一剑 肯定能射住 由于身体虚弱 流血过多 有其心而无其力 那剑出去不走直线 走了狐行了 他一剑射在地上 吓得贺国勇 不敢往下再说了 翻回头去 于是官兵又展开了进攻 后来的贺金龙啊 也不知道迷迷糊糊 叫什么砸了一下 就觉得后脑子 嗡了一声 失去了知觉 再后来的事情 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 迷迷糊糊 他把眼睛睁开 想动是势必登天 身上落地全是尸体 压得他动不了地方 他也没力量起来 但是他觉着旁边有呼吸的声音 身旁是谁啊 我是铁喵 你受伤没受伤 可能我的腿断了 我也动不了了 将军你怎么样 我完了 我完了 我是无能为力了 你说夫人走出有多远去了 如果不停地走 大概出去几十米地了 老天保佑夫人 一路平安 我也尽了责任了 我不信 咱们义军 就这样完了 说着贺金龙 两眼一翻 是仪式长辞 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天亮以后 附近的乡勇 老百姓 名义是打扫战场 石炙 剪羊烙来 天光刚放两漫山遍 给全是人 他们干什么呢 把那些死者的衣服 回去好穿 翻死者身上戴没戴金银财宝 有没有粮食 是喜结一空啊 后来在这个山头上 发现有个小伙子 还没断气 有的人就说 别管他 有的人就说 给他一刀 结果他性命得了 别讲 没死呢 你看这小伙子 长得浓眉大眼的 招人怪可怜的 哎这腿的 出这么多血 干脆咱几点得 清点善 把这小伙子给救走了 放到村子里的 三个月之后 这小伙子恢复了 腿也能走路了 非是旁人 正是那铁牛 贺金龙牺牲了 他没牺牲 铁牛推好以后 走路依然有点困难 但是决心要去寻找 在后来逃走的路上 被官军发现 也光荣牺牲了 尽管如此 当地人编了一手顺口溜 可歌可泣 流传了数年 这是后话 咱们不必细说了 单说高福人 刘芳亮等人 跑出去几十里路 天光大亮 找一树林地带 斩短坐一休息 查点手下的人 太惨 剩下不到一百人 多数都受了伤 父女儿童 大部分都牺牲了 不过身边只有一部分 再找李来亨 再找皇室 踪迹不见 李过的媳妇 李过的干儿子 找不着 乱马英中 你知道他们上哪去了 死没死谁清楚 因此高福人心里 十分的难过 才利用这机会 包扎包扎自己的伤口 那建设的太深 血流的太多 高福人浑身上下 知秃秃 没有伏击之力 会迎会没掉的眼泪 把战袍撕开 又没有药 把伤口给包扎住 服侍着夫人 这一支人马 继续往前走 为了躲避官兵的追击 钻进大山 越大山里越好 这就咱所说的小山 这座大山可够大的 连绵数百里 进了大山不远 就是原始森林 便于掩护 不定走出多远去 才能遇上几户人家 咱们长话短说 他们在大山里 一个毕竟的山村 叫黑瞎子沟 听这名黑瞎子沟 人既罕见 住这几十户人家 这几十户人家 几乎与外界隔绝 有的人长这么大岁数 没离开过这大山 变不出东西南北的 一看来了一伙人 而且这伙人 男的女的都有 不像是歹人 高夫人身边 还带着不少金银财宝 分散给本地的老乡 带了一些口粮 分散给老乡 这帮人一看有了吃的了 拿他们当天神呢 后来才知道是义军 但是不知道 这就是高夫人 因此老百姓 阻止起来主动掩护 真是义军和老百姓 是一家人 没老百姓的掩护 一天活不下去 他们就在黑虾的沟 安顿下来 有一个人呢 主动地把房子让出来了 让着高夫人 惠梅惠英和兰芝 在这居住 有的人找了草药 给高夫人医伤 其他的伤害还有呢 就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的 也每天服药 就这样 他们就安顿下来 官兵做梦也没想到 在那大山之中 黑虾的沟里 还有一部分义军 他们想要搜山 也不可能 那要拉大王 得多是军队 也没那个力量 而且他们召集到北京 秦王 把这个战事结束之后 马上整顿队伍赶奔北京 因此给这支义军 留下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仰看快过年了 高夫人每天都眼泪洗脸 不知道 闯王的生死如何 闯王不知道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闯王的下落 新宣 两地呀 曾经派过几个能事的人 打探消息 结果这人走了之后 就没信了 其实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刚出大山 被官兵就抓住了 就地给出展了 消息隔绝 后来高夫人 把刘芳亮给请了 问刘芳亮怎么办 迟早要打听出来 闯王的下落 刘芳亮说是啊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 这个人去万无一失 就是咱们老八队的吴二 我让吴二 办做出家的行脚僧人 让他去找一趟 我记得闯王说过那句话 说实在不行 回到商桌山 能不能他们在商桌山中 最后夫人同意 把这吴二给找来 完全叫他带口信 你不能写信 一旦落到官军手里 那还了得吗 告诉吴二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吴二说您放心 我都活到四十来岁了 我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另外当初我在华山 的确出过家 我也会画符 我也会佛家的术语 官军问不出毛病了 只要我不死 在乱军之中 我肯定能找到闯王 就这样 让夫人给他拿了足够的路费 他经过多数日子的奔波辗转 这才见到李自成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李自成静静地拼着 一会儿心里头飞腾起来了 一会儿又平缓下来了 哎呀 一会儿靠在椅子上 闭上眼睛 这眼泪顺着眼角躺下来 多不容易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创业难 创业难 创成事业如登山 比登山还难呢 那得经过多少战斗 得死多少人 才能达到目的 还有些人 尽管折腾了数年 死了无数的人 以失败而告终 这种事历史上绝不少见 李自成的心终于放下了 说现在急于把夫人接回来 不可能 没那条件 因咱说的简单 离得非常远非常远 那么容易 把人就接过来 而且路过的 都是官军占领的地盘 只要夫人他们平安无事 能在黑瞎的沟站住脚 那么这事就有希望了 将来在失和的时候 两军在合在一起 这是最好不过 但是李自成心里在盘算 温兵撤走了 他们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吗 红尘筹 孙川平是走了 他们到北京秦王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满达子 攻占没攻占北京呢 心悬两地 说到这 咱先告一段落 翻回头 再说那个倒霉的崇祯皇帝 就这倒霉皇上 从登基那天开始就没得好 到了现在 满洲八旗径 频频攻打北京 所以说 这崇祯皇帝是坐立而不宁啊 形势是太紧张 太紧张 近一个月以来 满洲人发动了三次猛烈的进攻 好全没把北京给夺过去 好在北京城里驻军太多 最后崇祯皇帝降组 军民一提总动员 他就跟真事一样 吩咐人把箱子打开 把多年不用的盔甲也取出来了 你看这崇祯皇帝 对着穿衣镜 丙盔冠甲 罩袍戴 技甲蓝裙 护背旗 腰带 都背上了 跟真事一样 把老太监王承恩可吓坏了 陛下 您要干什么 我要亲自登城都战 哎呀呀呀呀 那可太危险了 陛下 还没到那时候 用过饶您呢 您就做点身攻指挥就可以 不 我要不到第一线上 三军见儿 其肯效命 不必多说 这崇祯还真行 在禁卫军的保护下 登上北京的城楼 他开始亲自视察 往北京城外 你看我的马 马号挨着马号 连营挨着连营 战棚挨着战棚 跟水波浪相似 齐帆招战 袖带飘摇 全是满洲八旗镜鱼 从城上往下看 看得亲情 再看满洲兵 骑马比走路还稳的 往来奔驰 有的地方 架起云梯 开始工程 下的崇祯皇帝是魂不附体 赶紧降职 命令军民人等 死仇北京城 一定给我守住 兵员不够怎么办 动员北京城的老百姓 十五岁以上的男子 全体当城 还有逃进北京来那些难民 都有什么用 都给我上城 每人手里准备一块石头 最少是砖头和木板 也得给我守住北京 后来城上的人是人满为患 离八层外八层 跟人墙一样 从真别出心菜又出个厨 说石头不够用 咱人很多 如果贼兵工程 就把人架起来往下扔 拿人砸人 你说这招多缺德 还真就扔下不少人 那人一百来斤要扔下来 还真能砸趴下几个 满洲兵连功数次 未能得手 也是伤兵俗将 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 崇祯皇帝是一病而不起 崇祯到了后宫 一听说满洲兵 稍微后撤了一夜 这心才放宽 等明白过来 头一句话 他就问 洪成仇 孙传平怎么还不到 王成恩起奏 陛下他们正在路上 剿匪之事如何呀 听说 李自成的人马已被击溃 全给打散了 不 我不想听这些话 李自成死没死 这还不知道 听说战争结束之后 不少人寻找李逆的尸体 至今尚未找到 哎呀 李贼不死 我心不干 陛下放心 红成仇孙传平 不日就到了 京城之为可解 满达子退出多远 已经退出 已经退出三里了 啊 在三里地 眨眼就回来了 一定要把北京城守住 给我守住 陛下放心 一定守住 这话刚说完 报事的来 从人不听这个报告 听完之后 从龙床上一下 一蹦多高 好像没背过气 什么原因 原来满洲八旗兵攻北京啊 不太那么容易 这叫首都 北京城城市高 护城河坤 兵源又多 急攻南下 后来满洲兵 经过沙龙之后 做出决定 兵分散路 一路阳攻北京 这个崇祯皇帝 就是个倒霉蛋 自从他登基以来 十一年了 就没过一天好日子 内忧外患 百孔千疮 真好像坐到 火山口上相似 慢说这个人呢 有致命的缺点 就是他再有本事 这江山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有人能够力挽 狂澜 把他恢复起来了 就朱元璋活了 也不好使 现在大明朝 明存实亡 整个都烂了 都好像一个人一样 不仅有高血压 心机梗死 另外五脏六腑 没有没病的地方 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 这个朝廷还能保得住吗 现在清兵兵分三路 前敌总指挥 就是了不起的多尔文 他派豪俄领兵攻打山东的济南 派多多领兵攻打保定府 他在北京郊外 是坐镇指挥 这清军呢 已经是第四次进中原了 吃惯了田头了 你想 在东北茫茫的草原上 那是什么生活 等到了中原内陆一看 好家伙 金山 银山 土地 肥沃呀 这这地方太好了 大明朝积攒了这么多年的本钱 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清兵所过之处 烧杀 抢掠 是无所不为 青壮连抓去当俘虏 做奴隶 妇女们抓去做女奴 长得有姿色的 那位妻妾 老弱病残者 一律杀无赦 之前的东西全带走 实在带不走的 一把火全烧了 可叹了 经济的老百姓 这涂炭就崩堤了 是四处奔逃 教股连天 老百姓都说 天子无福 民遭难 这话是一点都不假 崇祯得着这个消息 能不着急吗 因此火望上一转 哇一口血喷出来 顿时是人事不行 秉笔太监 王承恩急忙把御医给请了 一大帮会诊 止血 扎针 拔罐子 按摩 吃药 抢救了多时 崇祯 这才明白过来 哎 他还真挺紧折腾 僵养了不到两天 又恢复点经历了 睁眼一看 王承恩等人 站在身旁 他就问 北京情况如何 陛下放心 跟过去没有什么改变 满达子还没退兵 没有 不但没退 听说还要增兵 山东保定情况如何 陛下 您安心保养容体 这些事您不必问 叫您的臣子去办 不 我一定要知道详情 快说说 陛下 这满人甚是猖獗 所到之处 如入无人之境 烧杀强掠 无恶不作呀 济南已经实现了 保定 危在旦夕 老百姓 叫苦不迭 是四散奔逃 整个都乱了套了 哎呦 崇征刚好一点 一听了这几句话 顿时两肋 发胀 嗓子眼 发甜 又要吐血 但是他尽量控制着 这口血没吐出来 他让王承恩 用枕头把身子给移住 是半坐半躺 他接着问 红城仇 孙川廷 秦王兵到了没有 啊 接着唐报 正在路上 积极往北京港 他们怎么来的 他们怎么来的那么慢 哎 朕两眼望穿 他们是迟迟不到 真是可恨之急呀 我再问你 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 陛下 把李自成的人马给打散了是真的 可是至今没找着李求的手机和尸体 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 可恨 可恨之急 我已经三令无声 命红城仇 孙川廷 务必把李自成击毙 或者献抚于北京 怎么他们什么都办不到 他们网吃国家的俸禄了 你指 你指 谁敢不听啊 王承恩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 拿着笔 听皇上的 皇上现在有病写不了字 他口诉 王承恩记 结果 旨意一书 把王承恩可吓坏了 头一个 要把红城仇 孙川廷 立居所带 投入刑部大楼 是严刑审讯 严厉治罪 血夺他们的兵圈 马上给我发出去 王承恩信说话 现在什么结果呀 那都是带兵的大将 领兵来秦王 好么样的给逮起来了 还要重重处置 这城河体统 想劝不敢劝 一看皇上眼珠子都红了 他说的话 无法改变 就得如实地寄宿下来 马上发出去 发出去 不然朕这口气 我出不来 老奴遵旨 王承恩拿着旨意 往内阁走 内阁得用荐 然后派人发出去 但是王承恩心头沉重 心说 莫非大明朝真完了 这皇上的脾气太反常了 竟做这种没有道理的事情 谁劝也劝说不了 一进内阁 正好遇上杨四昌在这 杨四昌的位置就等于首相 王承恩把他叫到旁边 把这个事情一说 杨四昌问平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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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得 这 这切不可行 收复大人 我也知道不行 皇上非要这么办可怎么办 带我进去见价 只有你去劝说了 杨四昌告诉 这道旨意先别忘卖发 我见着皇上请命之后再说 杨四昌以探病为名 来到暖阁见崇真 你说谁跟谁投缘呢 讲不了 这杨四昌就是个大奸臣 但是崇真就瞅着他顺眼 要不说倒霉的人看反面呢 这个朝廷好不了 根源也就在于此 崇真一挥手 杨四昌站起来 杨四昌会说拜年的话 竟溜须拍马了 陛下 我看您面带红润 龙体已经康复了 其实哪有红润 崇真现在瘦的跟猴差不多少 面色姜黄 他硬说是红润 但是崇真爱听啊 点了点头 今天我觉着恢复了不少 杨清 你见朕有事 陛下 一则给陛下问安 二则有件事情 臣打算面奏主公 说吧 什么事儿 陛下 方才我遇上老公公 王承恩 也见着您的口语 您要降旨 把红成愁 孙川廷 绳之以法 是也不是 正是 你来的正好 马上派人发出去 把两个人逮捕下狱 都气死我了 陛下 臣斗胆尽言 此事行不得呀 哦 为什么 陛下请想 他们两个人就是没功 也无过呀 近年来 率领大兵东征西逃 跟刘贼李自成血战于西北 两个人也都累坏了 现在虽然说没把李自成找着 但是把李匪击溃乃是铁的事实 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儿 而且两个人马不停蹄 率领五万五郎之时进京秦王 仰看就要到北京了 在这紧急关头 您将只把两个人逮捕 势必延起大乱 要大乱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请主公收回成命才是 你看这崇真 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杨思昌的话他听得进去 想想也是这么个理 好吧 方才的旨意宣布作废 占不发放 红成仇嘛 还有情可原 最可恨的是孙传廷 这三番五次 小玉他一定活着李贼 什么都没办到 他这巡抚他怎么当的 战时留他在军中效力 待满达的退兵之后 我再拿他试问 主公 您这么做就对了 战时还好利用他 就这么办吧 哎 这崇真又想起一件事儿来 我且问你 这卢相声现在何处 这这 臣不敢说 但说无妨 他现在干什么 卢相声率领重兵 在北京城外与清军作战 但是作战不利 他不是说粮草不够用 就说军饭不够用 老是向臣提出种种难题 因此未有任何战果 可恶 可杀不可留 卢相声啊 卢相声啊 朕对他不薄啊 平台次验 赏给他上方天子剑 给他内壁躺烟数万两 宝马一千匹 真把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 他为什么这么负贞的心 真是可杀而不可留 这会儿 老太监王成恩 也在旁边站着 王成恩心里痛明白 心说杨四昌 这叫给卢相声上演要 真情并非如此 现在那么多的兵马 能抵抗亲兵的就是卢相声 卢相声的部队 从永定门一直到右岸门 在这抵挡亲兵 可以这么说 这些日子 要没有卢相声浴血奋战 北京城早就被攻破了 可这杨四昌 昧着良心不说实话 他跟卢相声有矛盾 所以故意跑这上演要 他也知道崇真 听他的话 崇真不明内情 因此恨的是咬牙切实 卢相声 身负振义 再而来 把他革止打问 看来这崇真呢 非得找个替罪啊 不收拾一个两个的 他的心不甘 王成恩赶紧说话 皇上 我看不可 卢相声领着万八弟兄 在城外浴血奋战 据我所知 大仗小仗 也打过百仗之多呀 虽然没有什么进取 但是也没打过什么败仗 如果把卢相声逮捕问罪 军心必乱了 而且他的部下都跟随他多年了 主帅一旦被捕 很可能引起滑变 嗯 也有道理 不过不处置他 朕心实在不甘 穿我的旨意 马上把他的上书拿掉 降为四郎 上方天子剑收回 让他领本部人马 马上赶奔保定去结围 一定保障保定的安全 如果保定要丢了 我拿他试问 遵旨 皇上 极权主义者 他说话 兔兔们就是个丁 他想怎么的 就得怎么的 他这一说 马上下边就得执行 本来卢相声 有步骤 有计划的 能把满洲兵打退 让皇上这一改变主意 整个计划破产了 没有办法含着眼泪 指挥手下的弟兄 撤离北京市 南下保定府 皆保定之为 到了现在 卢相声才明白 可惜我 轰回 报国的壮志 我没事拿岳飞 做我的榜样 可是 皇上不给我做主 可恨高启前 可恨杨四昌 这两个奸贼 一定在背后 说我的坏话 皇上才改变了主意 此番去解 保定之为 我就这点人能行吗 能不能做得到 做不到也是个死 但是军命难为 没有办法 硬着头皮 就得南下 走到半路上 都梁官向他禀报 大帅 我们的粮食 已经所剩无几了 能支付几日 丙多能吃三天吧 那马上用银子去买粮 银子也快划没了 就即使现在手托着银子 也无处去买粮 满达的把粮食 是抢劫一空了 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 恐怕这没有军粮 这事军心必乱 这个不是能支应三天吗 到时候再说吧 您说不吃饭 这仗怎么打 卢相声本来手下 有一万来人 这一路赶奔保定 有不少逃兵 等到了保定外围了 再捡点人马 剩下不到六千人 跑了将近一半 过去有句话叫 吃粮当兵 当兵干嘛 因为吃口饱饭 那吃不上饭 谁跟着受罪 还得玩命 因此有心眼的都跑了 没跑的 是崇敬卢相声卢的人 跟他有一定的感情 想跑吧 觉得良心有愧 因此一直跟着他 卢相声没办法 下了一道命令 一日三餐变成两餐 最后两餐变成一餐 把干饭变成西饭 每个士兵天天就喝这菜粥 还有一些糟糠什么的 灌个大度 反正能保住 保住命就算可以了 结果到了巨路线 有个地名叫贾庄 这是安营扎寨 头一天刚安心营寨的 第二天早上 炮声融融 清兵的先锋部队就到了 领队的正是叱咤风云的豪哥 那豪哥领着两黄旗 所向披靡啊 率领将近三万人马 要进攻保定 到这儿把贾庄就给包围了 卢相声站到高坡处 一看冰山降海 现在是孤军被包围 里八层外八层 想飞也飞不出去 卢相声不但不着急 相反是心静如水 听着外边融融的炮声 他把眼睛闭上了 卢某死期将至了 这一生就此结束吧 卢相声又一想 我就战死在前敌 我也不愿意下狱 被奸臣所害迟早有一天 把我绳之依法投入大牢 死的是不清不败呀 我还不如战死呢 人生迟早也是个死 我怕者何来呀 打定主意之后 马上纷飞声 来呀 雷骨巨匠 还有六千多人 带兵官不少 所以参将以上的七八十人 到大营拼点 卢相声稳坐在胡批交椅上 往寺外看了看 其中有两位总兵官 一个是胡大威 胡总兵 一个是杨国柱 杨总兵 两个人跟随自己多年了 生死弟兄一样 再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 心里很不是滋味 卢相声站起来一抱拳 各位弟兄 大批当前 我们被清兵包围了 敌众我寡 这是铁的事实 敌人超过我们多数倍 我们靠蔡州冲击 怎样抵御外汇 但是 作为大明朝的子民 只有英雄 没有偷乡的 我希望各位 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宁死在战场之上 也不要做俘虏和怕死鬼 各位请上师授某一拜 卢相声撩袍 跪倒哭通 给大家磕了个头 这下众人可受不了了 大帅清齐 大帅清齐 我等愿随大帅是绝一死战 听众朋友 说改编 有道是 家贫出孝子 窝乱显忠臣 这十个字 说的是千真万确 家庭生活困难 条件不允许 那才看得出来是孝子 有的是钱 那算什么呢 钱来张手 翻来张口 无所谓 国家动乱 生死 威亡的关头 才能看出谁是忠臣 谁是奸臣 太平世界 都会歌功颂德 都会说拜年的话 看不出你是忠臣 是奸臣 也看不出你真是爱国者 还是不爱国的 只有动荡 不安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 咱说这话 什么意思 上回书 正说到 统帅 如相声 那是地道的大忠臣 皇上对他不信任 奸臣 排挤他 他是孤军奋战 他一点投靠敌人的心都没有 咱举个例子说 如果如相声打了白旗 投靠了皇太极 那头的敲锣打鼓的应接 马上封侯败相不成问题 锦衣玉食有的是 但如相声是忠臣 在他的思想当中 我生是大明朝的人 死是大明朝的鬼 我不能做那种便捷的事情 留下千五的骂名 压力再大 我也得为国争光 杀敌立功 他就是这么一种正统思想 咱们前文书说了 他的军队不足六千人 驻扎在聚路线管辖下的甲庄 没想到满洲八旗兵数万 把甲庄给包围了 形势就在这摆了 敌一众我寡 而且那八旗兵作战十分的勇猛 明朝的兵怎么跟人家对决 但是当家人最高的统帅 如相声领头 那要打起仗就倍加勇敢 战斗未开始之前 如相声先开了个动员大会 声泪俱下 说国难当头 到了我们当臣子为国尽忠的时候 我谢谢各位 他这一个头磕到地下 三军将领 无不动容 纷纷表示 愿随同帅争杀血战到底 正在这时候 假装的周围就响起了 连连的炮声 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咚 蓝旗官撒脚如飞 跑进中群宝藏 爆 爆大帅 敌人发起了进攻了 大马抬刀 有人把他的宝马 梁居 武梁翼 给牵过来 再看的是 踢刀上马 把人马分作四路 开原门 拥离 其实这卢相声啊 是进士出身 耍鼻杆的 对武术不是十分精 但是他酷爱武艺 幼年之间也打拳踢腿 以后呢 也练过刀枪棍棒 就是动荡的年代 他又学会了领兵打仗 其实这不是他的专业 就凭着一股热血 所以他跨马轮道 支出东门 东门领兵的统帅 非是旁人 正是满洲的大将 叫巴布尔泰 这巴布尔泰 直接归多尔文管辖 一进了北京城周围 他竟报答前提了 功无不取是战无不胜 所到的地方 如入无人之境 这巴布尔泰心里还好笑呢 明朝过去认为着 是个庞然大物 那太厉害了 没想到有名无实啊 这明朝的军队 都是指儿糊的 见着我们八七军 是望风而逃 这样的军队 怎么能打得了仗呢 哎呀 所以他这心里头 十分骄傲自满 他拿卢相声 也当这种货了 所以两军队员 巴布尔泰撇着嘴 把马往前一提 手中晃动 大铁枪 高声断贺 哎 对面 你是什么人 包同明星 卢相声一听 哦 他还会几句简单的汉语 所以再马上回答 我乃兵部四郎 卢相声 是也 卢相声 卢相声 哎 这名这么熟啊 哦 听说 大明朝有几个不好对付的 什么洪成仇 孙传平 袁崇坏 等等等 还有这个 卢相声 都是能争贯战的 没想到今儿个在弹丸之地遇上他了 巴布尔泰冷笑了一声 哎 姓鲁的 你听明白了 你们大明朝的 完了 你们的军队不堪一击 本将军 统领大军南下 所向披靡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卢相声 你要实达实务的 赶紧下马投降 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保证你弟兄们生命的安全 如若不听 本将军一声令下 把你们踏成积坟 到时候 你就毁之晚意 怎么样 你胡说八道 那 明来 卢相声 哪能听得进去 拍马五刀 只取 巴布尔泰 咱们简单说 二马盘桓 刀枪 并举 两个人就 倒在一处 卢相声 虽然 无意不经 豁出去 一人舍命 万将难逼 而且 他跨下骑的是 宝马两局 是动作灵活 再看他掌中 这口大刀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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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招架不住 论年纪 没有人家年轻 论力量 没有人家大 论经验 没有人家多 人家是能争贯战的 三十几个回合 把儒相声累得 是窥白假邪 带狼抛松 则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他后边的亲兵卫队一看 主帅招架不住了 大吼一声 第一手办 冲啊 冲啊 骑兵在前 步兵在后 一是结旧统帅 二是加入混战 于是满洲兵 大明朝的军队 双方就接触到一起 民屁股 什么声音都有 谩骂声 诅咒声 刀剑的撞击声 战马的撕鸣声 混在一起 是惊偏动敌 哎呦 不止去你两个 在我天堂 杀要杀 这一场混战将近打了有四十多分钟 半个来时辰 你在往那地上看吧 遍地都是尸体 遍地都是商号 鬼哭狼嚎 巴布尔泰 招架不住 马上率兵 兵退 五里之外 卢相声还打了个胜仗 怎么打个胜仗 卢相声也不清楚 就看着满洲兵退了 他在马上把马匹带住 心说谢天谢地 总算打了胜仗 纷飞生明金收兵 回来之后查点人数 死伤了将近三四百人 不管怎么说打了胜仗 其他的三路也有不同的收获 斩首几百克 卢相声马上败本 向朝廷报劫 但这个报劫的文书 根本崇祯皇帝都没看着 到了杨四长高启前那儿 就给扣留了 不想让皇上知道 卢相声请求支援 要火炮 要弹药 要粮食 结果是烟空心鸟 就这样的战斗 卢相声坚持了七天 每天避战 每天都有伤亡 粮食已然尽绝 管梁的官哭了 大帅 连菜粥都喝不上 弟兄们还空着肚子 粮草尽绝了 朝廷方面 可曾派来支援的粮草 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消息 哎呀 如何是好 你说这仗怎么打 没吃的 饿着肚子玩命 可能吗 但是正在这时候 满洲兵又发起进攻 卢相声没办法 号召全体官兵 勒紧裤腰带 嘣嘣嘣 把那带子勒紧点 这么能弹饿 继继战斗 到了第八天头上 实在招架不住 书说简短 卢相声六千官兵 是全体殉职 一个活的都没有 一个投降的也没有 卢相声牺牲的更惨了 背后中了三箭 腿上挨了两刀 最后迷迷糊糊 觉得脑袋上 又挨了一刀 他觉得眼前一黑 从宝马良居 五粮技术摔下去了 之后的事情 什么都不清楚 那八七兵的巴布尔泰 打扫战场的时候 突然发现死人堆里 站着一匹马 哎呦 这匹马太漂亮 用眼一看 就是宝马良居 他命令手下的军兵 一定把这匹马得到 一定把他得到归我 不要伤害他 这八七兵往前凑合 呜呜 一开始围着五粮技转 慢慢往前靠近 等离着近了 没想到五粮技 前腿扎臂 后腿扬起来 啪这一角子 劈死一个八七兵 劈的是脑僵崩裂 八七兵没办法 想抓活的不可能了 这才开弓放箭 但五粮技是 左夺右山 酸进大山和崇明 说什么 也没抓到 比人还灵活呢 八七兵打了个大胜仗 所得的东西堆积如山 人家是敲锣打鼓 继续往南平进 卢相声就这样死在了战场 后来打扫战场的人 得找着谁是官 谁是兵 从死人堆里头 把卢相声给找着 一看是血肉模糊 模样都变不清 地方官得上报 说这是卢相声 谁也辨认不出来 在树林之中 宝马良居 五粮技又出现了 杨这不是长鸣啊 那马到了主人进前 双腿一弯 跪倒在卢相声面前 仔细一看 那马也掉眼泪 这就叫羊马比君子 除类也是人 什么意思 这动物它也有感情 它也有灵性 常跟主人在一起 也明白一点感情啊 要不有人说的 不教人 教宠物 这种宠物比人都强 它不忘恩 这话不一定完全对 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些道理 老百姓把这匹宝马 最后送到北京 就没有下文了 卢相声的事 再也无人提起 轰轰烈烈的抗清英雄 就这样烟消五散 那北京的情况 依然十分严重 红城愁 孙川平 迟迟未到 清军分兵三路 把河北山东搅了 看必复天翻 这都是在一个多月之内 发生的事情 咱们按下这儿不说 翻回头再说 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 知道这情况吗 知道 这叫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啊 到任何时候 情报工作必须都有 李自成派出不少便衣 到北京一带打探情况 另外特派老神仙上炯 就是那上子明 通过关系也到了北京了 了解北京的情况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那么现在李自成 知道夫人的下落了 心里非常高兴 而且那些散兵游泳 又不断的归队 这队伍是日益扩大 他在商落山中 商线一带 频繁的活动 现在人马就超过 一千五百多人 十东腊越 正是最困难的时候 那大山里的冷的 嘎巴嘎巴的是 滴水成兵 这还不说 最大的困难 吃饭问题 每天李自成都为这事发愁 一两千口子 每天得吃饭 吃什么 现在闹凉荒 赤地千里 那树皮都给吃光了 老百姓每天都饿死无数 他的部队吃什么呢 没有饭吃怎么练兵 没有饭吃怎么反对大明 拿什么去战斗 因此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李自成每天在老鹰开会 是研究对策 这些大将是纷纷献策 李过头一个发言 二弟 现在山里的形势极其不妙啊 该打粮的地方 我们全走了数次 结果一粒粮食也打不来了 而且大的边小的沿 封山有寇 玉岭藏贼 大杆子小杆子半的杆子 全都是土匪 往往我们得到的粮食 都被他们一红而抢光 您看怎么办 李自成算计了一下 这粮食还能维持到多长呢 维持到小年 腊月二十三 小年一过 一粒粮都不存在了 你得许备点粮食 另外山中的老百姓也太苦 每天都在饿死人了 树皮都吃光了 树叶都没了 你说怎么过活呀 身为异军的领袖 那就得剿匪安民 解决这一方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干饭吃不上 喝粥总可以吧 可这问题怎么个解决法呢 派出数路人马 带着不少金钱财宝 结果都空去白灰 闯王心头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原来他计划 原来他计划 在小年之前呢 在镇集一次老百姓 让大伙口饿肚攒 节约一部分粮食 开始放阵 让商县周围的老百姓 喝上一顿粥 怎么算自己是异军 异军给老百姓得着想 但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李过就问了 二爹 我看放阵的事情 先搁一搁 咱们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 再放完了阵 咱的脖子都得砸起来 二爹 您说 唉 这件事情 对外宣扬没有 还没有宣扬 站不要宣扬 咱们慢慢考虑吧 这李自成想什么呢 周围 村庄镇殿 全想到了 哪块有大寨子 哪有大财主 端哪个地方 能得到粮食 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盘算来盘算去 离着他的老鹰 不到二十里 有个宋家寨 宋家寨有个寨主 叫宋连生 虽然非常富有 但这个人比较仁义 有时候已经困难了 给他送去一封信 我们需要借多少粮 多少粮 借多少牛 人家如期给送到 很讲信 也够意思 你说这样的人 能把人家给端了吗 那也太不够意思了 宋家寨不能动 思来想去 离着他们老鹰 七十里的以外 有个张家寨 有个张家寨 经过多方了解 张家寨是商周城外最大的一个寨子 兵强马壮 粮食堆积如山 张家寨的债主 叫张守夜 这个人 这个人 无功十分了得 而且 家资俱富 据说他们家都有聚宝盆 这张家寨里边的粮食不仅堆积如山 金银财宝 全在地库里他搁着 在商周一带 他是头一个首富 这还不说 这个张守夜 还不是个人性 鱼肉香里 在本地横行 老百姓提起他来 恨得牙根都痒痒 因此 李自成绝必 端掉张家寨 这天开会 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大将们全都到了 把地图往桌上一扑 哎呀 高一公看了 看这张图 跟李自成说 创亡 我们呢 也就是想一想罢了 想端掉张家寨 谈何容易 您看看 他这个地势 他在半山腰上 这座山 三面是悬崖峭壁 自有东面一条道 可以通到他的寨子里头 那座大寨是 一手耳难攻 听众朋友 书接前文 闯亡李自成 遇上最大的难题 吃饭问题 缺粮啊 为什么起义啊 朝廷腐败是主要的 粮荒也是主要的 老百姓吃不上饭 不能瞪眼饿死 因此停而走险 纷纷拉杆子 举起义气 关键问题就是吃饱饭 看来这个吃饭问题 是至关重要 咱们平常老说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这话一点都不假呀 人不吃饭 怎么工作 要不吃饭 什么他都干不了 恐怕不吃饭 这世界上 也没这么些 乱七八糟的事 可叹的是 人得吃饭 一日三餐 哪一顿都不能少 古往近来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说 粮食是宝中之宝啊 希望每个人 都应当珍惜 一粥一饭 当死来处不易 切莫浪费 浪费饭 就是一种犯罪 将来会受到惩罚的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李自成就面临这问题 多是张嘴 想吃饭 怎么解决 那就得说抢 抢谁啊 抢老百姓啊 老百姓还没饭吃呢 饿死了无数 就得抢大户 这大户一般般的 不值得一抢 得端那个大号 别看在那困难的棉月 那个大地主 大粮商 还是不乏其人的 李自成就想到张家寨 债主 债主叫张守夜 为父而不仁 听说他们家在太原 有买卖 在北京 有买卖 在南省 有商号 家资俱付 而且他这寨子里头 说是金银堆积如山 粮食有的事 要把张家寨给端了 可解决大问题 不但士兵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这附近的老百姓 年关的问题也解决了 能救活多少人呢 所以决定端掉张家寨 能像我说的这么容易吗 怎么端 现在闯王手下 一千五百来人 这一千五百来人 都拉上去 去打张家寨 那得损伤多少人 现在人命也得珍惜 最好死伤的人越少是越好 得用什么办法呢 因此闯王召集重大将商量对策 那高一公啊 看了看那地图 闯王你看见没 这个山叫扶牛山呢 三面全是悬崖峭壁 就是东边一条路 可以进张家寨 这张家寨在半旋空中一样 铜达铁柱的相似 那院墙都拿石头垒的 高过城墙 而且东门还吊着巨炮 还有吊桥 据说张守夜就怕有人端了他 因此雇佣了四百多名刀客 再加上团练 再加上相拥 能战斗的人不下千人 而且张守夜弟兄几个人 全都是好功夫 警惕性十分高 要想端掉张家寨 师叔不义哟 我看咱们也就是想想就算了 嗯 李过认为不然 李过想起来 逢墙智取 欲若活勤 看来硬碰硬 不行 慢说咱们一千五百人 还没有中火器 就是五千人 也端不掉这张家寨 怎么样能做到理应外合呢 大伙是议论纷纷 李自成没说话 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 他听着哪句话有用 哪个主意有用 他总结起来 再发挥发挥 讨论了将近一个时辰 最后李自成一笑 把大手一拍 妥了 大家不必犹豫 一定要打张家寨 哦 大伙得服从命令 当家人说话了 但是有人就问呢 窗王 怎么个打法 你等尽管放心 我只有妙策 那窗王 您说吧 谁领人去打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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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说打仗啊 乐的这帮人 眼着毛都开花了 为什么呢 这些人在马背上生长 就耐不住这个寂寞 你说这么长时间 也不打仗 手心脚心都刺痒 再者一说 不通过打仗 不流血 不动刀 就解决不了困难 所以人人奋勇 都争着报名 李自成一笑 这件事 大家不必争了 这个任务嘛 就交给田建秀 田建秀就一愣 哦 轮到我头上了 说明窗王 对自己的信任 窗王 攻打张家寨的事 交给我了 正是 我能行吗 担子太重了 各位 你们都下去休息吧 建秀啊 你留下 我单独的跟你谈谈 其他的人都走了 把田建秀给留下了 田建秀有长者之风 这人平常不爱发言 开会的时候也是低着头 静静听别人的 但这套除非不说话 说话就见想 李自成对他十分欣赏 说明这个人有内秀 而且田建秀这个人 不喜欢张扬 话语不多 竟办实事 窗王对他格外的重视 人们都走了 他叫田建秀坐下 田建秀心有点发慌 窗王 您叫我端张扬 能给我多少人 给你三百人 三百人打张扬 你们不是开玩笑吗 哎 建秀啊 逢墙智取 欲若活勤 我们得开动脑筋 里边没有咱的人想端掉 张家寨是市敌登天 哦 明白了 那我们的人怎么能打进内部去呢 这个咱们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 啊 我看这样 我们第一步 先叫扫边 张家寨周围有大小不同的杆子 大的能有几十人 小的几个人骚扰百姓 这帮人杀人越货 偷鸡抓牙子 什么坏事都干 老百姓提起他们的恨之入骨 因此你带着三百骑兵 先扫边 把张家寨周围的大小杆子 一律先给我消灭 这样 不得老百姓的欢心 给老百姓也去掉一祸害 让他们过一个安静年 这是头件事 第二件事 你在扫边的时候 探听张家寨的虚实 相机而动 我也派人打探消息 咱们俩互通情报 你看怎么样 哎呀 闯王帝这说我明白了 咱这叫壮大运 找个机会 对 但是还要抓紧时间 年关很快就到了 年关年关 过年就是关了 我们想法把张家寨打开 还要镇继 老百姓 既解决了咱们吃饭的问题 老百姓 也免去挨饿之苦 担子可不轻 是 我明白 闯王 我什么时候起身 明天你就起身 行 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成 闯王 到时候 你得经常去啊 有什么事 我得向您请示 哎 谈不到请示 咱们弟兄可以上你 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 我会采取一切措施 给你帮忙的 明白了 行 田建秀高高兴兴走了 第二天 点了三百骑兵 都是精锐部队出发了 张家寨 离老营七十多里地 走了一天 到了张家寨了 离远处 就看着妇妞山了 山市高耸贤郡 周围覆盖着密林 再看妇妞山是高耸露云 离老远就看着大漆飘扬 张家寨 田建秀信说 就端这寨子 太难太难 里边没我们的人 不把门给开 想进去是势必登天嘛 按着闯王交代的 他找了个小村子 扎下大营 干什么 开始剿匪 这叫剿匪安民 李自成的部队属于义军 那些人 纯属就是土匪 听而走险 什么坏事都干 那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了 田建秀这一剿匪 大剑功效 您算 他领着三百七兵 闯王的部队 什么部队 神经百战 剿这些小土匪 开玩笑一样 因此 没费吹灰之力 就扫掉了许多柳子 这柳子就是土匪 老百姓就传扬开了 听说没听说 闯王的军队来了 听说了 小李庄 那土匪都给打跑了 是是 何知小李庄 小王庄 大王庄 西柳屯 那些柳子 全叫他们给拔掉了 救了很多很多的老百姓 老百姓奔走相告 因此成了田建秀的耳目 有的不远及时里 跑着报信 有的跑着举报 拿拿拿 有柳子 拿拿拿 有土匪 田建秀是接待百姓 领兵去了 把土匪就赶跑了 这田建秀啊 跟其他带兵官不一样 为什么李自成信任他呀 人们给他送个绰号 叫活菩萨 心情特别软 很慈悲 要换旁人 北着就杀 一个不留 田建秀则不忍 能不杀者就不杀 能少杀者就少杀 教育教育就把他释放了 除非顽强抵抗 十恶不赦者 民愤极大的 非杀不可 愚者 但能不杀就不杀 因此的收效深大 咱长话短说 没到几天碰上个比较大的柳子 能有一百来人 为首的有俩头 一个姓蓝 叫蓝大牙 您听这名 因为他门牙特别长 绰号蓝大牙 他有个好兄弟 姓冯叫冯的棱 他俩都是商周人 也是本地的棍匪 杀人如麻 强奸妇女 绑票 什么坏事都干 据田建秀掌握的情况 他们住在这个庄村里面 往肉票 就绑了将近十个 这十个肉票当中 还有一部分是张家寨里头的 他们不管是谁 管你张家寨李家寨 对我们有利 我们就干 而且里头还有几个花票 那位说什么叫花票 花票是女人 年轻的妇女 可能也有老太太 女人都叫花票 这个绑票的东西 在哪年哪月流行的 咱们不清楚 是最缺德不过的 你说绑着谁家的亲人 就等于掏人家的心一样 翻过头来 叫人家熟人来 而且开的价相当高 相当高 往往熟这个人就得倾家荡产 而且他们把这票 还给折磨得半身不随 甚至都瘫痪 终身致残 他们手段就这么残忍 县令三天 东西没送来 给你送去一个手指头 县令五天没来 给你送去一个耳头 挖起一个眼睛 什么事他们都干 那残忍到几点了 因此这个冯的棱 蓝的牙 非常招人可恨 他们手下有一百来人 天剑秀掌握了这一情况 当天晚上开了动员会 偷偷的领着三百骑兵 就扑奔着小庄村 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他们给包围了 经过一场激战 蓝的牙也好 缝的棱也好 崇西亮是个土匪 是杀人狂 遇上正规军队 他们就不行了 少是抵抗 两个人是逃之夭夭 遗憾着没把他俩抓住 但是那半的头 抓住许多 一百来人全部给消灭 所谓消灭不是都杀了 抓了五十多个俘虏 其他的人给杀了 而且在闭窖之中 把肉票全发现了 一说肉票都吓人了 瘦得跟骷髅一样 其中还有几个妇女 天剑秀派人把他们救出来 腾了两间房子 让他们居住 然后问问他们的家乡住处 肉票是千恩万谢 有的说我住在商州 有的说我住在太原 我是做买卖的 半路让他们给绑来的 还有的说我是张家寨的 还有宋家寨的 哪里都有 天剑秀分别给登记再册 想法给送回去 当然送回去也不能白送 这可不是绑票 谁的心都是肉掌的 那你把被绑的人给送回来了 能叫你白送吗 多多少少也得有点表示 尤其天剑秀一听说有张家寨的人就格外重视 他们要打的就是张家寨 这一登记这几个妇女全是张家寨的人 而且是有头有脸的 因此天剑秀特为派亲信在这把门 这是妇女 我们有严格的军机 不准抢落老百姓 不准奸淫妇女和调戏妇女 为者杀 这是头一条 二 不兴瞎问 你想这花票妇女落到土匪手里 能好得了吗 本身他就羞涩难当 抬不起头来 你问这 问那 人家怎么回答你 将来一旦回到家里的消息传开了 张三李四家里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让人家怎么抬头啊 因此尽量少问 问必须是负责人问 其他的人不准随便问 田剑秀全都安排好了 马上把这件事通报了闯王李自成 第二天晚上李自成起码就到了 带着双喜和张奈 李自成十分悸动见着田剑秀 先表扬了他 剑秀啊 行 日子虽然不长 收效甚大呀 闯王 您夸奖我了 打这些小土匪 一如反掌 有件重要的事 得向您请示 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事 您看 这张家寨这个花票和肉票 咱怎么解决 能不能在这里做出文章 好 太好 这是天赐的良机 建修啊 你把其他的票通知他们的家属 或者我们派人给送回去 好生安慰啊 就不要什么好处了 唯独张家寨的人 以你的名义 写书信一封 跟他的债主张首叶 沟通上 看看他是什么个态度 而后咱在相机而动 一步一步的进行 是 我也是这么想 李泽成安排完了 走了 田建修是总负责呀 当天晚上 给张家寨的债主张首叶 写了封信 写完之后 斟酌了半天 把心腹爱将 年轻的将领 马世耀 叫来了 马世耀 二十一岁 小伙长得倍儿帅 跟随他也多年了 将领 有什么吩咐 是要 我派你去完成一件任务 这封信 你拿到张家寨 要面见他的债主张首叶 听见没 你去有俩任务 一是交涉肉片的事 二则观察他的地情 不必我细说 你也明白 聪明 马世耀那小号聪明 带了四名军兵 揣着这封信 第二天 到了张家寨 顺着山坡往上走 这山坡还真难走 如果人家把寨门开开 挥平炮子 滚不雷石 顺着山坡往下一咕噜 你有上万的军队 你也不能靠近 他一边走着 一边观察地形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眼瞅着城官就在眼前 吊桥高高的吊起 再往寨墙上观看 有人不断的来回巡逻 他就不走了 赶紧从马上跳起来 把两只手高高举起 哎 乡亲们 不要误会啊 我是送书信的 有人听见了 值班的乡勇小头 探出身来 看了看 无个人 无匹马 所以 也没怎么紧张 干什么的 倒个味儿吧 在下 免贵姓马呀 我叫马 是要 我家 将爷 姓田 叫田建秀 是闯王的部队 我们有事 要见你家寨主 小头一听闯王部下的人 哎 稍后片刻 告诉两旁的人 桌押 注意监视 是把强功硬武 挥平炮子都准备好了 这个小头赶紧 顺着马道下来 加快速度 跑进义士大厅 七层院 到了第五层院 这大厅是十分气魄 里边正在开会呢 老张家哥五个 老大张首达 老二张首祖 老三张首夜 老四张首镜 老五张首光 号称张家五虎 正开会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放 听懂 百编 小匠马是要 奉田建秀所拆 到张家寨下书 张家寨的人呢 正召开紧急会议 坐了一大屋子这 都是干什么呢 张家寨 哥五个全在场 张首达 张首祖 张首夜 张首镜 张首光 出来张家五虎之外 那本寨有头有脸 说了算数的 也不少人参加 其中 就有的 家里的人被人家绑了票 哭住 原来张家寨就住着几百户 由于战乱的年代 到处是土匪 有些财主 有些财主不敢在本地待了 靠着大树好乘凉 举家签到张家寨 原来那个家呢 还派个人在那看着 今儿个签来几户 明天签来几户 所以近半年来 签到张家寨的财主 就多达三百多户 因此是人满为患 这么大个家业 有点什么事 必须大家坐到一起商量 当然了 人家张家寨 本来这哥五个 成了自然的一家之主 什么事情 都得是这哥五个决定 这哥五个性情不一样 老大叫张首达 你别看是大头顶 这人呢胆小无数 是捉嘴笨塞 越着急越说不出话了 就会排屁活晃脑袋 别看年长当不了家 老二张首达 这张首达脾气十分暴躁 动不动拍桌都跺脚瞪眼睛 但是一肚子大愤 没主意 最说老三张首叶 那是这三眼 文武兼备 聪明伶俐 跨马轮道 能冲锋陷阵 坐到屋里头 怀揣经论 能知道天下的大事 所以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了 大头顶 他的助手是张首敬 叫老四 这老四能说会道 富有良谋 精的也多 贱的也广 专门管外交的事情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胆子不是那么大 五一不是十分精 所以就成为老三的助手 老五就是老嘎的 这张首光呢 太小 不成事 其实就是个大孩子头 每次开会就听之认之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今天大厅里这么多人开会研究什么事 第一 现在的形势动荡啊 听说闯往李子诚的人马 已经到了商周 他们从心往外害怕 怕李子诚一高兴 把他们张家寨给吞了 因此日夜操练人马是加强防范 派出不少细作打听情况 这是一 第二件事 寨子里好几家被人家绑票了 你说这贼有多大的胆子 后来打听明白了 一个叫蓝的牙 一个叫冯的棱 和这俩小的胆大抱天 敢绑张家寨的人 而且经过交涉 他们要出来天价 没法接受 他们扬言 如果在指定的日期内 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要撕票 你说这个事紧急不紧急 因此几家枯主啊 忽天忽地 流鼻涕 谈眼泪 要求张守夜 快想办法 把他们给人救回来 正在商讨这件事 外边报市的进来 报寨主也 门外来五个人 五匹马 他们是闯王的部下 为首的有个小年轻的 姓马 叫马世耀 说是奉他们田匠也所拆 前来下书来 我跟李自成的人 一向没有往来 一向没有往来 他们来个什么 下什么书 那那 那小人就不清楚了 那您得问他 哎呀 张守夜 眼珠 转悠转悠 这叫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他下书 什么事 要粮食 要钱 要勒索 我不成 他来了五个人 这叫先离儿后兵 那么看看书信 再做决定吧 因此他一回身 把老四张守敬 叫过来 四弟啊 这事归你负责 你到外边去看看 哎 还明白 那我是把它放进来呀 还是怎么的 不 千万别放进张记寨 以防 他有其他的目的 啊 就关在城外 就跟他在城上 说话就可以了 明白 张守敬 跟着人到了外边 顺着马道上了城 手拔着舵口 往外一瞅 报事就没说瞎话 五个人五匹马 这五个人从马上 都跳下来 一手牵着马去撕江 乐呵呵 羊脸 往城头上看着 张守敬看罢了多时 趁着脖子就问 哪位姓马 叫马是要 马是要一抱拳 在下就是啊 哦 张守敬一看 岁数不大呀 二十刚挂铃 小伙儿长得挺干净 请问阁下 是闯王的部队 正是 找我们寨主有事 奉我家田建秀 田将也所拆 我来下书来了 书信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怀里 那你取出来 交给我就可以了 您是债主吗 不 债主是我家老三 我是四爷 交给我们哥俩 谁都是可以的 马是要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 那行了 那麻烦你这样吧 你呀 取出一只凋零剑 把那剑头 把它拔下去 把这封信 拴到剑杆上 射上城头 这个你可原谅了 时局动荡 人心叵测 我们不能不防 马是要一乐 行行行 我理解 我理解 就按照他所说 把这封信 射上城头 等这个张守敬 把信解析的展开一看 不看则可一瞅 啊 哎呀呀 哎呀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 他说了16个没想到 大家正为这事发愁呢 那些苦主 家里的人 被人家绑了票了 求债主救 债主一筹莫展 哎 没想到 让闯王的人 给救货了 而且人家说的非常客气 要择日给送回来 或者你们派人去取 哎呀呀呀 真没想到 张守敬 在城头上高声喊贺 小将军 多谢了 我回去报个信 你呀 先多等一会儿啊 辛苦了 辛苦了 他飞快的下了城 跑进一时大厅 高举着这封信 进大厅就喊 各位 大喜的事 好事啊 好事啊 老三 你看看 张守夜 不知道什么事 把信拿过来 仔细看 哦 天掉下来的好事 真不错 真不错 别人心里不清楚 心上写的什么呢 他叫大家传阅 一句话简短 在场的人 都看了这封信 不认的字 听别人念 尤其那些苦主啊 听见这个信之后 这可高兴啊 趴在地上磕枪头啊 谢天谢地 多谢观见菩萨保佑啊 天上掉下来的喜事 没想到咱家的人 被闯王的人给救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的人头脑清醒啊 债主 既然这样 您速做决定 什么时候去接人 卖 大家先冷静冷静 方才我考虑了一下 我们素常跟闯王的人吧 没有打交道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流寇 我们是国家安善的良民 水火不通路 你说他们 所谓的剿匪安民 把这兰德雅 缝得冷给打跑了 把肉片给救了 这是个好事 我想他们不能没有目的 白白的把人就交给咱 不那么简单 不那么简单 恐怕背后还有苛刻的条件 大家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些苦主就说 哎呀 不管什么条件呢 我们的人安全回来 那就求之不得呀 债主爷 你得抓紧时间呢 管他是闯王的人 还是官府的人 把我们人救了 他就是好人呢 好吧 老四啊 经过我考虑 这事还得你负责 你呀 回去跟那个头打个照顾 告诉他先回去 问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 明天你就专门负责带着礼物 前去败回人家 尽量把肉票全带回来 好周记他们全家团聚 我明白我明白 简短接说吧 这个张守静又到了外边 跟马什耀打了交道 说得清清楚楚 马什耀上了马领人走了 这一晚上 这张守夜呀 没睡好觉 就盘算这个事 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他们是什么目的 现在粮荒啊 这粮食齐缺 很可能要敲我的竹缸 明天我们家老四去了 未必一切顺利 还管怎么的 先蹚蹚路子再说吧 第二天 张守静起了身了 能空手去吗 事先都安排好了 用车 拉了两头肥猪 四只肥羊 两只肥牛 文银二百两 紧断两批 土布二十批 粮食四代 还带了其他的土特产 满满的装了两车呀 带着三十个人压运 起了身子 按着地点 到了黑芝麻沟 田建秀 落脚地 就在黑芝麻沟 等到这之后 跟卡子说明情况 卡子说 稍后 到里边送信 田建秀 早就得着报告了 心里的盘算着 闯王的神奇妙算 肯定能成功啊 咱也别着急 一步一步来 果然 张家晒派代表来了 田建秀 吩咐 马世耀 吴可成 带了二十个人 把院扫得干干净净 他要亲自迎接 等带了几十人 来到村外 跟这张守静见了面的 张守静一看出了一帮人 哪个是田匠爷 穿的衣服 基本都一样 都太朴素了 不过他走在最前面的 是个中年汉子 四方大脸 长得挺厚的 蓝布倦帕包头 粗蓝布 一身棉裤棉袄 扎着腿袋 下边穿着便鞋 穿的是窝窝囊囊 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 难道说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田建秀 我听说田建秀 是闯王手下了不起的 大将能督当一面 难道 就这么普普通通 这要不知道的 这不是种地的庄家汉吗 他正在疑惑的时候 马世耀 跑到前面来了 因为昨天他见了面了 冲着张守静一抱拳 四爷 您来了 还认识我吗 认识认识 小将军 您不是姓马吗 对 马世耀就是我 我们田匠爷 听说您来了 亲自出了应接 我给介绍介绍 这位就是田建秀 我们田匠爷 真是那么回事 张守静紧走几步 一躬扫地啊 哎呀 田匠爷 久闻大名 轰雷光耳啊 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田匠爷请上 受我的大礼吧 聊衣服一比划 要磕头 田建秀 一白手 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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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四爷张守静 哎 不错不错 哎呀 大老远子 还亲自跑了一趟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请到里边吧 里边请 里边请 张守静从来就没想到 这农民军 带人这么客气 在他的思想认为 这帮人是吹狐的瞪眼 落胳膊挽袖的 提刀拿枪 歪脖的横狼 不定什么德行 这么一看呢 温文尔雅 都挺斯文的 他心中的顾虑就没有了 等到了田建秀办公的屋里 他一看就一咧嘴 就这屋啊 里外屋两间 外间呢 就是会客室 放着粗木的桌子凳子 其他的一概没有 里屋他飙了一眼 一张木床 简单的被褥 简直也太朴素的过分了 因为天冷 里外屋生了几个大火盆 好取暖 一进屋呢 暖气不了 田建秀盛情款待 让他去上座 在车座相陪 仆人呢 端上的枣茶 没有茶叶 把他大枣炒胡了一期 比那白水能强点 这是款待尊敬客人 田建秀一笑 没别的可招待 路上干渴 你请喝点早茶吧 谢谢谢谢 我喉咙的确有点干渴 张守静喝了几口茶 往屋里又看了看 我说田将爷 咱呢 过去呢 没打过交道 今天是初次见面 我斗胆问一声 闯王爷 也在这吗 都关注李自成 那能暴露吗 田建秀一笑 闯王爷不在 我们说话给头头是 刘总绍 刘宗敏 刘爷 哦 闯王不在 那好 我就跟您说了 你就跟我说就可以了 昨天 马将军到我们那儿去了 那封信 不但我看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 老实说 从心往外 感谢义军啊 都把你们义军 奉为神明 都说你们是救苦救难的观念菩萨呀 尤其家里被绑票的那些苦苦 那简直以头处的呀 感激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为了感谢义军 派我为代表后 今儿个我这不来了吗 一 感谢田将爷 感谢义军帮忙 另外呢 送来点礼物 不成敬意 拿不出手去 咱可讲清楚 这不是赎金 这是见面礼 两回事啊 请您笑纳 来啊 都都歇下来 什么年月 快到年根底下 那义军眼看粥都喝不上 又有肥猪又有肥牛 又有肥羊又有粮食 虽然不多吧 那解决了大问题 田建秀自然挺高兴 一抱全 哎呀 无功不受禄 这么重的礼物 我怎好收收 哎 拿不出手去 忘其笑纳 代表张家寨 上下几千口子的心意 田建秀一笑 如此说来 我受之有愧了 收下 收下 然后张守敬又说 这个 田建秀是否能让我 见见那被绑票的家属啊 当然可以了 他们就在另一个院里居住 我现在就陪你去看 哎 好好好 那得看看 你光那么说能行吗 到了另外一个院了 一看院里有站岗的 屋门口有站岗的 张守敬 推门等进了 一看 男人们住到东街 女人们住到西街 外建屋也有站岗的 屋里暖暖呼呼 一看被绑的这些人全认的 不过有些人呢 被折磨的起不来了 在抗室躺着 有的呢 也带着绷带 受了轻伤 特别是那些妇女啊 一看有人来领来了 又害臊又高兴 又有点见不得人 是眼面大哭 受了糟蹋和侮辱了 怎么见人呢 张守敬 男女 七个 一个也不少 非常非常高兴 跟大家说了几句 大家放心吧 一会儿田将也开恩 我就接你们回家 你们稍后片刻 这帮人心呢 都飞到家里了 恐怕变化 田建秀也没着急 告诉大家放心 一会儿你们就可以走了 全家人团聚 转身 又陪着张守敬出来 来到客室 张守敬这才说 田将也 我怎么感谢你们 为什么说你们是菩萨 屋口里套肉 把他们给救出来 给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我们张家寨人马虽多 但是抓这些流寇 都不好抓呀 他们居无定所 我们扑东他奔西 我们扑西他奔北 哪儿找去 所以这人呢 命在旦夕 幸亏你们伸了援手 咱这么办吧 光说没有用 您开列个项目 田建秀一愣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哎 什么意思 这不很清楚吗 您把七个人交给我了 您有哪些条件 我能答复的 我即刻答复 答复不了的 回去我们商议 您看 您开列个条件吧 哈哈哈哈 田建秀这一乐呀 把张手镜乐懵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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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句话说错了 田建秀把大手一挂开 你想错了 我们没有条件 我们是义军 我们不是流寇 我们无条件的 把人就交还于你 听众朋友 田建秀 按着闯王的意思 跟张手镜是对答如流 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 谈到人片的事 田建秀说了 我们分文不取 现在你就把人接走 哪有这样的人意之事 张手镜啊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有这样便宜的事 我田将爷 您什么条件都没有 没有 我们是义军 我们是剿匪安民 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这 这 要什么条件 哎呀 您不要条件 我们也得给 我先谢谢了 那么我就厚着脸皮 先把人接走 不过你相信我的为人 我说话肯定算数 我们一定众礼答谢 就这样 田建秀 刘他吃了午饭 这午饭呢 田建秀一次牙 说实在的 我们比较困难 没什么可款待的 今天来个借花献佛 您给送了这么多东西 就用您的东西来款待您 告诉厨下 炒了八个菜 烫了点酒 蒸了点馒头 款待张手镜 张手镜高高兴兴 吃饱了喝足了 把那些被绑架的人 全都请出来 准备了一辆车 让他带回去 田建秀不放心 还派二十个人护送 一路平安回到张家寨 等张手镜一回到张家寨 见着寨主张手业 老三 三哥 这 哎呀 什么毛病 他把两个大拇指 翘得高高 真是仁义之师 人义之师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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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着田建秀 我原来以为着 坐着虎皮金椒椅 刺牙咧嘴 不定多大拍头呢 结果怎么样 就跟个种地的老庄介 人差不多少 说话的时候 非常和气 你猜怎么样 人家不光是那么说 把人全如数交给我了 提到条件 人家分文不取 这个世道 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 简直不可想象 张手业也深感意外 是吗 行了 先叫他们家属团圆吧 哎呀 那些苦主 一看自己家人回来了 肉为天内地 苦地死去活来 自不必说了 当天的晚上 张家寨又开了个会 特别是把几家苦主 都请来了 由张守静 把经过跟大家做了介绍 最后提出来 张守静说 咱做人的得够两瓶 人家够意思 咱也得够意思 人家什么条件都没有 把人给了忘了 那相反的 咱得够点意思 是不是呢 我已经打了保票 我说众理答谢 咱也犯不上得罪人家 这叫理尚往来 人心还人心 大家开个价吧 怎么报答人家 有人就问 那你先 拉出个提纲来 我们听听怎么样 那我先带头说 我跟你们都没商量 我跟我三哥也没商量 那么哪条人命 也得值千八百两的银子 咱呢 不多不少 给人家送去 五千两白银 不算多吧 这是一 另外我发现呢 他们非常非常 缺粮食 在这方面 咱大方点 咱家谁都有余粮 而且我听说 有些家那粮食都无坏了 乐得做个顺水 人情 一共呢 你们大家就给凑 一百蛋粮食 不算多吧 牛 再给凑二十头 驴 凑二十头 马 送五匹 你们这个马 比较尊贵 骆驼 你们还都养着呢 再送去石头 再送去点 其他土特产 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 可都是你们家 出去的事儿 给寨子里找了这么多的麻烦 这你们几家 大伙公贪 你们发表发表太多吧 好 一拉出细批缸来 这些苦主当时变卦了 你看那这儿 人被人家绑着票了 宁愿倾家荡产 什么条件都行 只要把人能救回来就行 现在人安全回来了 说话的语气也变样 这几家苦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都做丫鬟 这 这 这 张手静一看 什么毛病 说话呀 做什么丫鬟 难道我提的条件苛刻吗 他他 哎呀 四眼 你是知道的 我们家里头 并没有那么多钱 不像外头 虫岩那样 这样是 君弹 云赛 我拿不出 那么些的东西来 有的也说 是啊 是啊 在外头 虫岩都有水分 实质上 我们很空 要凑个百八十两的还行 要是上千两 这 有点强人所难呢 刚说到这 当家人张手业 啪把桌子一拍 放屁 哎 我说你们什么货 你们是 你们当面罗对面 武当初怎么跟我说的 只要我想方设法 把人给救回来 你们倾家荡产都干 曾几何时啊 说话不算数了 哦 现在人回来了 你们有了把柄了 心里有了底了 这也难 那也难 这也拿不出钱来 那也拿不出钱来 这样吧 这条件不答应 把人再给送回去 张手业翻脸后的 那说得出来 干得出来 这几家一听全傻了 别别 三爷 三爷 你别生气啊 难是难 难咱得解决不是 那什么时候解决 那个 也得容器缓线 不行 晚饭前都给我准备好 不准备好不行 我别说了 吃晚饭之前啊 哪家的东西送不来 把哪家的人 我给送回去 你看 非得有这插子不可 这一说 如同下的命令一样 没到吃晚饭之前 把东西全准备好了 堆得跟小山一样 胜口也全拉来了 张手敬 这才满意的 扁了扁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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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见着人家 偏将爷 我也有个交代呀 明天 我就把东西分批给送去 为啥 粮食太多呀 那一趟送 那难呢 得出动多数人呢 分两批给送 简短介绍 第二天张手敬 带着其中的一半 送到黑芝麻村 田建秀 盛情款待 说了不少客气的话 把东西收下了 田建秀还说呢 你看我说 没条件没条件 你们这是何苦来 现在那年代如此艰辛啊 拿出这么些东西来 叫我实在受不了 您别客气 这才一半 粮食都在后面 这两天 我是如数给运到 人心都是肉肠的 我们哪能不进进 我们的真心呢 您收下吧 好好好 确实不公 我收下了 又款待了张手敬 这不又进了一层吗 张手敬呢 就跟第一次来不太一样了 在吃酒的时候 就问 我说 田将爷 啊 有话您说 我闯王 现在还有多少人马呀 其实这话不应该问 属于军事秘密 他觉着不外了 拿酒一盖脸 这一问 田建秀一笑 这件事儿嘛 保密 不过 闯王的人马 要多少 有多少 啊 啊 啊 我多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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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那么还想请问 田将爷 闯王的大队人马 难道就永远 住在商周不成吗 啊不 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是一走一过 这不快过年了吗 等到春暖花开之后 我们的部队将要去河南 我们不打算在商周久住 哦哦 原来如此 张守静 问这话有目的 那闯王的人马 在眼皮底下 驻扎了 是压力 那闯王的人要走了呢 无疑的 减轻了压力 总之 当问的 他也问 当说的 他也说 等吃完了饭 起身告辞 他走了 他刚走时间不大 李自成 带着双喜和张奈 几个亲兵 来到黑芝麻村 田建秀一看闯王来了 自然是高兴 闯王进院一看 哇好热闹 这东西堆得跟小山一样 知道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田建秀把闯王接到屋里头 没等闯王问 他就把这几天的经过一五一十 全都如数做了汇报 闯王听霸 满意的点了点头 好 万事开头难 但是咱们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看来大功告成就在眼前 今天我来一则是看看你和弟兄们 二还有一件事情 我已经叫李过 我已经叫李过跟黑虎星打上交道了 黑虎星愿助咱一臂之力 下边的计则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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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有这出戏呢 那您的意思是说 明天这戏还是我是主角 当然了 你是主角 切记 杂货的越凶越好 千万别伤着弟兄 无论如何把这戏要演真 闯王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没有问题 闯王也没在这住 看了看弟兄们 当夜晚间 散回老鹰 田剑秀心里是十分悸动 心说闯王计划 你这事是十分周到 这边要骗谁呀 一骗一个准 看来张守夜 你这夜你也守不住了 这张家寨 用不了几天 就是我们的咯 他心里都高兴 单说张守敬 回去了见着张守夜 把事情的经过一说 张守夜也挺高兴 尤其听说闯王的人马过了年就走了 他心里格外的喝点 急着快走快走 逮着给我心头上压着块铅饼子 但愿他快走 跟送温神一样 别看他救了人质 从内心讲跟我们水火不通炉 等到第二天刚吃吧早饭 冷不顶着 他就听见张继寨的外头 哪想炮声 这哪发的部队了 这怎么回事 报室得炮 报宅主大事不好啦 有人要攻打咱们张家寨 啊 谁这么大胆子 是黑虎星 领着他弟兄来的 正在外头 吵吵嚷嚷 要攻打咱的东门 黑虎星 这个狗质的 来人 给我准备 踢挂 再看老三顶盔冠甲 照炮束带 全身武装 手中提着宝剑 率领一伙人登上东城 居高临下往下一看 齐帆招展 东关外半里地左右 有一只人马 大概没有一千人也差不多 男儿子笑 为首一匹大黑马 马鞋桥上一员大汉 长得四方大脸 浓眉的大眼睛 认识 真是黑虎星 您还记得黑虎星吗 前文书咱说了 他结了李自成的粮 李过去要粮去了 两个人交生朋友了 不打不相识 黑虎星提出来 跟李过冲北磕头 拔拜结交 相处的甚好啊 现在李自成的计划 就有这黑虎星的一份 请他给帮忙 让他主动出击 攻打张家寨 其实这叫虚张声势而已 给张家寨施加压力 张守夜往外一看 果然是黑虎星 他是破口大骂 黑虎星啊 你我同在商周地界 水火不相容 我不犯你 你也不准犯我 今天领着人马来到张家寨 你寓意何为 你想干什么 黑虎星在马上也大骂 张首夜 我告诉你 快过年了 我的弟兄缺吃少穿 今天来了管你要点粮食 要点猪牛羊 白银不要多 一万两足矣 马上交出来 我马上退兵 如若不然 我要踏平你的张家寨 他比起这弟兄 呜好也直函 快点答复 不然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驾云坯工程了 快点说话 张守夜冷笑一声 想得倒霉 我还想管你们要呢 你们不富裕 我也不富裕 黑虎星 你真不仗义 你我本来景水 不犯河水 你三番五次来找我的麻烦 我张守夜 也不是个好惹的 小子你修走 一会儿咱论个短长 分个高低上下 我的张家寨就在这摆着 你供一个试试 小子有种你过来 咱们说你是不想给了 自然不给 好了 弟兄们 攻城 闯啊 到不了跟起来 因为他这城关非常险要 那还是个大坡 而且上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应有尽有 还架着两门土炮 那你要硬工 你的损伤得多大呀 就是离这远处在这炸火 开弓放箭 双方对射多时 这张守静 张守夜心里都发堵 心思得罪了黑虎星 这也是个麻烦事儿 快过年了 他手下人马也挺多呀 三番五次来找麻烦 你说如何是好呢 开门迎敌吧 他也一千多人 未必能胜得了他 不开城门 他堵着城门在这骂 你说这如何是好 他们正在着急之时 突然黑虎星背后打乱 可了不得辣了 来的辣 张守夜就一愣了 龙目光 往黑虎星部队后头望看 再看风卷旗号 斗大一个田字 闹了半天 田建秀带着马氏药 吴可成等篇富将 率领着三百骑兵突然来到 抄了黑虎星的后路 黑虎星没有办法 赶紧扭回头去 对付田建秀 马队战马队 步兵战步兵 就一场的混战 张守静在旁边看得清清 三哥 田将爷这人 没想到人家田将爷 给咱帮忙来了 你说够意思不够意思 你看看 咱也没请人家 哎 你说这不是关键菩萨是啥 是啊 是啊 看来这个朋友咱交着了 哎呀 真没想到 就这样他也没敢开城 他以防万一 就见下边混战离场 黑虎星抵挡不住 往西北逃走 田建秀 率领人马追击 转过山盘去就看不见了 起初呢 还能听见喊沙声 后来喊沙声也听不见了 哎呀 谢天谢地呀 创亡的人马 毕竟是精锐 黑虎星的人是乌合之众 别看人多 架不住精兵的攻击 给打退了 书中代言 田建秀转过山盘去 免了能有五里 就不打了 黑虎星倒转码头 乐呵呵在这等着 一直等着田建秀追到近前 黑虎星大嘴一脸 嘿 大叔 今儿这戏演得怎么样 好 跟真的一样 嘿嘿 哎呀 我怕伤着咱自己的人呢 您快检查检查 有没有受伤 这一检查 有几个受轻伤 刀枪无眼 那假戏的真唱 真就有几个挂采 但都没有性命之忧 田建秀就问 是闯王叫你来的 是啊 是我干爹叫我来的 他论人家指挥 让我来演这出戏 先是假装要攻打张家寨 而后你的人马来了 咱们混战去场 让我就败了 现在我这戏可演完了 也该回去叫令了 下来是您的事 我明白 田建秀一琢磨 这玩意这大战场 一个人都不死 谁能相信 他跟黑虎星说 得抓几个倒霉的 我得带几个人头回去 不见张手敬张手业 怎么能相信 嘿 您放心 我事先早就做好准备了 我们呢 也抓住不少的流口 都压来了 您往那边看看 拴了两串 一共三十个 够用了吧 就借用这三十颗狗头 拉过来砍了 这流口都是小土匪 一声令下 七十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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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三十个给堕巴了 尸体扔到荒郊 脑袋都要 把这人脑袋啊 发迹 笼得一块挂到德胜沟上 歇斯胡拉的 黑虎星走了 咱不说 田建秀按照计划 拨转人马 回到张家盖 张手敬张手业啊 为了探听的消息 都没离开城头 一直在掌握 一看田建秀 领着德胜之兵回来了 怎么知道德胜了 一看那样队伍整齐 两人再看着不少的人头 不由得心中大喜 田建秀按照闯王的安排 与黑虎星演了一出戏 真是演得偏移无缝 跟真的一样啊 打了所谓的胜仗之后 拉着队伍又到了张家寨 的东门 此刻张手敬张手业 张手达张手祖张手光 张家五虎都登上城楼啊 往下看得清清楚楚 张手敬用手一指 三个为首的那位就是田将爷 给咱帮他大忙了 你看看 德胜高胜化的血色呼啦 都是人脑袋 低了度路的 有多少个呀 是啊是啊 张手业也十分感激啊 但是这下警惕性挺高 就到了现在吊桥不拉起来 城门不开 他以防有变 这张手敬首先抱拳探出身子 高声喊 是田将爷吗 田剑秀在马上去抱拳 不才正是田剑秀啊 哎呀我说田将爷呀 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替我们张家寨解了为了 我家债主就是我们老三 要与您搭话 桑哥您请吧 张手业头一次 赔了笑两人 一个劲儿的抱拳 田将爷 听我家老四跟我说了 您真讲义气 闯亡的人马真是仁义之师 不请自来 帮我们解了为 哎呀叫我怎样赶紧呢 您稍后片刻 我把城门打开 您进城歇马如何呢 这就说明这小子非常滑 还问人家 我把城门开开 你进来呢 是不进来呢 是歇会儿 是不歇会儿呢 田剑秀是干嘛 看出来 他警惕性挺高 田剑秀赶紧以报权 多谢多谢 我债主 我们是义军人 是剿匪安民的 不管的黑虎兴白虎兴 只要侵扰本地的百姓 我们是绝不答应 方才呢 把他担跑了 没有彻底消灭 留下点遗憾 尽管如此 我们也斩祸 扑风 您看 这都是他的补价 算他们倒霉 碰到我的刀口上了 说着一时眼色 手下的人把人头全摘下来 噼了扑噗噗噗噗噗噗噗 都扔到城关前头 一大堆呀 让城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另外呢 我家里还有点事 我急需要回去处理 我也怕黑虎兴这小的报复 为了以防万一 就不进城了 咱们改日再会 告辞了 咦 张守夜一看 这人太坦荡 太光明磊落了 觉得于心不仁 这 这怎么好意思 你们出了这么大的力 连口水都不喝 一会儿都不休息 这叫我如何报答呀 这 咱们今后就是朋友 谈不到报答不报答 哎 田将爷 有哪些困难 现在您就提出来 您看怎么样 哎 债主啊 实不相瞒 不怕你见效 年关已尽 我们弟兄众多 这粮食不太够 如果债主也行个方便的话 借给我们点粮 我倒是愿意接受的 行 一万个行 这是我们应该孝敬你们的 你说要多少 我没法张嘴 多多益善 债主也 你决定 你给我多少 我也不嫌少 哎 这样吧 连前者的一半 我再给你加点 送你一百袋粮食 如何 多谢多谢 这就不少了 一百袋粮食 嗯 什么时候给你们送钱 那债主也 你说呢 我说 您先回去 明天粮食准时送到 让我家老四代表我去送钱 怎么样 哎呀 债主也 老叫你们费人费力的 我欲心也不忍 这样吧 我身边也有人 我留下一部分弟兄 明天呢 帮着押韵 不知债主 意下如何 你要觉得不方便 那就算了 不 那怎么可能呢 行行行 留下一部分客人 我双手欢迎 您说留下多少 留下几十人就行了 我看 这样吧 还叫马氏药 跟你们都混熟了 让他带着五十名弟兄 明天押韵东西 赶奔黑芝麻村 你看怎么样 张守燕一琢磨 才留下五十个人 这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还能反了天呢 即使有个万一 架不住我一花了 我这有上千人马 五十个人不够变马蹄子 所以心里毫无防范 行行行 一言为定 马氏药事先 早就接受了计划 田建秀跟他讲的清清楚楚 这叫你迎外合呀 神不知鬼不觉 就强占他的东门 所以马氏药带了五十个弟兄 就留在张下寨 人家放下吊桥 城门开发 马氏药进了城 人家把吊桥又挑起 城门又关上 田建秀领着其他的人马 回到黑芝麻村 回来还没等闯过这口气 有人向他禀报 闯王到 请 李自成高高兴兴 带着李过黑胡星 从外边进来 闯王一进来 乐得合不上嘴 我说建秀 你这戏演的太棒 天衣无风 连神仙也猜不透 闯王 这不是在你的策划下吗 我算个啥 闯王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咱把五十名弟兄 全留在城里 我看那意思 张守夜张守静 一点都没怀疑 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占领张家寨 按计划行事 你现在手下还有二百多人 我又带了四百七零 家里一起将近七百人 马上就用饭 用完饭之后 起身 赶奔张家寨 但是 务必非常谨慎小心 不能叫寨里的人察觉 要察觉 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明白明白 马上卖锅造饭 人们饱餐了战饭 勒紧了袋子 各拿刀枪 骑兵怎么办 把马的V50全摘下来 这一段路可以骑马 但是必须走必尽的小路 不能让人发现 越隐蔽越好 等离这张家寨不太远了 各个从马上跳下来 把马交给人看稳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骑兵它施展不开 就一条道 可以进寨子里头 那么多的骑兵互相拟击 怎么能行 就不如步兵方便 所以一个个是 短一斤小打扮干净利落 埋伏到石喇子和树林之中 闯王坐镇亲自指挥 看看这会儿得偏 日头刚落山 早呢 得明天黎明之时才能动手 那怎么办呢 弟兄们就得忍着 一个个把衣服扣紧了 受着北方再冷也得坚持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都知道张家寨是聚宝盆 要打开了 吃饭问题解决了 年前后就不成问题了 谁不兴奋 就是再冷心里也是热乎的 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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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间怎么这么长 慢慢长夜 尤其是冬天白天短 黑天长 盼着四晶天 哎有东京 单单说张家寨的张守敬还真是个办事的人 他几乎没怎么睡觉 到四晶天他早起来 洗完了脸 竖完口 吃了口早饭 兢兢兢兢的 把该准备的东西早都准备好了 车辆一辆挨着一辆 把粮食装上车 用绳子划好了 该送礼的礼物也装上车 他也派了五十名弟兄 张守敬决定亲自押运送到黑芝麻村 这人们呢 一个个揉着眼睛 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 一看天还黑一阵 张守敬就告诉 赶紧赶紧啊 大家就起身都准备好了 前后照应好了 又来找马世耀 马世耀一宿也没睡好觉 有任务在身 心里说闯王和偏将爷 把千金重担交给我 占领城门的事 我负责呀 万里有个意义 把世界弄插屁了 我就得被活扒拉皮呀 那还了得了 因此都乌了八度 昏昏沉沉 似睡非睡 熬到四更天 外边的动静早把他惊醒了 他赶紧停亏 灌甲照袍树袋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带好了配件 指挥五十名弟兄 在外的列队 张守静一看挺高兴 哎 起来了 起来了 睡得怎么样 哎呀 睡得舒服极了 要这么的 咱们早点起身吧 好吧 赶到中午之前 到黑这么粗 可以可以 哎呀 还得让你们费事 又派了这么多些人护送 应该的应该的 客气什么 列列队集合集合 开始开开始 走走走走 那寨子能有多大 眨眼到了东门了 张守静吩咐守城的 精神俩 放吊桥开城门呐 有人直夜班呐 答应一声 一脚碌碌巴 紧跟着把大所打开 把城门开发 那城门都一丈八尺多高 后下不到一尺也差不多 两边铁板包着 在那个年约 叫这门还有个打开 两个人开一扇门 把两扇门开开之后了 好叫这些人通过呀 就在这时 庄子里的寨兵在前边 马氏要领的人在后边 这张守静也紧跟着 都牵着牲口 就上了吊桥了 因为人还没出的静呢 门不能滚 要的就是这个节奎 马氏要领看醒了 等关上城门就来不及了 他冷却防得把宝剑拽出来 一回身对着张守静 唰就一宝剑 张守静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这一宝剑正砍在肩膀上 哎呀我的妈呀 哭通坐地上 咩咩 一宝剑把他看清醒 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你俩字还没等说完呢 马氏要第二宝剑就到了 对不起 你就在这 扶你宝剑 把他人头砍下 张守静就死在城门边上 紧跟着马氏要奋吹一声 占领城门 他这留下这五十个人 如狼似乎 移兵师啊 那都是挑选出来的 经过精心安排 事先早就计划好了 有三十个人占领城门 二十个人顺马到上了城 把守城的那些债兵杀的是东北西跑 没出三分钟就占领着东棍 马氏要奋飞升 赶紧发信号 快发信号 事先呢 把那信套都准备好了 跟现在过年 放的二旗角差不多少 点好了要信的往空中一扔 咳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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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还不亮 借着山谷的灰音 听出多远 两六火光 发出信号 李自称咱们在石喇子和树林里 看得清清 吩咐一声 冲 李过 黑虎星 班安任凳 上了把跟箭头子一样 眨眼之间就冲到东门了 再配合着马氏要的人 哗一声就杀进张家寨 说张家寨那不还有几十个人呢 那几十人下的都没卖了 躲的躲 藏的藏 跑的跑 被杀的被杀 早就散了连子了 因此一军没废 吹灰之地就进了张家寨 田建秀 领着人当先杀的十字节 但是田建秀下了命令 中卫听到 凡是顽固反抗者 杀 有不抵抗者 一律不准杀 尽量少杀人了 你得约束 尽管再三约束 你想这种事 能不杀人 它不可能了 刹那之间 整个张家寨就乱套了 有几处民房也着了火了 火光冲天 老百姓这哭爹叫马 东穿西跑 有人早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张首页 张首页呀 一点察觉都没有 老人这第四个小老婆 正睡觉呢 就穿个裤衩 上时光个膀子 她这屋檐暖和 她觉得万无一事 正在美梦当中 突然被惊醒了 隔着窗户室一看 火光跳跃 她就知道有点不妙 她赶紧问 怎么了 报告债主耶 李自成的人马 杀进咱们宅子了 城门丢了 到处都是李自成的兵 哎呀这还了得 赶紧把家门关闭 家门关闭 就是他们家的房子 原来啊 他们老张家 是城中有城 外边这一圈 是张家寨 里边这一圈 是老张家的住宅 这地势 选的也好 这院子修理十分精 高矮 跟外边城墙差不多 都大条石砌成的 高大的门楼 九栋台阶 有上马师下马师 还有一对石头狮子 他们家里七层院 隔五个 三亲六故 全住在这个院里头 往他的亲兵卫队 就有二百五十人 这一乱 不少人跑到他家里避难了 因此人满为患 前院后院 到处是人 男的女的老的少爹 哭爹叫马 张守夜利用这机会 把衣服穿好了 手提宝剑 亲自指挥 严门 严门 不管是谁 一律不准放下来 把他们家的家门也关上 他们家这门呢 虽然赶不上城门那么厚 没有那么高大 可也不含糊 那家关闭之后 上市所 上城亨栓 里边再拿瓢石 顶上 你也进不来 张守夜 马上领着人 登上高墙 在这防御 事先这家警惕星就十足 他们家里的什么多 强攻 硬武 鸟枪 火枪 火冲 硬有尽有 烟刺 都登上高墙 在这防御 见着异军就射 这一下把异军 打死 打伤了不少 田剑秀一看不行 硬攻不可以 把手一挥 大家躲到对面的民防墙后 就隔着一条街 对面就是老张家 工了半天没拿下来 田剑秀极的 光光之跺脚 这这这 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又哆嗦不上来了 这这气死我了 闯王有令 尽量避免伤亡 硬攻不是不可以 但是 硬攻的死伤不是人 人家有火气 所以说 尽量的少伤人 得想其他的办法 田剑秀急得直跺脚 正这时候 闯王到了 闯王躲到墙后 见着田剑秀 问了问情况 田剑秀一皱眉 这钉子很难起 闯王看了 用炮轰怎么样 那当然是好 哪有炮 你忘了 他这东城楼上 还有两门大炮 我们运行一门的就顶用 是啊 那太好了 马上派人去运大炮去 结果到那块 那人傻眼了 巨型大炮 里头是铁柱的 炮口有二碗那么大 外里用鱼木包着 又打了多少道铁箍 用石头 焊在城头上 这一门铁炮 重有几千斤 怎么个运法 全傻眼了 回来禀报李子成 李子成一百说 不行 不用 城头上可有炸药 有 有 炮弹都有 把炮弹 炸药 赶紧运来 人多好办事 时间不大 左一框右一框 都运来 闯王探神 看了看他们家的门楼 老天啊 这么 你赶紧派人动力 敲稿 在弓箭掩护下 把门楼 挖个窟窿 天埋炸药 给我炸个塌 他的门楼 停 这也开弓放箭 双方对射 在弓箭的掩护下 一军派出二十几个人 强壮的小伙子 各拿敲稿 一个冲锋 到了张家门楼下 大门紧离着 到门楼 这倒是保险了 弓箭也设不着 因此他们开始动弓 天平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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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地皮十分坚硬 一个是冬天天寒地冻 二一个 这寨子建的半山腰 地啊 基本都是石头的 那那三十多剑英 那狗跑上之冒火星的 震着手腕的发酸 一半会儿这眼儿打不出来 那没办法 轮番地砸 哎呦 大伙就卖了命 好不容易抠了个坑 这坑啊 能有二尺多深 像井口那么大 跟闯王一说 闯王觉得差不多少了 吩咐一阵 田埋炸药给我 炸 听众朋友 书接上文 上回书 咱们正说到李自成 智取张家寨 为什么智取 硬打打不下来 说个白话 这招可够损的 把老张家哥我给糊弄了 咱们正说到 外城没费劲拿下来 老张家的家 拿不下来 他们是城中有城 寨中有寨 他们在这 凭着坚固厮守 最后李自成出了个主意 用炸药把门楼给炸塌 那年月炸药已经早出现 那比人的力量 那大得太多太多 没法相比 义军弟兄挖了个坑 把一坛子一桶炸药 搁到里边 埋好了 引燃了导火索 噬噬 这院里的人就察觉着不对劲 哎呀 张手达也好 张手叶也好 心说怎么没声了 怎么不喊不叫了 发现门楼下的 痴痴的冒烟 他们脑子一闪 哎呦 明白了 他们要用炸药 赶紧往后院跑 腿快的 脑子反应快 跑的快 那迟针的 还没等来的一跑 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 再坚固的门楼 也被炸了个分碎 反倒过他 一军透过农烟 冲 就冲进老张家他们家 他们夺路而走 出后门 但是后门外早都站满了义军 就等着他们出来 结果无一漏网 咱不挨个说 张家五虎全部丧命 老张家的家族 包括小孩在内 二百多口也死于非命 义军就攻进老张家 至死张家寨 全部被义军给占领 您想这么大的事 能少死得了人吗 那是战争 难免死人 打起来眼珠的都红了 不分青红造白 错杀的 恶杀的 也大有人在 你不这样也不行 李自成的义军 占领着张家寨 就寻找粮食 除了地面上的粮顿粮库之外 他们惊奇地发现 老张家还有巨大的地库 地下仓库 您说这仓库有多大 站在暗道门这边 往那边看一眼看不到头 里面医学的一顿的全是粮食 在那个年月 他囤积了多少粮食 没法囤积 商周的老百姓 饿死了无数 他们家粮食是堆积如山 您说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 不铲除怎么能行 不杀不足一瓶民愤 不仅是粮食 什么不匹 绸缎 金银财宝 那也是多的是 义军端掉张家寨 打了个大胜仗 也发了一笔横财 这粮食一车一车 送进老营 人们不忙旁的事 光芒运粮的事情 运物资的事 把粮食运光了 张家寨也不能留着 怕有人到这继续占领 一把火火烧了张家寨 有的老百姓乐意跟着走的 你就跟着走 不愿意跟着走的 各奔他乡 把这一为贫庇 这是商周年根底下 最大的一场仗 最大也是最有影响 方圆数百里的人士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个局面整个打开了 有些为父不仁的家伙 有些大财主 听说义军来了 脑子都疼 只要义军写封信 借梁 对方连杯都不敢打 恐怕成为第二个张家寨 有能力的就借梁 没有那么多梁就借钱 这不就是打开局面了吗 义军在年前 接二连三做了几次买卖 腰包也丰满了 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 那么多的粮食 除了留下一部分应该留的之外 剩下的开仓放粮 占切老百姓 上周那些穷苦的老百姓 简直都乐疯了 眼看着年关年关 过不去年了 全家人砸脖就得饿死 没想到一举放粮了 能不高兴 咱们不厌其烦的说 什么是宝贝 真正的宝贝就是粮食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王 什么都不干行 不吃饭不行 你天大的本事也得吃饭 所以说粮食问题一解决了 救活了数以万计的老百姓 为什么老百姓编了个顺口粮 是英闯王不纳粮 闯王好 吃得饱 那个时候发生这么大的事了 那官军怎么不介入 义军想怎么的怎么的 那官军就不管不问 中卫您听明白了 这官军没有那个力量 全龟缩到省城里 不敢动窝 他们也知道打不过义军 叫李泽成的义军 全给下裂了胆了 大部队都奔着北京去了 到那秦王去了 小部队不敢出战 所以这商周一带 就成了义军的天下 咱这么说 多少年来这块旱灾 老百姓饿死了无数 今年破天荒 就能吃饱饭了 这个热闹劲就甭提了 就拿李泽成为首的义军来说 每年过年都在马背上过的 吃这顿没那顿 鸡肠鹿鹿 疲于奔命 今年破例 过了个安稳的年 老营里边又分又分面 又杀猪又宰妞 多少的 分些许点酒 这义军吃饱了 饭了再喝他两种 那个高兴劲 那个美劲 就甭提了 过年的这一天 老百姓奔走相告 大家都来给义军拜年 都来给闯王拜年 但是咱要说明的是 李泽成啊 隐姓埋名 说他叫李鸿基 他不是李泽成 是李泽成手下的一支义军 但是有很多明眼人都知道 哎 大家也不便捅破 这个李鸿基就是闯王李泽成 他平易近人嘛 所以李大帅长 李大帅短 老百姓之间也互相拜年 还有贴福字的贴对子的 三身碗上贴财神的 居然还有人放起了炮仗 这是多少年来 销声匿迹的事 现在全都复活了 义军是喜气洋洋啊 李泽成下令 放假三天 三十出一出二大放假 但是要求三军是严守军纪 哪一个私入民宅 哪一个调戏妇女 哪一个戒酒撒风 按军法从事 所以约束得很厉害 光阴刺剑日月如梭 展演就到了初八 义军呢 早就开始恢复了工作了 开始上班了 那么李泽成呢 又把各大将重新进行了分工 除了李泽成之外 第二把手刘宗敏 掌管全局 另外掌管军阀和军纪 李过专门督练三军 麻布三军的训练交给李过 原宗帝高一公 负责在外地打粮 你别看解决吃饭问题了 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粮食没打下来之前 必须得解决吃饭问题 老百姓还得吃饭 这个工作量是相当艰巨 就因为这些事 发生了两宗 极不愉快的事 本来李泽成啊 生活很有规律 咱们说了 多少年过年都在马背上过的 唯独今年踏踏实实的 过了个年 李泽成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师 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起床 李泽成这个人非常勤俭 从来不睡懒觉 说日子都晒屁股了 还不起来 没那时候 他早早的起来 熟悉已闭 到院里 打拳 踢腿 拉弓射箭 练他的宝剑 等练完了之后 牵着马 带着亲兵 还得在外地视察一圈 等回来偏刚亮 吃完的早饭 稍事休息 李泽成一看也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 他要静下心来 在他的书房 拿起毛笔写几张大仿 一笔一划一撇一耐 认真地学习 现在他的书法大有成绩 写完书法之后 再静下心来多读读书 书里有黄金啊 要想成大事者 不读书怎么能行 所以李泽成 天天认真的读书 从书里头 如饥似渴的 学习知识 那么学完了 再睡上一觉 下午再处理军营的事情 有条不紊 本来正有规律的发展 出八这天出事 刘东敏派人给他送信 说有人违反军纪 这违反军纪的是谁啊 就是王吉元 您还记得王吉元这个人吗 前文书咱说了 李自成到古城去见张献忠 张献忠很够意思 为了拉李自成一把 送给他一百七兵 那七兵头就是王吉元 这王吉元是张献忠手下的心腹爱将 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把他带回上落山中 这王吉元表现得还挺好 这小伙今年二十挂铃 勤勤恳恳地干事 但这回不知道为什么 违反了军纪 原来啊 李自成看他有出息 想要培养培养他 叫他跟高一公在一起 搭着手 高一公负责出去打梁 就带着他管账 哎 这钱都惊他手出路 你说有时候打了梁行 没有打梁的时候呢 就得买一梁 手里有一定的积蓄 没想过春节了 这王吉元背着旁人不知道 跟他这朋友进行赌博 就这一晚上输掉雪花白银五百两 各位啊 要在当时五百两白银 那可是巨大的数目 你想一两银子 能换一千二百个铜钱 这一千个铜钱 就叫一串钱 你说得买多少东西 他这一晚上 能输掉五百两银子 这还了得 那是公款 事发之后 王吉元又要投警 又要上调 他害怕呀 害怕除非 高一公知道 马上命人把他逮捕起来 五花大榜 高一公的眼里揉拨他沙子 执法入山 本应当把他斩首示众 但又一想 他是闯王派来的人 最好交给闯王亲自处理 是杀是果 闯王爷 闯王爷你自己做决定 故此他派人给闯王送了信 说明王吉元的事 把李自成给气得一拳锤案 嘿 李自成信说 王吉元啊 王吉元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破坏我的军机 你胆大包天 这还了得 非杀不可 哪有话没得可说 他知道 到初八这天 有人把王吉元送到老营来了 现在可能是在路上 李自成心乱如麻 也没心写大凯 也没心读书了 他倒背着双手 在老营的屋里转来转去 心说抓军纪抓军纪 我一直没有放松 但是为什么还有人 胆大包天敢破坏军纪 其实破坏军纪的 不管是各地来的人 心头来的人 咱都不说 就是老八队 原来李自成的班底 败坏军纪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 过去战争年月 有时候李自成是 张一个眼 闭一个眼 现在考虑的是 非抓军纪不可 我们是义军 我们要平匪安民 要给老百姓做主 否则我们起义 为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咬兵 我们叫什么义军 所以必须严厉整顿 不然的话 这是义军内部的蛀虫了 腐化堕落 整个义军就得垮台 李自成看得清清楚楚 但为这件事 跟田建秀发生了意见分析 田建秀基本上同意李自成整顿军纪 但是他劝李自成缓败 因为什么 现在我们出于低谷 困难重重 你说你在严厉整顿 他怕义军滑面散了帘子 但是李自成没听 宁愿散帘子 也不能听之认之 不管哪来的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处犯了军纪 啥无赦 不这样 不能行之有效 就这样 还有人处犯军纪 你说李自成能不生心 他这肚子简直掉 气爆炸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有四个人 不知的是谁 到小王家弯 到一个寡妇家里去 要强奸王寡妇 这王寡妇不从 一喊救命 正好义军的巡逻兵 在外头通过 听见呼救声 闯进来了 把那四个犯罪分子 给惊跑了 从后窗跑去 翻到后墙 可这件事情 闯王也知道 这四个人是谁 多大的胆子 一军三令五身 不准调戏妇女 这要强奸妇女 欺罪大义 但是这四个人是谁 谁领头干的 到现在还没查出个究竟 正在巡查的时候 这件事情 李自成为任给刘宗敏的 叫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一旦要查出来 号令全军杀巫社 就是这两件事情 把闯王心里头搞乱套了 他纷飞成带马 到外的要透透新鲜空气 亲兵头目李强 把乌龙军给他备好了 李自成刚要上马 往大道上一看 来了十几匹马 有十几名义军 怀抱着回头刀 中间压着个人 也骑着马 无花爸爸 一眼就看出来了 王吉原 到了 是高义公特别给他送来的 交给李自成出事 李自成从马上又跳下来 就在老营的大门前 街道的旁边 在这站着等着 眨眼之间 中义军把王吉原压到面前 从马上跳下来 把他也揍下来 几个人胡同全跪下 王吉原 面如土灰 睁着无神的眼睛 看了李自成一眼 没敢言语 把头一滴 一语皆无 为什么 王吉原甚至准死无疑了 肯定得掉脑袋了 现在后悔 悔得长得都清 挪用公款赌博呀 那不是现在有的事 过去古代就有 王吉原后悔有什么用呢 所以高义公派人 把他交给闯王的时候 他那些好哥们 还给他送行呢 把过年没喝的酒 拿出来 让他喝了几口 大伙就说 王兄啊 哎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你保重 王吉原也说 各位啊 我违反了军纪 肯定我是活不成了 二十多年之后 你我弟兄再见吧 大家千万奉公守法呀 咱们用别的 就这样把王吉原送到老营 在路上这王吉原呢 除了想到死之外 另外还想到家乡 他还有个老爹 每一年他都就派人呢 给老爹送去点钱 让老爹度过饥荒 维持生命 想到自个儿要掉脑袋 我老爹将要依靠何人 还用问吧 就得动恶而死 而不孝 到现在什么他都想起来 闯王这一见着他 他一看闯王的眼神 再看闯王的脸色 他还敢说什么呢 没词了就等死 李自成提着马鞭呢 大步来到王吉原进前 看了他一眼 在他后背上就抽了一遍 把王吉原抽的一距离 闯王 李自成就问他 王吉原 输了多少钱 五百两 大点伤 我输了五百两 那是什么钱你知道吗 是高将监 买粮食的钱 王吉原 现在军中缺粮 那老百姓饿死无数 就等着这点钱买粮食呢 你给输了 你多大的胆子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闯王爷 您别说了 我最害万死是死有余辜 王吉原 用公款赌博 犯了事 输了雪花白银 五百两 这可是极其严重的事件 明知是准死无疑啊 在闯王面前 情死 但是李自成 看见王吉原 他这个心里不是滋味 就回忆起 古城之星 也想到 跟王吉原 初次在树林 见面的情景 这一路之上 王吉原 保护着他 返回商座山 想起了 王吉原履厉战功 勤勤恳恳 忠心不二 又想到 他是张献忠 送给他的人 跟自己原来的 班底还不一样 怎么办 这就动了一点 怜悯之心 原来恨得压根都痒痒 小爷把他杀了 但是现在 有点变化 决定饶他不死 但是李自成是真恨 用马鞭子狠狠 抽了他一边的 审问了之后 吩咐李生 来人 一向当跪的手的钉三 回报赠名刷量的 鬼头刀过来 认为着 闯完肯定第二句话 斩 把他拉下去 脑袋给他砍掉了 大刀抽出来 准备要下手了 但是李自成 没那样吩咐 把他的衣服拔掉 抽他一白鞭子 给我还能给他抽 不是砍头 抽一白鞭子 那也不清 死最好受 活最难糟啊 那天那个冷 扒光了衣服 赤身裸体 爬到地上 两名士兵拿着鞭子 轮番抽他 啪 啪 啪啪啪啪 啪啪 啪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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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纪元 抽的是鬼哭狼嚎 都没有人动静 李自成 把身子撞过去 不忍地再看 李自成 心里头 凡夫的思想 要饶了王纪元 怎么说服那些大将 有什么理由跟他们解释 这可不是寻私情 同时李自成 扪心自问 感觉到自己作为统帅 也有责任 原来呢 军规军纪上 哎 定得不那么严谨 甚至没有赌博这一条 所以说有漏洞 好像多少有点理亏 他正想着手 一百遍的大王 回窗王 大王 王纪元怕的那都起不来了 李自成看了看看 好 王纪元 窗 窗王 今天我饶你不死 留下你这条狗命 下不为例 啊 王纪元做梦没想到 认为这肯定得掉脑袋 没想到李自成 特例把他饶了 挨了一百遍的 那是便宜 养好了伤 那不就完事了 王纪元感动的是痛哭流涕 歇窗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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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来了精神了 趴在地上 崩崩崩 喝香头 李自成告诉所有的人 把他嫁回住处 好心调理 让他多吃饱饭 王纪元 伤好之后到老营来报道 我还要见你 是 歇窗王爷 歇窗王爷 有人架着王纪元 走着 李自成望着他的背影 好半天没说出话 那老营的总管不明白 这种事没有过呀 亚迪圣经 请示李自成 窗王 就把他这么饶了 嗯 饶了 那 那别人要再处犯了 那怎么办 这样吧 怪我们的军纪 并不严 有一漏之处 传我的命令 把禁职赌博这一条 加上去 要用军捆 赌博者 十两之下 打二百鞭子 十两之上 抽三百鞭子 十五两的树木 定斩 半老 加上去 是 别人不敢多问 李自成也没解释 张献忠那些事 打狗得看主人 将来见着 张献忠怎么说呀 所以这个事 也没有必要 跟什么亲兵头目 老鹰宗馆去解释 总之这件事 处理完了 李自成的心里 觉得多少痛快点 就是那四个人 要强奸民女的 还没有调查清楚 究竟是谁 不得而知 他们的情况 跟王机元 还不一样 太恶劣了 那是非杀不可 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 李自成想到这儿 带着亲兵 张奈和双喜 催马 到了张家陀 援兵场 就是一只湖李过 在这儿练兵的地方 哎呀 山根下 一片平地 这儿尘土飞扬 士兵们练得是热火超天 李自成立马定睛瞧看 这李过 满头大汗 骑着马 蹿来跳去 在这儿指挥着 分成了几大部分 一个是镇法 什么一字长车镇 二龙出水镇 天地三财镇 等等的 李自成一看 步伐凭整齐 军容挺威武 但是比较空 没有什么奥妙 变化性不大 李自成就突然想到 看来我手下缺少一名军士 缺少刘伯温 缺少诸葛亮那样的人 哎呀 李自成是求贤若渴 说到这儿 咱得交代一句 大伙全注意到 你看过年都在家里 团圆过年 唯独缺少一个重要的人物 老神贤 上子明不在 上子明 奉了李自成的指示 做一件大事件 到北京去访贤去了 就是访诸葛亮 刘伯温那样的人物 但很多人都不敢问 只有李自成 心里头有数 李自成看完了镇法之后 又看了看 有一队士兵练爬成树 哪来的成啊 就落了五张高桌 有的落六张桌 两旁边有人扶着 这士兵们离老远跑过来 练习攀成树 成成成成成 爬到最高上 一个跟头翻下来 有的快四猿猴 手脚麻利 有的特别捉奔 爬到半道上掉下来 有的根本爬不上去 有的连人在桌子 全都扑倒了 李自成非常不满意 催马来的进前 甩凳从马上跳起来 先别练了 大伙一看闯王来了 呼拉哨 全站好了 闯王闯王 你们的教练是谁 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 闯王爷 我就是教练 你不就是王虎吗 正是我 王虎 你要抓紧 练这种爬成树 是个苦差事 你要不加紧 都办他们练 将来有朝一日 用上的时候 可就麻烦了 到时候完不成任务 我唯你的示威 闯王放心 这些人呢 大多数新来的老百姓 还有些过去是土匪 投靠咱们异军来了 从来没受过训练 因此训练起来比较困难 不过您放心 只要给我时间 我保证能练出一支精兵的 然后一个漂亮的翻身 轻飘飘 双脚落地 士兵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哎呦 怎么闯王爷 可真了不起 咱们啥时候 能练到他老这种程度 李自成告诉大伙 平时多出点汗 多负点辛苦 暂时少流点血 避免大量的伤亡啊 弟兄们可要抓紧这链子 是是是 李自成这一来 义军们是身受无骨 那练起来 干劲冲天 李自成又看了看其他的 有练习射箭的 有练习举顿子的 最引起他关注的是 长枪队 这长枪队啊 在西北那个脊脚 四五百人练的是热火超天 这长枪队分了两队 一队二百人 真是长枪队 拿那么多长枪 手里拿的都是白了杆子和猪杆子 但这个尺寸差不多少 长的都是一丈八尺长 视为长枪队 还有二百人组成了短枪队 说这短枪队也不是短枪 所谓的短字是比那一丈八短 比其他的兵器还是长的多 尺寸在一丈左右 但是那杆子都比较粗 正好刻吧 这么两队在这艰苦训练 这个是李自成的倡议 原来李自成的部队 大部分都是骑兵 由于战争的消耗 战马 严重的损伤 现在补充不足了 只好抽出一部分军兵 变成了步兵 但这个步兵战斗啊 比起骑兵的 他要吃亏 那骑兵又快 人高马大 那步兵靠的是两条腿 严重的伤亡 为了弥补这个 避免损失 李自成提议练长枪 一丈八尺上的长枪 那够骑兵就够得着 调马也好 调人也好 他方便 那么提议之后 大家一致赞成了 就找了这么些白了杆子 那么多的猪杆子 得有个人教他们练枪 这个大枪啊 是摆兵刃之中的贼 什么意思 大家都说 大刀是兵器之中的帅 大枪是兵器之中的贼 还有普遍又最难练 变化莫测 什么乌龙出水 外盲翻身等等等 变化多端 大枪要使好了 那可了不得 要讲究义军中 对枪最有研究的 是刘方亮 刘方亮啊 是祖传 使的是沙家枪的枪法 之后因为刘方亮 是个有心的人 他又把七架枪 就是奇迹光的枪法 杨家枪 高家枪 许多的枪的奥妙 综合在一起 独创了一门神枪 刘方亮 那是常山赵子龙样的人物 可了不得 谁也比不了 现在刘方亮不在 在萧山跟高夫人在一起 没有这么个宗教练 怎么办呢 搓子里八大个 选来选去选去选来 有一个人可以当宗教练 此人也姓李 是李自成的堂弟 叫李洪恩 因为大排行排到十二 所以又叫李十二 李自成非常喜欢他 老管的叫汝名 叫小恩子 这个人精灵怪节 对枪上有研究 所以就选中他做了总教练 其实他很称职 兢兢业业 自从他接管这个工作之后 认真的教练大枪军队 练得颇为出色呀 李自成为了感兴趣 亲自到这立马观看 一看的确有进步 比年前强多了 这李洪恩呢 正在这指挥练大枪 斜眼角一看 出王来 他这身子就一震 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李自成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假装没看见李自成 手中拿着小琴 指挥长枪队 刷刷刷 继续练 双喜看见了 就喊 十二叔 十二叔 闯王爷来了 他才假装才发现 啊啊 赶紧跑过来 二哥 您来了 嗯 李自成从马上跳下来 看了看 那李自成的眼睛不如啥子 也发现 这小恩子 眼神 飘忽不定 眼神里透着恐惧的样子 李自成心里就一翻个 嗯 他为什么有意回避我 不敢跟我打队眼光啊 莫非他心中有愧 他马上就联想到四个人 夜入民宅强奸妇女那件事 能不能是小恩子干 嗯 又一想不可能 因为三军都练 是一只湖 李过 李过抓军纪是相当严的 这小恩子在李过的志下 不敢触犯军纪 但又一想 这玩意不能打保票 为什么想到小恩子身上 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调戏过妇女 那次闯完好 宣布把他宰了 他跪在高夫人面前 苦苦的哀求 高夫人助他一臂之力 才免了他的死罪 打那之后 李自成对他 没有提拔重用 要按理说 他又是十二帅 又是李自成的十二弟 又是李过的十二叔 怎么说也得沾点光吧 现在依然是一个练兵的头目 为啥呀 就是李自成 从心往外对他不信任 所以没有提拔重用 联想到过去这段历史 所以李自成的心里翻了两个个 但是事情没有调查清楚 无凭无据 你也不敢断言谁是谁 光凭着他的眼神 也不敢说 这事就是他干的 所以李自成心里默默地祷告 但愿不是我的老弟 这要出在我们老李家 真是小恩子干的 你叫我无何事 我怎么处置 李自成想到了 现在李氏家族死伤殆尽 身边剩不了几个李氏家族的人了 亲兵头目李强 是他本家的一个侄儿 还有这李洪恩 是他的堂弟 再就是还有两个姓李的 跟着高夫人没在眼前 难道说都把他们杀了吗 老李家挖描断根吗 李自成不敢想他 把他抛在一边 李自成还表扬了他几句 恩子 教的不错 二哥 多谢您夸奖 反正 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 我制定了一套枪法 每天认真地教他们练习 我看着也有所长迹 恩子 三个月之后 能把他们拉出去吗 能 用不了三个月 两个月就可以派上用场 不过恩子 我要的可是精兵 二哥 我也没说不给您精兵 如果拉出去 派不上用场 你唯我试问 砍我的脑袋 恩子 君无戏言 我敢跟您开玩笑吗 我说的也十分认真 好 哈哈哈哈 好 我相信你 就认真地练吧 哎 刚刚说的这么几句话 一匹快马从远而进 报式的军兵从马上跳下来 来到李自成进前 报 川王爷 刘总绍请您过去一趟 有事跟您商议 刘总爷是谁 就是刘宗敏 二把手 主抓军纪 李自成明白了 肯定调查出眉目来了 要请示李自成如何处置 李自成点了点头 好 我马上就去 恩子 恩子 恩 二哥 好好练啊 我要走了 李洪恩居然没听见 他脑袋开始六号 他一听 刘总爷请李自成 他有点心虚 脑瓜的嗡嗡之响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李自成飞身上了马 离开了演兵场 去找刘宗敏 这一落上了 这个心就翻腾了 怎么方才想这些事 就挥之不去 天哪 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是其他的人犯的错误 千万别是小恩子 这件事就咬住他的心了 怎么的也白脱不开 刘宗敏的驻地 离着李自成的老营 相居十二里 全是大山的山沟里头 其中必经之地 是断造营 断造营是干嘛 打造盔甲 打造弓箭 打造兵器 叫断造营 也有五百多人 搭了起一个大棚啊 李老远就听见铁锤的声音 这是必经之地 李自成也没急于去见刘宗敏 从马上跳下来 进了工匠营 首先他看的是打造弓箭的地方 这领头的人是个大个子老头 今天快五十了 曹师傅 这曹师傅 到了异军还没超过一个月 干起活呢 是勤勤恳恳 而且手艺高潮 李自成走进攻剑棚 找了曹师傅 才要问话 听众朋友 李自成巡视制造营 就这 干净是升级勃勃 热火超天 要不是在山沟沟里 他这声音得传出多数领地去 首先李自成 来到制造弓箭的地方 这上百人正在忙活着 领班姓曹啊 老曹头 大伙尊称的叫曹师傅 一看闯王来了 赶紧用围裙把手擦了擦 强步骑身 攻身失礼 闯王爷 您怎么得闲又来了 曹师傅 我到这儿看一看 怎么样 累吗 不累 不累 一天吃的饱饱的 干这么点活 累不着 好好好 你干活吧 我随便看一看 李自成放眼一看 那墙上架子上 一排排整齐的工 分大中小三个号 因为人这个臂力不一样 使用的工也不同 他标得非常清楚 再看那些人都在低头紧张地干活 这曹师傅 冷得并想起件事 闯王爷 我跟您说点事 您对我太好了 我无以为报 我想给您了 打造一张工 您先看看这个 说着 他把墙角的一个木箱打开了 里边装着大小不同的牛角 他取出一对牛角递给闯王 闯王爷 您看看这橙色怎么样 闯王接过来仔细看 哎呦 这对牛角实在是难得 赠明刷量 还多少 有点透明 叫灯光一照 闪闪的发光 用手一摸光滑油韵 太好了 尝了一下 没有二尺也差不多 可以说牛角之中的宝贝 李自成眼睛一亮 问曹师傅 曹师傅 这对牛角 从哪里得到的 哎呀 闯王爷 您就甭问了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 从众多的牛角当中 我飘啊 选啊选啊 飘啊 才飘出这一对 跟您这么说 就这一对牛角 能换一头壮实的老黄牛 不过那我都有点舍不得 您再看看志工这料 说着 真是纸包纸果 拿出一块红料来 双手呈给闯王 闯王对这个 绝对不是外行 拿过料来一看 哦 这是一种折磨 对对对 叫折磨也行 折磨也可以 这是木材中的佼佼者 一般人用丧木做工 其实赶不上折磨 这种东西 缸中有柔 柔中有缸 能松能吃 乃是宫中最好的料 闯王爷 您看这料 满意吗 满意 闯王拿过来 用手指的八八一弹 木头发出的声音清脆 说明已经干透了 离这树根和树头都很远 正是一棵树中间最宝贵的那一段 闯王满意的点点头 行 我谢谢你了 哎 您再看看这个 说着从木箱里头翻了半天 拿出个纸包来 把纸包打开 里头是布包 把布包再打开 闭个闯王 闯王一瞅啊 闹着半天是一盘工闲 老曹头就说 闯王爷 一般制造工啊 都是牛筋 那个不值钱 太普通了 牛筋不如兽筋 你像狼虫虎豹 那兽筋要比牛筋强得多得多 射出那箭又远又直 但是这兽筋还赶不上这盘工闲 您老睁开会眼看看 这是什么筋 哎呀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昏筋 哎呀 我的闯王爷 您真是见广识多呀 一点不假 这是昏字筋 这是天上的飞禽 叫一种昏鸟 他个大腿肠 斩翅一飞 就是几千里 他这筋是最值钱不过呀 实话跟你说 我们家祖孙三代打造工界 从我爷爷那辈 就珍藏了这个工闲 谁都舍不得使用 我家都断了顿了 我也没舍得卖 为了报答你闯王爷 这次我把他带来了 我用这婚钱 给您打造一张宝宫 您老意下如何 哎呀 太珍贵了 我先谢谢您 闯王爷 您千万别说错了话呀 我应该谢谢您呢 实不相瞒呢 我家祖孙三代都是打造工界 但是没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 在财主的眼里 我们就是奴隶 我们就是人下人 让人家打过来骂过去 虽然有这把手艺 到头来没吃过一顿饱饭 我儿子被抓兵抓走了 现在阴空心渺 不知肥了哪块地 媳妇带着三岁的孩子 能守得住吗 守个什么劲 跟着我们一对老夫妻 就得动饿而死 让他领头生路吧 而媳妇带着孩子也走 家里就剩下俺们老两口子 不怕你笑 已经断顿多日了 这个年官说什么也过不去了 我们想好了 干脆找包耗子药 我们吃完了之后 一块死了 就省着受罪 哎 天赶这个街鬼眼 老天爷睁了眼了 闯王爷爷 你下令招募工匠 缺少我这号手艺 我这才报名而来 自从到了您这里之后 你们上至闯王各位大将 下至各位弟兄 拿我老曹当人看 不笑不说话 拿我当老人那样的恭敬 我实在有点承受不了 我才觉着做人还有点意思 这一切从哪来的 都是从您闯王爷那来的 您不仅是我的衣食父母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就要献点手艺 给您做张工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唯一不足道 闯王爷 我还有个要求 如果您不嫌弃我老了 我想报名入伙 做你们一军中的一员 不知道您老同意不同意 当然欢迎了 操师父 我双手欢迎 咱们说话算数 我这就派人把你的老伴接来 你就算一军的一员 因为我们这里积蓄 你这样的手艺人 哎呀我谢谢闯王爷 不过我老伴不用接了 他年事已高 腿脚都不方便 家里的还有两间破房子 让他守着就得了 闯王爷我谢谢您了 闯王又关心一问 给他送点钱吗 送了又送了点钱 又送了点粮食 年过得还真不错 老伴派人给我烧来话了 多少年来 没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他非常感谢 让我代表他 致谢闯王爷 感谢义军 好好好 闯王心里有事 不能在这多耽搁 转身就走 老曹头追上来 闯王爷 我再请问医生 您要多少粒的功 我好给您做 哦 那你看 我应该使多少粒的功 我看您在马上拉弓射箭 顶得天了 也就是二十个粒 您认为怎么样 说到这咱得解释一下 什么叫粒 这是一个计算单位 要论分量来说 是九斤十四两 叫一粒 粒越多 证明粒粒越大 这二十粒 那就不是一般般的 两粒一晃 能把二十粒的功给拉开 那得多大的劲 这老曹头卯足了劲 说给做二十个粒的 窗王晃了晃头 不行 我就爱拉硬功 二十个粒 少点 再给加点 还加点 那 二十二个粒怎么样 还得加点 还得加 二十五个粒 就行了 不能再多了 再多了起码拉不开 哈哈哈哈 窗王没言语 到外头飞身上了马 转回身 跟老曹头说 这样吧 你给我做三十五粒的功 说着扬边而去 老曹头一听都傻了 是三十五粒的功 没听说过 那两帝一晃 这八百斤的粒 看来窗王晃真是神人下界 他在后边怎么想 咱不说 单说李自成 心里的很乱 急于要见到刘宗敏 他要知道知道 什么人夜入民宅 强奸妇女 是不是刘宗敏找我 就为这个事 他就奔铁匠棚棚去了 这铁匠棚干净 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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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刀枪 干嘛 不久就要投入战斗 异军不把明朝给推倒了 事不罢休 打仗能离得开兵器吗 现在又种田 又打造兵器 是积极进行准备 这里的撇匠师傅也不少 要数一数 也不下二三百号 领头的姓包 叫包人包师傅 闯王下个马 进了工匠棚一看 几个大炉 拉着风霞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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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带他大带他大带他大 震耳欲聋 一眼就看着刘宗敏了 这刘宗敏拖了个大光网子 依然热 就是热汗直流啊 你想想什么时候的片 刚春天 入夜之后 那能把人给冻死 春冷冻死妞 但是人跪在运渡 那大炉在一口 在一卖力气 一轮大锤 自然而然就得冒汗 这刘宗敏就有这个好处 身先士卒 打仗冲锋在前边 干活的时候 什么苦什么累 他干什么 所以受到异军的敬仰 在铁匠炉里头 他轮着大锤 正跟铁匠师傅打造枪头 李子诚来啊 他没察觉 还在那块轮着 啪 啪 啪 包师傅一看 闯王来了 赶紧过来迎接 闯王一白手 他耽误他们干活 干你的吧 我没有事情 我就随便看一看 哎 闯王看着看着 也来了兴趣 把外衣闪掉 拿起大铁锤来 让包人跟他一块轮锤 包人乐了 因为李子诚干这活也不是一次 他拿小锤在针子上指点着 李子诚轮着大锤 小锤指在哪 大锤轮着哪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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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李子诚也出了一身汗 打造了一支枪头 战了火加了钢之后 李子诚这才把锤交给士兵 正好刘宗敏活也干完 你回头 你看闯王来 他把大嘴一礼 哎呀 问你来多半天 我早就到了 哎 我还不知道呢 来得正好 咱俩在哪谈 到你家吧 那行了 好嘞 刘宗敏把活安排安排 一边擦着汗穿好的衣服 跟李子诚 来到公棚的外面 两个人飞身上马 到了刘宗敏下榻之处 门外都站着岗 两个人进屋之后 李子诚急不可待的就问 把我找来事情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怎么李过没来 李子诚跟他解释 李过正在加紧练兵离不开 我就做他的代表 你非叫李过什么意思 嘿 这几个王八蛋 就是李过的下属 一说这话 李子诚的心就一翻个 他就问刘宗敏 哦 究竟是谁 你别感到意外啊 李鸿恩 就这仨字 好像重磅大锤 敲到李子诚的心上 李子诚好像没坐呢 哈 怕什么来什么 我怀疑过 我全否决了 好 闹了半天 真是小恩子 李鸿恩啊 李鸿恩啊 你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 刘宗敏 这小子身上的功夫也不善 作战也比较勇敢 是否能 别说了 李子诚是豁然战起 宗敏 我看这么办 这件事情归你处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杀 你真舍得上 越是我家的人是非杀不可 我定的纪律 我家里的人犯了 能轻饶了吗 倘若把他给饶了 其他的人会怎么看我李子诚 我看这件事情 你就随便处理吧 哎呀 闯王 我双手赞成 我也是这么想 我觉得战胜你们家的事不好办 你心疼袒护着他 既然你表明了态度 我心就有底了 我看呢 这事不要马虎 要审清问明 初步调查 是他和他三个亲兵干的 但是呢 咱要核实清楚 不过还有件事 想要强奸父母 并未达到墓地 没有奸程 被人发现 把他给惊走了 似乎还有点余地 是否在这个余地上 不要说了 如果不是寻桌兵 及时发现 那后果将是怎么样 而且他也不是出犯了 当初他就犯过类似这样的毛病 非啥不可 好嘞 传王爷 有你这个态度 我放心了 这李自成 气得这心就跳成了一个 在刘宗敏这又待了那么一会儿 后来他把田剑秀给找来 田剑秀就明白 李自成要争取他的意见 好半天哪 田剑秀这才说话 自成 你把我找来 是不是为了小恩子的事情 正是 你都知道了 可全军都朝着洞了 哪有不知道 方才派人一抓那小恩子 人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的意思是 杀 哎呀 自成啊 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 不是我这个人爱面子 也不是我心慈面子 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 现在正在用人之际 小恩子屡立战功 他这种人 不容易得到 能否通融一下 打他几百鞭子 狠狠地处罚他 把这条命给留下 将来会有用场 我相信通过这次教训 他不会再犯了 自成 你看看能不能开脱他的罪名 不要再讲了 我决心一定是非杀不可 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李自成说完了 上马阳鞭 带着人走了 咱就这么说了 就这一天 李自成 抓心脑干 回到老营之后 到房门关上 自然脑子就开了锅了 什么原因 人都是有感情的 这个李鸿恩并非是一般的人 他又叫李十二 那是大排行 是李自成的 小兄弟 李自成看着他长大的 而且这李十二的母亲 李自成管的叫吴婶 现在胡拉一下 许多的往事全想起来 当初这小恩子还小 是吴婶把自己带拉的 李自成给财主家放羊 有一次丢了一只羊 吓得李自成不敢回去了 那财主能饶得了他吗 为了找这只羊 翻山越岭 一直找到半夜 后来不敢回去 躲到山洞里头 等到第二天 吴婶发现李自成不见了 怎么一打听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吴婶可急了 回去给李自成的母亲送了信 发动了乡里乡亲 漫山遍野寻找李自成 第二天的晚上 众人打着火把在山洞里头 这才把李自成给找着 这吴婶比他娘都亲 过来把李自成抱住 这个哭 孩子 你太傻了 不就是一只羊 咱们赔他不也就得了吗 咱们砸锅卖铁 想一切的办法 也包陪得起 你何必做这些傻事呢 就这件事情 李自成是从来没有忘记的 后来李婚恩长大了 一直是根定 李自成 人都有七情六欲 特别是重亲情 李自成也不例外 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七情六欲 就拿前文书这么说 他的堂弟李婚恩 就这小恩子 犯了 犯了军纪了 领着三个亲兵夜入民宅 要强奸妇女 影响极坏 民分是极大 作为当家人的李自成 怎么能饶得了他呢 说把他给杀了 说容易 办也容易 他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可以这么说 李婚恩的母亲 李自成这五婶 把自己带大了 五婶对自己是天高地厚之恩 冲真六年的时候 这李婚恩长大了 李自成有一次回到弥芷县老家 五婶哭着 把小恩子送到李自成面前 让李自成把孩子带走 给他找一条出路 而且把小恩子托付给李自成 李自成知道 五婶千情第一根苗 二十八岁就熟过 好不容易把小恩子带大了 为了报答五婶的恩情 李自成打过保票 他说五婶您放心 我兄弟就交给我 我一定对他负责到底 把他培养成人 打那之后 这李婚恩一直就跟着李自成 出生入死 干了这么多年 当初起义的时候 李自成的李姓家族 有四十多口 经过几次大战 几乎死伤殆尽 现在李姓家族 剩下不到五六个人 李自成能不疼爱他吗 特别是小恩子 他是手把手交给他的武功 瞅着他长大成人 他怕什么来什么 偏偏是他触犯了军纪 李自成能不伤心 能不难过吗 能不生气吗 要说杀他 真有点舍不 不杀 这事难以向大家交代 那别人犯了你怎么办 看来你李自成还不是铁面无私 你还循私情 往后再整顿军纪 就无法进行啊 不能给他人留下口诗啊 所以李自成痛定思痛 最后做出决定是非杀不可 正这时候 一只胡李过 拎着马鞭子 急冲冲进来 进屋就问 二爹 我听说了 是我的志向 我十二爹 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他呀他 真给咱们老李季的人丢脸啊 我听说您交代了 要把我十二爹斩首示众 我就为这事来的 李过 你什么意思 莫非替小恩子来求情来了 李过一听就跪下了 眼寒痛泪 二爹 我斗胆 我是来给他求情来了 念起初犯 阴间而未成 不是说非死不可 二爹 您给他留条生路 让他戴罪立功 如果真把他杀了 回到原籍故土 您怎么对待您的五婶啊 这些事旁人不知道 我全都知道 方才我路过空房 里边压的就是小恩子 小恩子隔着窗户 把我给换过去了 声泪俱下 苦苦哀求 叫我在你老人家面前替他求情 我说二爹 这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只要您稍稍微微的宽松一点儿就给他留条活命吧 千军亦得一将难求啊 我们正在用人之计 他又有满身的武艺 现在是训练大枪的总教练 我们缺这号人哪 我想二爹 您无论如何 别说了 李自成一伸手 把李过手中的鞭子夺过来了 照着李过的后背 啪就一鞭子 李过你好大的胆子 哦 你的意思 他是个人才 人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郑阅面他是咱们老李界的人 我更要严办 让三军弟兄知道 我下了贫心要整顿军纪 这样的人是不杀不刑啊 李过呀 马上执行我的命令 明日一早召开全军大会 就在你的教练场当中 把他斩首 二爹 别说了 李自成一甩袖子走了 可是李过也看见 李自成这一转身 眼泪淌起来 说明二爹心里 他也难受 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 从道理上讲 李自成做的是对的 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有些不忍啊 李过没有办法 就得执行军令 简短解说 到了第二天 全军停止练操 就在教军场是全体集合 各位大将也都到了 田建秀 李过 原宗帝 刘宗敏 等等等 全都到齐 马步三军 站的是整整齐齐 大家都知道 今天 要出大差 闯王要处置 李鸿恩 人们窃窃 思议说什么呢 都有 有不少人同情 有不少人认为 这他太严厉了一点 就这事 又没达到目的 警告警告 就算了 何必就得杀呢 有的人认为杀的对 兵不斩 将不齐 大多数的人都吃怀疑太过 认为在关键时刻 很可能闯王下令 当众 抄这李鸿恩一顿鞭子 留他一条活命 到底什么结局 谁也摸不清楚 因此大伙提心吊胆 在这列队等候 按现在中央来说 上午七点半左右 李自成带着亲兵头目李强 双喜张奈 由大中军老营来到大叫场 跟大伙打过招呼之后 再看李自成 水凳下马 登上降台 刘宗敏 田建秀 袁宗帝 李过等人都在这等着 搬了把椅子 让李自成坐下 李自成往下看了一眼 嘿呀呀呀 你全是义军 别看人那么多 是鸦雀无声 李自成问了问刘宗敏 宗敏啊 可以执行了 刘宝 都准备好了 就听您的了 好 来呀 把李洪恩 带上来 李洪恩呢 在旁边这树林里 十几名刀斧手 把他五花大帮 早就压了在他等候 从树林里的到大教军场 也就是一箭之地 这李洪恩迈的哪条腿 自己都不知道 穿过异军的队伍 来到降台的前面 李洪恩哭通就跪下了 到了现在 这李洪恩呢 也顾及不了脸面了 扯开嗓子就喊 二哥 二哥饶命啊 二哥 我不是人啊 我是畜生 我最有应得 我最该扮死 二哥 看在我娘的份上 二哥 你饶了我吧 二哥呀 大家全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个是撕心裂肺 李自成没看他 仰着脸看天 李洪恩没喊一句 李自成的心就连颤几颤 下最后的决心 那不是简单的事 等李洪恩喊的 生死历劫没有劲了 李自成这才叫刘宗敏 当众问他的话 为什么李自成不问 李自成声音发颤 说不出话来了 刘宗敏在降台上舔着肚子 用手一指李洪恩 小恩子 你当着各位弟兄的面 说一说你犯了什么罪 讲 是 这李洪恩不能不讲 他一五一十把犯罪的经过全说了 还有三个从犯 这三个从犯也被五花大王押过来 其中有个叫王虎的 这王虎跟李洪恩关系处得不错 他是亲兵头目 这王虎一到了降台前头 扯开嗓子就喊 闯王爷 刘宗少 我没有脸求情 我就等着死 你们把我千刀万剐 我也没有含冤 但是我要把话说清楚 这件事情是我拉的线 是我出谋话的策 是我领着李洪恩去的 要杀应该杀我 你们饶着李洪恩吧 我罪该万死 其实刘宗敏全调查清楚 这个王虎是罪魁祸首 但是 李洪恩比他官大 那必须得处置 刘宗敏冷笑了一声 好 大丈夫赶坐赶背 你们两个怎么样 那俩都没卖了 我们一块去的 我们给帮着把门来的 好 来人 先把这三个畜生之外 斩了 医生令下入山脑 跪的手抽出鬼头刀 来到近前 把他们摁倒在地 哥们 拿出小子的骨气 把脖子撑直 不撑直下刀 恐怕有 这三人全有经验 把脖子一梗 再看大刀一挥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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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颗人头滚落在地 李洪恩在旁边看着都没卖了 吓得把眼睛就闭上了 在这个节骨眼 他还盼望着有一线生机 刘宗民把这三人砍完之后了 转身看看李自成 他想问问闯王 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李自成冲他一瞪眼 他知道没有半点可缓 这才当众宣布 弟兄们 李洪恩王虎等人 夜入民宅强奸妇女 犯下了军纪 是不杀不足以平民分 今天当着各位弟兄的面 就把他们名正贬情 小恩子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没了 我就要求我死之后 我娘 我放心不下 我相信 我二哥也会很好照顾她 这你放心吧 我们全有安排 你这点丑事 也不会叫你娘知道 因为她知道之后 要替你害臊 替你伤心 直行 大刀一挥 咔嚓一下 把李洪恩的人头看落 这此时此刻李自成啊 那心就好像狼涛的似的 心里猛烈的颤抖 身子就好像在无礼物中 能过了那么五六秒钟 就听刘宗敏说 把四颗人头挂在高杆之上 寻游各异军的大营 让大伙都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 四具尸体掩埋 就这点事折腾了一上午 李自成的脸都绿了 勉强回到中军老营 再也不提及此事 你看就这时候 真应的那句话 兵不斩 将不起铁的纪律 谁也不能触犯 这招还真就好使 一下把大伙给压住了 谁也不敢赌博了 谁也不敢调戏妇女了 越轨的事情 谁都不敢干了 这军队是严守纪律 这篇咱接过去了 李自成啊 伤心了能有三四天 就把自己关到屋里 他连门都不出 早上起来也不练剑了 也不散步了 也不巡查了 他心太难过了 他就纳闷 为什么铁的纪律 就有人敢触犯 往后再有人敢触犯军纪 一定杀无赦 绝不能留情 第五天头上 双喜从外边进来 爹 给您报喜 老神仙回来了 啊 现在何处 已经到了老营了 可能下了马了 李自成一听啊 顿时烦恼揭消 小跑到了门口 老神仙上子明 正好往里边走 俩人走了个面对面 李自成过去 张开大手 把老神仙给抱住了 哎呦 可把你盼回来了 闯王 首先向你道喜呀 大功告成 真的 你把人给我请来了 请来了 请来了 现在何处 李自成 往大门口看了看 老神仙一笑 你也太着急了 现在高人 住在西安 我先来给您报个喜信 如果您同意的话 再派专人 把他接到老营 太好了 太好了 来着呢 去请各位大将 到老营来 李自成 拉着老神仙的手 两人进了屋 让老神仙洗了洗脸 喝点热茶 这时候各大将士陆续来到一朝老神仙 大伙全乐了 他是最受欢迎的人物 前文书咱说了 老神仙在年前就消失 奉了闯王索差 去办一件大事 而且的秘密进行 大家都不敢问 今天一个老神仙突然回来了 从那种表情来看 事情办得相当顺手 但究竟什么事 大伙不得而知 想要知道个究竟啊 众大将打过招呼之后 还坐在左右 李自成拉着老神仙的手 这才问 怎么样 别端着了 快把详细的情况 向大家介绍介绍吧 好好好 那众位 压言落作 听我道来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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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那个说什么事 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情 这事 还得倒回头去 从李自成去古城的时候说起 他劝说张献宗起义 身边带的就是上子民 这一路之上 两个人呢 没少了谈论 义军何去何从 各地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 这上子民 清兔肺腑 有什么说什么 后来他建议李自成 说咱们现在手下的武将 都行 拉出了一个是一个 作战十分勇猛 您不必担心 就是缺少文臣谋士 像刘伯温 张良 徐茂公 甚至诸葛亮那样的人物 我们没有 那怎么能行 要讲文能安邦 武能治国呀 您身边就是缺少这样一位人才 你看张献宗 手下还有个徐一贤 哪个人手下没有军事 唯独您身边没有这个军事 李自成高瞻远瞩 听了老神心的话 深受感动 他就询问 说我也想得这样的人才 你向我推荐推荐 什么人能配当军事 上子民马上就说出来 我在河南宝丰县认识一个好朋友 这个人有惊天为地之才 治国安邦之略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姓牛 叫牛金星 如果闯王 能得到牛金星 就好像高主得了张子方 秦雄遇上了徐茂公 您呢 就妥了 这一路之上 老神仙没短的介绍这个牛金星 牛举人 李自成动了心 在古城的时候 他曾经派人到宝丰县去找这牛金星 结果有人告诉他 牛金星不在家乡 凭说他贪了官司了 上北京去运动官司去了 要找他就得上北京去找去 结果没见着 但这件事呢 李自成始终都放在心上 等回到商若山之后 老神仙没有什么事了 有些商员 他的徒弟就可以忽略了 所以李自成又找老神仙 单独谈李自话 交给他一件特殊的任务 叫他呢 化妆成采药的商人 多代金盐珠宝 偷偷地离开商若山 赶奔北京去找牛金星 现在的李自成是思贤若渴 你看现在遇上难题了 各大将很少在一起 战争年月彼此都失去联系 就是缺少一个高级参谋 就缺少一个军事那样的人才 而且这个人必须得才高八斗 能给自己出好点子 作为自己的好助手 因此老神仙背着大伙 不知道 先到西安 化妆成采药的商人 兑换了银票 偷偷地起身 就到了北京 咱这些日子 静说李自成 在商若山的事 就没提这老神仙 上子明 那么他到了北京之后 怎么见到的牛金星 咱们下文再讲 听众朋友 老神仙 上子明 从北京回来了 来见李自成 这闯王高兴的 就崩堤了 把什么烦心的事情 苦恼的事情 全都甩在一边呢 他跟上子明的关系滞后 为什么叫老神仙 就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内外两颗没有他治不了的病 妙手挥春是手到病除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赞誉 另外他的人缘也最好不顾 不孝不说话 又斯文又和蔼 从士兵到每个大将 对他都十分尊重 另外这个上子明 学识渊博 心还细 胆子还大 尤其对李自成和义军 是忠心耿耿 故此李自成 对他十分看重 犯是李自成 要办一件大事 都委托他去办 前文书三说过 在年前 这上子明就消失了 人们不敢问 说老神仙上哪儿去了 但是心里清楚 是受了闯王之托 办机密的大事情 那么上子明 到北京办什么事去了 两件事 第一 闯王命令他 到北京 默默情况 究竟这大明王朝 腐败到什么程度 作为首都的北京 变化到什么程度 估算还能维持多久 满洲八旗的军队 究竟在何处 等等等 有关政治军事 内外部的情况 叫老神仙去摸底 李自成 好做到心里有数 这就是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你不了解敌人 怎么能行呢 像这样的事情 非老神仙去完成 另外还有一件大事 他去访一个名人 此人就是河南保峰县的举人 叫牛金星 因为这个牛金星啊 跟这老神仙 是默逆之交 情同手足 他对牛举人太了解了 一再在闯王的面前 推荐牛金星 说他有 惊天北地之才治国 安方之略 他是刘伯温 徐茂公 甚至是诸葛亮一流的人物 李自成 高瞻原主啊 现在手下作战的大将 不缺人 但是 有关文臣 谋事 几乎没有 这老神仙 充其量是半辣 所以他思贤若渴 一旦得了江山设计 得有人帮着他治理这么大个国家 现在提前就得做好准备啊 所以让他去访牛金星 咱们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现在翻回头来 咱们再介绍介绍 老神仙 老神仙的经过 他奉了闯王之命之后 化妆改办 先到了西安 为什么到这里 西安有个药铺 叫仁寿堂 它是北京仁寿堂 在西安的分号 他跟这掌柜的 往外跑事的外柜 都处得相当好 这次老神仙 化了妆了 改了名字了 身份也变了 到北京去 没有合法的手续能行吗 到仁寿堂来办理这件事 那边说药铺 有啥权力给他办这个 哎 您听明白了 表面上仁寿堂是药铺 可里边有我们义军的眼线 那有作态 都是给义军办事的 所以老神仙到仁寿堂来了 先兑换了银票 改变了服饰 同时 叫自己人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 介绍他到北京仁寿堂 采买药品 同时呢 他还带了不少的好药 什么葬红花呀 羚羊啊 犀牛角啊 这样的东西他都带着 办完了手续之后 老神仙起了身 以一个合法药商的身份 畅通无主地到了北京 首先进京之后 到仁寿堂 他找着梁掌柜 这梁掌柜的 不是义军的眼线 是正经八百的买卖人 一看介绍信 是分号建举来的 此人姓长叫长光土 来采办名贵药材的 诶 有利可图啊 所以梁掌柜的是盛情款待 给老神仙安排了食宿 这老神仙呢 离开义军之后 走到社会上去 接触的人层次不一样 当初在义军 说话办事 不拘小姐 怎么说都行 可到了京都了 接触的人不同了 他就一反常态 变成了文化 说话文周周的 可能您听着有点便扭 但是这是需要 不这么办不行吗 尤其北京天资脚下 插得非常严 管得非常紧 现在形势的需要 老神仙不得 不把自己装扮起来 首先 他了解了军事情况 原来咱们说了 满洲八七的骑兵 是蒙攻北京 把这崇祯皇帝 搞得是焦头烂额呀 一个劲儿 叫各地军队秦王 最近一个时期 红城仇孙传廷的大队 已经来到京阶 各路的援军 也先后赶到 解了北京之危 多尔滚多多等人 一心想拿下北京 但是拿不下来 那毕竟是国度啊 前有监城 后有敌兵 对满洲骑兵十分不利 后来多尔滚改变了战术 绕开北京 直接南下奔 保定 苍州 山东 就杀下去 这一下 京都之围 结了 北京的形势 就不那么紧张了 但是呢 也有多少 一部分八七满洲兵 在城外骚扰 不过 那没有致命的危险 所以北京城 形势缓和了 城门也开放了 内部外部也流通了 乡下人 也可以进城了 这是上景来的时候的变化 老神仙松了一口气啊 到酒饭茶寺明察暗访 了解了许多许多的情况 那么他来是仿牛金星的 那么大个北京城 几百万人口 上哪找一个人去呢 当然他有目标 在北京有河南会馆 要说找保峰县的牛举人 不难 所以他多方的打听 真就把这牛金星给找着了 在没见面之前 有人向他透露 说牛举人呢 住到皮裤胡同 在这租的房子 听说他贪了官司了 到这来打点官司 日夜的奔走 你要有事 到皮裤胡同去找他 老神仙就找到皮裤胡同 结果碰上锁了 牛金星不在 经了解 说牛金星啊 去逛街去了 为什么 现在过了年了 正到了上元家节的时候 上元节 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 正月前闹花灯啊 要按说这个年月 兵荒马乱 饿死那么多人 国家那么困难 还办什么花灯 没那个力量 但是顾及脸面的 崇祯皇帝 为了显示自己 还有国力 为了他的尊严 他下了一道旨意 今年的上元节 一定要办得 格外隆重 给外边的影响是 大明王朝 还有实力 我们依然是 普天同庆 君民同乐 皇上的意思 谁敢背一背 那些巢狼驸马 王公大臣 自然乐得响应 所以每条大街 都砸起牌楼 挂上灯 头些日子 就开始做准备 一进北京城 你的眼睛就一亮了 三街六市 外乡的人 是拥挤不透 您说凡是到北京 来办事的人 谁想错过这个机会 都想开开眼 都想见识见识 这个牛金星 也不例外 这牛金星啊 是本书最重要的人物 是李自成的左右手 将来义军倒霉 也倒塌身上 加速了义军的灭亡啊 咱们常说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这牛金星 就是萧和式的人物 他为什么 从河南保峰县 到北京来打点官司 究竟他贪了什么官司了 咱们得多少介绍介绍 在下文书中 咱们还要详细的说 您呢 有个艳象就行了 这牛金星 原籍是河南保峰县的人 高高地种了举人啊 他在家里头挺富裕 两天几百亩 有几所好庄宅 吃喝是不愁的 尽管那个年月 饿死了那么多人 大部分穷苦人遭了灾了 但是他们家没事 底子厚 这牛金星 不仅中了举人 交接甚广 刺官两面 可以说手眼通篇 小有名气 他们家珍藏着 两件宝贝 一件是宣德炉 又据说这宣德炉 是南建的珍品 而珍就是价值连成 另外还有一把扇子 说这扇子能知多少钱 那是大明朝流传下来 唐伯虎的扇子 唐伯虎亲自提的字 那还了得了 要一提到唐伯虎 那令人敬仰了 唐伯虎的扇子 那更是价值连成 这牛金星 从他祖父那边 就把这两件宝贝 视为生命 一直传到他手上 他是爱不失手 本来不想叫外界值的 那这样的事能瞒得住吗 可以说 宝丰县 连省里头 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家有宝贝 他有个儿子 叫牛泉 这人挺老实 到了成亲的年龄了 跟哪家接亲呢 宝丰县 还有个王举人 王举人 有好几个姑娘 这二女儿 尚未出嫁 后来经没人给宝梅 牛金星 一考虑 到也门当户对 我是举人 我的亲家也是举人 他的女儿嫁到我家里头 嗯 也说得过去 经过三眉六政 撮合死事成功了 漂亮尘宅一日 花轿迎门 牛金星的儿子牛泉 就跟王举人的女儿 拜了天地 本来这是好事 但是这个王举人心怀叵测 不是个好东西 因为他知道牛金星 家里他有宝贝 他千方百计 在这方面下功夫 心说咱是亲家 我把姑娘都嫁给你们家了 你两件宝物 舍出一件 里有什么不可能 哪怕是宣德鲁给我呢 或是那把唐伯虎的扇子 给我呢 这有多好 牛金星能舍的吗 他舍不得 所以王举人千方百计的算计 也未能得逞 就因为这件事情 这亲家闹翻了脸了 可是王举人呢 也有好朋友 是本县的一名晋士 也是他的亲家 姓王 王晋士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人家是亲家 有时候这王举人找到王晋士 就发现 大骂 牛金星 太黑 这么不对 那么不对 他希望着王晋士 能助他一臂之力 同时他承诺 如果把宝物 弄到手里头 如果是两份 就给王晋士一份 这个王晋士 也不是个好东西 也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建立就走 所以偷着答应王举人 助他一臂之力 夹攻牛金星 但人牛金星 犯法的不做 饭逮的不吃 你硬抢人家的东西 那可能吗 对于他们来说 又是近视 又是举人 也不能干那种事情 因此 每封聚会的场合 对牛金星 都是冷嘲热讽 敲边鼓 说些难听的话 有一次举行诗会 宝峰县读大书的人 汇聚一堂 能有百十来号吧 大伙记性赋诗 这是文人最时髦的事情 牛金星也参加了 汇完诗之后 大排艳艳 祝贺祝贺 这牛金星啊 这酒就喝多了 要不说这个酒啊 也不是好东西 最能误事 如果一个人贪了杯 就历令智昏 这牛金星这天喝多了 心里不痛快 他一看王举人 王进士 那个亲密的劲 他就掰开 一瞅这俩小的 联合起来 敲自己的边鼓冷 朝热讽 他不痛快 这一喝多了 嘴没把门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提出一个 谁都不说的事 什么事 闹了半天 那个王进士 是陪着人皮的狼 你看他是个进士 他不干人事 他有儿子 娶了儿媳妇 姓段 儿媳妇长得挺漂亮 儿子多少有点耻傻 他就钻了空子 霸占了儿媳妇 偷着铜奸 我们说句俗话 这叫掏灰爬 哎呦这种人可太丢人了 说尽管王进士 在秘密的进行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所以没有不知道 都在王进士背后 戳戳点点 议论纷纷 但这大伙都知道 谁能提这件事 无凭无据的 你能随便说吗 仅能陷于私下里 讥笑而已 但牛津青喝多了 他也知道这件事 结果在公众的场合 把这事提出来 大骂王进士 是个逃回爬 霸占你儿媳妇 这下可要了名 这王进士 还不能有个地方 都钻进去 听着错人 别说短话 这阶段一阶到命根子上 这边要命 这一下把王进士给得罪 王进士为了顾及脸面 一指肃壮 告到薄丰县 告牛举人 牛金星 灭人 你得赔偿我的名誉 赔偿我的损失 给我刚正名誉 这支线 一个是惹不起 王进士 另外觉得牛金星 做得的确有点过分 他也封闻有这件事 但查无实据 支线能给打保票吗 再说 接受了王进士的贿赂 只好替 王进士办事 把牛金星 传到公堂 牛金星是 距离力争 能讲啊 嘩嘩嘩 口四悬河 最后把这支线 噎得根搂根搂的 也没法发落 你说怎么判这事吧 最后自好说 你是个读书人 说话要有把握 不能胡说八道 当当当当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王进士出不来这口气 找这王举人 说你看看 他让我当众出手 我老了老了 我还能活吗 我在众人面前 还能抬起头来了吗 当初我承诺帮着你得保 现在你得给我帮忙 这王举人为难了 这忙我怎么个帮法呢 这这这 哎 人要该这倒霉 喝口凉水都塞牙 该这牛金星 他们家出事 方才怎么讲的 王举人的二屋宁 许配给牛全了 他们是对门的亲戚 本来年纪轻轻的 突然暴病而亡 死了 这回 这王举人可有了把握了 一举诉状 又告到宝丰县 说我女儿死的不明 肯定受了虐待了 希望直线下令 查实此事 治牛金星的罪 人命关天了 县押受理了此案 马上把牛金星 离居所带 给押下来 这牛金星觉得一肚子冤枉 我身犯核律 法犯哪条 把我压起来了 我是举人 知县怕治不了他这罪 通融省里头 学台衙门 把他举人给拿下去了 隔去了功名 成了白人了 那白人就好收拾了 一下关押牛金星 长达半年之间 可把他们家坑苦 牛金星的夫人 哭不 到处翻门子 到处拖人情 不起万贯家财 打点这个官司 光那钱就花了老鼻子 后来这支线呢 也搂得差不多了 这支线心里跟明镜一样 后来也调查清楚了 王举人的女儿 就是得了暴病死的 也没受虐待 也没被人陷害 自然死亡 看来牛金星是冤枉的 既然受了人家的钱了 老压着人家 又查无实据 没法交代 那牛金星家 也不是个省油灯啊 最后他做出结论 可以取宝释放 在宝丰县 找了一个读大书 有身份的文人 给他担保 把牛金星释放出狱 但是官司没了结 随时听后传唤 就留了个尾巴 牛金星为此 才到北京来打点 官司 俗话说 祸从口出 并从口入 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对 翻开历史 您看看 很多人 自己找了麻烦 都因为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当说的也说 不当说的也说 把汤郎扔出去了 出去的话 收不回来了 贪了官司 倾家荡产 甚至把性命都得打死 这牛金星那么明白个人 结果没管住自己的嘴 就因为 接了王进士的老底 激怒了人家 贪了官司 压了好几个月 最后是死中得活 被保释出狱 回到家里头 家里人热烈祝贺 儿子媳妇 这栋哭啊 这是洗中杯 白天过去了 晚上了 牛金星跟老伴 得唠唠心里话呀 牛金星就问了 给我打扁官司 花了多钱 媳妇边哭边说 把咱们东门外 三百亩好地 全卖出去了 哎 牛金星常谈一声 人呐 才是身外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以后有了机会 再治吧 另外再问 广现银 又花掉了七千多两 牛金星 心疼了 但也没办法呀 哎 弹来弹去 夫人说了 连咱家祖上传下来的两件宝贝 唐伯虎的扇子 宣德鲁 都给了王举人和王进士 啊 这下可要了牛金星的命 那是命根子 把他气的脸都紫了 夫人又害怕 还得跟他解释 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这两件宝物 我不拿出来 人家不松口 县衙能把你释放出狱 财去民安乐呀 破了财免了灾 就算了吧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牛金星是暴跳如雷 没个完呢 这口气我是非出不可 我遭了不白之冤 我破了这么大笔财 他这不是能人吗 牛金星也有个宁静 就为了这口气 又迈出一百多亩地去 变成现银 他来到北京 到北京找刑部的人 找户部的人 托书人 打官司要翻案 你想想那么容易吗 谁没有朋友啊 那时候的官场 狮子大张嘴 那腐败透顶 你要想叫我给你办点事 难了 你首先 你得达到我的满意 我才能替你办事 这大衙门口 那么多的官员 你得多少钱往里搭 到年下的时候 牛金星带来的钱 几乎花的剩了 不多了 官司也没有眉目 偏港过年了 官署都放假 找谁去 说实在的 到了这个份上 这牛金星这火啊 也谢个不得铃了 心说算了 实也运也 命也了 看来这案子翻不过来了 既然如此 在北京一天得花多少钱 我还不如打到回府 回河南 保风县吧 爱怎么地 怎么地吧 因为他心里都烦闷 正赶上上元节 所以到街上 他来散散心 他一看这北京啊 热闹 三街六市 红南绿米 人是拥挤不透 做买的做卖的呢 商品太齐全了 他信部溜达来溜达去 在西市 他看着一家大珠宝店 也不怎么的 他信部就进了珠宝店 这里人呢 不算多 毕竟这都是值钱的东西 卖的是贵重物品 一般人他买不起 所以人就比较少 哪像菜事买 萝卜土豆大白菜 那人拥挤不动 牛金星出于好奇 等进了珠宝店 就看见对面站着个太监 这个太监宴就能看出来 服装打扮与众不同 说话的声音是不男不女 听起来十分刺耳 跟珠宝店的掌柜的 正讲价讨价 这掌柜的手上 拿着个漂亮 金漆的小盒盒盖开着 里边有硕大的一颗珍珠 牛金星他们家也有钱 他也见广失多 他一看这颗珠子 宝珠 还是那句话 价值连城 这玩意太值钱了 这珠子大小 比那乒乓球 小那么两号 难得的真品 可那个太监呢 要买这颗珠子 正跟掌柜的讲价 这太监就说 你能不能再往下 给我杀杀价 公公 实在不能 这是最低的价钱 少了三千两白银 我不能卖 三千两 贵点 哪怕你再给我抹些点去 实在没法抹了 公公 这是年景不好啊 要是去年和前年 同样是这颗珠子 少说得值五千两 另外我跟公公你交个礼 就这颗珠子 多少人家都相中了 你们大内有位 曹公公也相中了 派人给我告通信 这珠子给他留着 过了十五 人家来取货 因为我发现 公公你太制诚了 没办法 我硬着头皮 三千两卖给您 我还得拿出一部分银子 打扁曹公公 怕人家挑礼 所以没法再往下压架 这个太监 想了一会儿皱皱眉 好吧 三千两就三千两吧 我买了 三千两买颗珠子 当时拿银票兑现了 掌柜的把这珠子 包了又包 裹了又裹 交给了这太监 牛金星是亲眼目睹 牛金星心里说话 这是什么绵园 四外全是饥荒 饿死的老百姓 成百上千 西北一带赤地千里 连我们河南 饿死的人都无数 你说他们还花这么多钱买珠子 就这三千两银子得救活 多少条人 看来人生在世 穷富不等 这悬殊也太大太大了 牛金星生来胆小 一看这地方 我赶紧离开 别将来丢点什么东西 出点事 我再吃了挂烙 他赶紧推出来了 又揭插看热闹 但是脑子里头 始终不忘珠宝店那一幕 心说这个太监 哪来那么多钱 不用问 都是搜刮民财 为什么这个年月 这个太监当道 皇上那么崇信 阉人 他们都不是正常的人 但是比正常的人 要打腰的多 拿我牛金星来说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我写了一首好文章 狗屁没用 可是越想越不平 越想越生气 脱口而出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啊 哎呀 这是什么年月 这是不自觉的 说这么句话 哎 等说出这话 就打开了 祸从口出 并从口入 他冷不丁地想起来 偏自脚下 到处都是特务 就是那东长和锦衣卫 有一种人叫包打听 包打听干嘛呀 大街小巷 酒饭茶色 接着嘎拉 偷听别人说什么 给你歪歪嘴 就把你抓进东厂和锦衣卫飞行 拷打 神问你的身世 近其容易 出来的不多呀 那就好像日本统治时期的日本宪兵队 甚至比宪兵队还厉害 牛金星等说出这话 就声音还挺高 他害了怕了 哎呦我的妈呀 我又犯了老毛病 这要叫锦衣卫的包打听听去 还有我的好 不行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赶紧回住处 他三步并成两步 穿过人群 积积地往前走 也没心看热闹的 越怕事越来事 刚要进胡同 一只大手正好摁在他肩膀上 啪 牛金星吓得红不服体呀 接受完了 警警卫的人来抓我来了 但是回过头去 他一看 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拍他这个人个儿不高 中等身材 圆乎脸 黑胡须 一对肉包的眼睛 笑眯眯的 他一看谁呀 正是幼年的好朋友啊 上炯 上子明 老神仙 哎呀 他真不敢想象 怎么在北京遇上老神仙 他也知道 这老朋友跟随了义军 投靠了李自成 心说 他多大的胆子 他怎么敢上北京来呀 难道 他不怕包打听 打听清楚了 要他的命吗 他心里是疑惑重重 但是又非常高兴 可见这亲人了 这应了那句话了 他相遇故知啊 一度的委屈 没地方申诉 可见这亲人了 因此高兴的劲 盖过恐惧的劲 他拉住上子明的手 子明啊 莫非你从天上 掉下来的不成 老神仙很激紧的 往身边左右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我改名了 叫长光谱 切莫再提此名二子 哦 闹了万天是长先生 对了 对了 哈哈哈哈 我说启东兄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这启东就是牛金星的字 叫牛金星 字叫启东 这是亲密的称呼 牛金星就问 你下榻何处 前门外人寿堂要扑啊 我那住的地方挺宽敞 启东啊 我有一肚子肺腑 要向你说明 到我那去吧 咱们两个人好好喝他个一醉方秀 行 行行行行 这两个人携手揽弯 高高兴兴 赶奔前门外的人寿堂 刚一进人寿堂 那掌柜的姓梁啊 急得什么似的 一看老神仙跟个生人来了 哎呀赶紧过来 把老神仙给拉住 常先生 您上哪儿去了 都把我急死了 老神仙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就问这梁先生 怎么 有何等急事 哎呀 我的常先生 您刚走 外边兵部衙门就来人了 人家带着不少的礼物来请您来了 哦 我跟兵部的人素来不打交道 他们请我所为何故 还不是请您给病人去治病吗 您是妙手挥春呢 专治疑难病症 非您不可 您知道闹病的是谁吗 就是兵部的主事 杨廷林杨的老爷 把后事都准备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我这住着一位高人 就是您 所以来请您过府去给看病 您赶紧快去吧 那么梁掌柜的 怎么知道上子明是老神仙 怎么知道他能妙手挥春呢 这里边还有个插曲 原来上子明啊 住在仁寿堂药铺的第三天 这仁寿堂的后胡同 有一家人儿媳妇死了 这儿媳妇跟丈夫口角 一时想不开 悬梁上吊了 他们家正准备丧事 离着又挺进 这一哭一闹 把老神仙给惊动了 老神仙开了后街门 到后边去看热闹 一看有停尸床 这女人在停尸床上躺着 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哎呀 不少人来这放声痛哭 这老神仙也爱管闲事 跟她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 她在旁边察言观色 她发现这句女诗没有死的 这是一种假死的现象 所以上子民动了怜悯之心 过来就说 二等切莫悲伤 这一女子尚未弃绝 还有志 一语惊人 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过来把上子民给围住了 这一说您是大夫了 这人都死了俩时辰了 您怎么说还没死 待我观看 要不怎样妙手神仙 老神仙把自己的小箱子给打开 给这女子扎了几瓶真酒 又配了一副汤药 敲开嘴给她关系去了 不到半个时辰 上吊这个女子 嗝嗚一声 还过气来了 活了 就这件事 延起轰动 说这北京出了神仙 能把人死中救活 也可了不得了 这一下名声传开了 还有一个人腿得了病了 一般的大夫说 这腿非巨蟹就不可 那巨蟹大腿不就成残疾了吗 经人介绍找到上子民 就在仁寿堂 上子民给他看了看 一笑用不着巨腿 我给你开个药方吧 开了一副药回去 喝了没三剂 好了 你说这不就更传的神了 所以有个大事小情 疑难病症 都来请上子民 外人就知道他姓常 常先生 是个神医 气死滑驼 不让贬阙 可了不得了 今儿个这个事 就这么言起来 连兵部主事 杨平林有了病 都请他给帮忙 老神仙是左右为难 刚见着牛金星 还没等着详谈 他的任务就来访牛金星 一肚子话还没等说出来 又跑给他看病去了 实在是不愿意 他晃了半天脑袋 跟梁掌柜的说 哎呀 梁掌柜啊 我跟你介绍介绍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是河南宝丰县的牛举人 我们俩多年没见面了 好不容易在北京相遇了 要畅谈肺腑 你说我刚遇上我朋友 还没等说几句话呢 我就去给别人看病去了 我心里实在是不愿意去 还是另找旁人吧 牛金星在旁边一听 他知道兵部主是杨廷林这个名 而且知道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杨廷林在战时 曾经给崇祯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 严厉刺責那些投降派 他坚决主张跟满洲人是决意刺凶 所以这事也传开了 没有人不知道杨廷林是大大的忠臣 拨得众人的爱戴 他跟卢相生还是好朋友 你像牛金星啊 愿意打听这些时事 虽然他不认识杨廷林 但是知道他是大大的忠臣 从心往外 那么敬慕他 一听本人得了绝症 非得上子民出手不可 因此他跟老神仙商议 光谱兄 光谱兄是假名啊 你必须得这么称呼 我看你忙里抽闲去看看吧 有道是救人如救火 我没有事儿 我可以找个地方等你 这 那你就在药铺里等我吧 我去去救回 那梁掌柜的也说 他一听这是个举人 又是老神仙的朋友 所以一再挽留 说您到屋里头 我给开个房间 您休息休息 您累了就睡一觉 饿了 我上饭馆给您叫吃的 牛金星感觉着跟商人处不方便 另外自己还有点事儿没办 他跟老神仙说你去你的 我呀回到我的皮裤糊涂 我在家里等你 你看好吗 把详细的地点告诉了老神仙 牛金星走了 老神仙赶紧拎着自己的药箱子 带着应用之物 雾了一头驴 有人领路 赶奔兵部衙门 感情的杨廷林呢 住在舍饭寺胡同 他直奔舍饭寺 他走了再说牛金星 办了点私人的事情 什么事儿 他要回家乡了 临走之前呢 把这些事情得处理处理 处理完了 回到住处皮裤糊涂 他还带了个仆人叫小福子 他告诉小福子 一会儿有人来访 你注意点啊 我回屋休息休息 这牛金星回到自己的屋里 桌上放着文房四宝 还有一楼子书 读书的人嘛 离不开书 现在没事儿为了姐妹儿 他就苦苦地读书 可回到屋里把书本抄起来 看不下去了 突然的想到上子明身上 哎呀心说 子明啊子明啊 我不明白 你怎么做了大逆不道的人 你怎么跟这闯贼李自成混在一起 这李自成是全国通缉的药犯啊 你到那担任什么职务 哦 我听说李自成被击溃了 可能是这老神仙要改个行的 故此画了名到北京来另谋生路来 可是看他的表现又不像 究竟上子明想干什么 我一定要打听清楚 听众朋友 书接上文 咱们正说到牛金星牛举人 在北京啊 租了一套宅子 外里有个小院 里边有两间房 价钱还比较公道 这是个临时的家 因为呢 他到北京运动官司 那日期啊 无限 已经来了小半年了 一无所获 哎 今儿个 遇上老神仙上子明 他特别特别高兴 他想拉着老朋友 好好谈一谈 偏敢上子明有事 去救急去了 兵部主事杨平林 得了大背疮 养看要死 非他去给治不可 上子明走了 两个人约会好了 在牛金星这临时的家里头 是不见不散 牛金星啊 在等上子明的时候 是坐立不安啊 这脑子就开了锅了 他就想 这上子明真是个奇人 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我就发现他肉头肉脑 咽不出火不冒 嘿嘿 没想到事隔多年 当刮目相看 唐的不说 就说他有胆子 投靠了十八子 那位说十八子是谁啊 就是李自成 李自拆开就念十八子 说这上子明敢投靠十八子 说明他的胆量过人啊 要换成我 下次也不敢 另外这老神仙 回来干嘛 到北京来干什么 可听说 李自成的军队被击垮了 可能他心灰意冷 到北京另谋差事 想找条生活出路 但又不像 他发现上子明 侃侃耳谈 精神饱满 不像穷途末路 那么究竟他到北京来干什么 总而言之 左一个问号 右一个问号 他就胡思乱想 但是想来想去 忽然想的一件事 哎呀 这上子明跟随了十八子 他造反了 这是朝廷 严拿的要饭 一旦包打听 打听出他的身世 知道他是谁 不但把他就地处决 沾边挂拐的人 谁都好不了 啊 我跟他是乡亲 又在北京相遇 我们俩又往来密切 这要被官府给知道了 我牛津兴就得人头落地 再弄得严重一点 全家都得沾挂烙 想的这牛津兴是不寒而立 鹅角之上渗出了汗珠 他后悔了 后悔不应该去溜街 后悔不应该见着老神仙 更后悔不应该约他到家里来 你说这怎么办 现在简直是追悔莫及啊 这上子明是个危险人物 我不应该跟他往来啊 这样的 他真要来了 我就接待接待 下不为例 从明天开始一刀两断 再也不要往来 就知道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您说这牛津兴 他怎么想的 有那么句话叫 秀才造反 十年不成 读书的人顾虑就是多 越是读大书的 越是知识非常丰富的 顾虑就更多 相反的 胆大 说干就干 草莽英雄 往往城市的倒多 程耀金大老粗 成了混世魔王 大德天子 皇超造反 等等等等 都比较简单 像牛津兴的这号人 他的顾虑 他的想法 就多的是 有时候自己吓唬自己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听门外脚步声音 上子明真来 牛津兴 赶紧把那些想法收回来 笑脸相迎 子明 打嘴打嘴 你改了明信了 我怎么老忘了 光头 你来了 等着我好不交集 是啊 是啊 我也想早点回来 但是 不能随我的心意啊 到屋里说 到屋里说 上子明进屋一看 里外屋两间 牛津兴住在里间 他那仆人小斧子住的外间 可是房间倒也宽大 小院不大 倒也肃静 门户也比较结实 他问了问房价分兵主落座 牛津兴就问 看病如何 哎 别听了 幸亏啊 我还有点药 不见 杨主事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给他服了一副药 又给他动了一次小手术 这命总算保住了 但还不好说 转危危安 明天我还得去一趟 才能看出究竟 哦 你还得动手术了 啊 不拉不动手术 怎么能行 你看 那杨主事能挺得住吗 哈哈 自然挺不住 但是作为医生 得有办法 我先给他服了麻肺汤 他没有知觉了 我这才动点手术 哦 你还懂得麻肺汤 自然是懂得了 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麻肺汤早年就有 我说启东啊 你还记得吗 三国志上 有一段刮骨疗毒 就是神医华陀 给关羽 关群长治剑上 关羽中了毒剑了 必须把肉 抛开 把骨头给他刮了 这才能保住他的命 你想一想 当时华陀要不是麻肺汤 把关群长给麻醉了 那尖刀刮骨头 谁能挺得了 血肉之躯 血肉之躯就是 通金刚铁罗汉 也招架不住哦 只不过三国演绎的作者 为了神话关群长 把他比作神人 因此把这段给删了去 哈哈 这不就是过去的事吗 哎呦 牛金星一听 毛色动开 你真别小瞧了上子明 这上子明学识渊博呀 长本事 牛金星这么想 一点都不假 您看我们交朋友 我们谈话 这就是彼此学习 这就能长学问 不管张三或者李四 讲了某件的事情 说出一件道理来 你要认真吸收 这就长本事 所以说牛金星 对于上子明 真是刮目相看 把刚才的顾虑 一扫而空 他来了高兴劲了 告诉仆人小福子 快去准备 上子明一白手 不不不 准备什么 我已经酒足饭饱 杨主事极其热忱 非留着我吃饭不可 我难以谢绝 我吃完了撂下筷子 我积极的来找你 我现在是吃喝南下 哎 牛金星一摆头 无酒不成席 不管你在外的喝了多少 今天咱俩人特殊 慢慢喝着 慢慢聊 你看好不好 上子明一笑也拒绝不了 书说简短小福子 弄了二斤酒 有点酱牛肉 花生仁 花生米 下酒的小菜 虽然说是简单 哎 这玩意儿还真不错 两个人开始对饮长谈 怕这小福子 怕这小福子嘴不好 不让他听 叫小福子蹲到当街 就给寻风放上 然后门窗紧闭 压低了声音 谈话是极其神秘 这老神仙就问 启东 你的官司如何 一言难见 伤财惹气 没有个头绪 我不愿意谈我家的事 本来挺高兴的 一谈我家的事 我心里就腻的 就发毒 我看还是先谈谈你的事 好啊 那你叫我谈什么 牛金星一笑 当然谈重要的事 咯 子明啊 听说你离开家乡之后 在外边辗转了几年 就投靠了十八子 我是事实吗 一点不假 这是千真万确 哦 那么十八子究竟 何许人也 你要跟我说实话 千万不要偏袒 你要以为着 吃谁就得向着谁 一碗水不平端 我就不赞成 上子明也笑着点点头 启东啊 天地良心 今天咱们把心放到正中央 我就实话实说 绝不偏袒十八子 你要问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 他有今天唯弊之才是顶天立地的 大英雄 你把李自成捧得这么高 究竟根据什么说 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老神仙一笑 三天三夜 咱也说不完 干脆咱捡干 别捞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事的 大明朝腐败不堪 哪能顾及得了老百姓 就拿陕西一带来说 连着九年干旱颗粒不收 老百姓饿死无数 那朝廷不但不救济 相反增捐家税 老百姓是穷困潦倒 走投无路 不得不停而走险 那十八子当初也不想造反 你想想 人但凡能吃剩一口饭 养家全小 谁又敢干这种掉脑袋的事 这就叫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 能瞪眼饿死吗 由于他是个异族 他是受军队管束 结果那当官的可扣军饷 不发军饷 让他们半年雷紧 裤腰带谁受得了 后来延起军队的华便 因此十八子镇被一呼 率领这些人起义了 你可听明白 李自成可不是光为自己 是为穷苦的老百姓着想 功成略地 每占领一个地方 必定开仓放粮 在西北一带盛传着 赢闯王不纳粮的口号 这是发自老百姓的肺腑之言 李自成可谓是仁义之师 牵投了闯王高英乡 高英乡不在了 他继承了闯王的位置 率领老八队转战南北 而且他的目标相当明确 跟大明朝势不两立 要推倒大明 无道的昏君 改天换地 另立江山 另立民主 他的宗旨是 天下的老百姓都有益存 天下的老百姓 不分贵贱 都有良知 都能过上好日子 他的口号明确 你说这不是个大英雄 又是什么 李自成不光是这么说 而且身体力行啊 我跟随他这些年 对此人颇有了解 此人真英雄 牛金星听着听着心里有点发毛啊 谈论这种事情 这本身就犯法 那掉脑袋的罪名 他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 往小院里看看 无人偷听 又到了大门这 一看那小幅子 拖着下巴壳 正在大门外 台阶上坐着打盹 胡同里冷冷清清 他又转到房后 拔着墙头 往周围看了看 也没有异常的情况 他这心这才放弃 回了屋了 把门关上 重新落座 结茬问 你把李自成说得这么好 我且问你 他现在还有多少军队 老朋友 实话实说 现在李自成 遭到惨败 人马不超过一千人 一千人 那如何能推得到明朝 那不是堂帝挡车吗 可惜 可惜呀 上次鸣记笑 老朋友 你不了解义军 你说这话是指官军而言 这官军有多少是多少 但是 他们经常大量有逃兵出现 所以说他报十万人 顶多也就是五万人 报五万人 顶多就是三万人 而义军截然相反 别看现在李自成手下才有一千来人 只要他振臂一呼 八方响应 要多数部队 有多数部队 现在因为粮食困难 需要修养生息 带那么多部队不打仗 坐吃山空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 所以现在人保持在一千左右 可是将来要多少 有多少 嗯 有道理 有道理 那么老朋友 根据你这一说 李自成肯定能成得了气候 一定 一定 这是改动不了的 早晚江山设计就是属于十八字的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说的太绝对了吧 诚如所言 将来你还是开国元勋的 哎 启东啊 你把我看错了 我并非为了功名利路 如果李自成有成事那一天 首先投一个离开他的 就是我 我没有高大的理想 我也没有奢侈的愿望 我就想回到河南保丰县 弄到三间门脸开一座药房 我是行医治病 我平生足矣 哎呦 相比之下 牛金星啊 觉得上子民 十分了不起 太高尚了 咱就这么说 他俩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从朝廷讲到李自成 从李自成就讲到朝廷的腐败 那么话题又太丰富了 牛金星呢 一面是了解情况 一面分析判断 有时候赞成上子民的观点 有时候不赞成 甚至反对 但是 还是接受的比较多 反对的比较少 慢慢的 他对李自成也有了好印象 他心中暗自思想 难道说大明的江山就就此烂下去了 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要真是那样相比之下 上子民比我强多了 我算个啥呀 我牛金星啊 读了二十几年书 中了举人 一事无成 相反 叫人家欺负的连气都传不上来 将来人家上子民成功了 功名利禄就在眼前 而我奋土不如我 想到这儿有点伤感 但是谈来谈去 上子民眼睛一亮 往前凑了凑 启动 你是明本人 要讲究学问 我照你差之千里 你读过那么多的实书 什么道理你不懂啊 现在大明朝的江山 马上就完了 新主必出 启动 难道你就不想建功立业 投靠真主吗 喂 子民 你的意思是劝我投靠十八字 不不不 我没这意思 江子牙钓鱼 愿者上钩 你是个明白人 你自己怎么想的 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我乐得眼见 实不相反 这次我到北京来 两个任务 一只了解北京的情况 二 就找你牛举人 牛其龙 如果你愿意的话 闯王交代了 盛情款待 欢迎你加入义军 牛其心听到这 只貌冷汗 赶紧站起来 第二次把门开 给到院里 沉着脖子看了看 又把大门打开 往街上看了看 又转到后院看了看 发现无人偷听 他这才放了心 浑身上下 那汗都湿透了 这心是 砰砰砰砰砰砰砰之跳 你说造反 那我的妈呀 那就得全家朝展 互灭九族 把祖坟都得抛了 这说着玩儿呢 哎 还没等干着 他想害怕了 一看没有异常 第二次回来 把门户关闭 一语皆无 上子明是什么人 看出来 心说闯王啊 闯王啊 你欢迎牛金星入伙 还没到时候 现在此人顾虑颇多 争取他参加议军 还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上子明毫不气馁 把话题岔开 又谈了些旁的事 是谈来谈去 又谈入正题 还是希望牛金星入伙 一直到神经半夜了 牛金星一看老神仙再走 也不方便了 干脆就住在这儿 上子明也同意了 两个人是同榻相眠 一直闹到东方伐白 实在支撑不住了 这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上子明照样给杨婷林去治病 牛金星反来复去的思索 我到底是何去何从 听懂 别 牛金星闹心哪 何去何从 他仔细分析分析 上子明说的话 百分之八十是有道理的 自己完全赞同 那么又考虑考虑 所不赞成者 就是风险太大了 这是开脑袋的玩笑 这不是说着玩的 要真败出这一步去 成功了自然是好 要不成功怎么办 祖坟都得跑了 因此 牛金星又有顾虑 第二天 上子明看病回来了 满面春风 告诉牛金星 杨婷林 杨主事的命保住了 我给开了个房子 留下点药 明天我就不去了 牛金星 也告诉上子明 我也决定了 过了二十 我就离开北京 重返故乡 保风县 我也不跟王举人 王进是闹气了 干脆把家产变卖了 躲进扶牛山 老手田园 我就忍了 上子明猜不透 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就立请他到西安一游 表面上看 是请他散散心 游山玩水 实质上 跟闯王拉近了一步 真实的本意 想拉着的去见李子诚 他相信 两个人见面之后 牛金星肯定得改变态度 那么自己的任务 也就完成了 牛金星不傻 全明白 但是他作了半天压花 不好意思说 最后上子明猜到了 原来缺少路费 牛金星把带了那点钱 几乎都花尽了 为什么过了正月二十就想走呢 再待下去就得喝西北风 老神仙一笑 齐东啊 这个你尽管放心 咱俩谁跟谁啊 你还兜圈子 我手里的钱可以不多 但是咱俩油山 玩水吃香的喝辣的 还不成问题 这样吧 老神仙仙说完 回了仁寿堂 把自己那点家底全取了 马上给了牛金星文言一百两 齐东 告诉你的手下人小福子 马上回河南保风县 告诉牛夫人和家里人放心 就说你跟我赶奔其安 一游 迟早要回到家乡的 叫家乡放心去报个平安 你看到没有 哎呦 牛金星眼前一亮 一看上子明出手大方 那叫文言一百两 那是钱呢 后来牛金星也就同意了 让小福的第二天起身 回河南保风去报平安 咱不说 就剩下他俩人了 上子明把所有的事情 也交代清楚了 两个人轻装上阵 就离开了北京 这一路之上 能坐船就坐船 能骑驢就骑驢 能坐车就坐车 钱全由上子明来支付 哎 活跌倒也十分潇洒 轻松自在 他们先到了太原 逛了进瓷和所有的名声 而后又西行 这才来到西安 到了西安 就到了仁寿堂的分号 到这就算到了家了 上子明心里放下了 告诉内县的伙计 安排住处 让牛金星就住在这了 白天陪他游览西安的名声 什么大雁塔呀 乾陵啊 昭陵啊 昭君墨啊 等等等 晚上两个人继续长谈 最后 上子明说 齐东啊 你已经到了西安了 眼皮底下 那就是伤落山 闯王两眼望穿 打算见你一面 你能措施良机吗 有道是狡兔三苦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等着我 明天我先回伤落山报信 让闯王做好接待 你意如何 一开始 牛金星一个不同意 百个不同意 后来毕竟是被老神仙给劝得活着心了 是在扁头同意 牛金星住到仁寿堂等信 老神仙起身回伤着山 一路无话就回来 见到李自成 咱前文书说了 老神仙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见着李自成一报喜 说牛金星已到西安后信 哎呀 李闯王非常高兴 马上把众位大将聚荣起来 开了个会 叫老神仙介绍经过 上子明是个直率人 不会拐弯抹角 一仆一劫一劫一势 把北京的所见所闻 和牛金星所谈的话 以及牛金星家里的所遭所遇 以及他所有的顾虑 啪啪啪啪啪 全说了 等说完之后 众大将的看法不太一样 头一个李过发言了 二弟 我这才听明白 哦 您对这个姓牛的牛举人发生兴趣了 您想把他请着咱们义军入伙 那您想叫他担当什么角色呢 李过呀 牛金星乃当代的高人 请他来自然不会亏待 可以做我们义军的军事 哈 诸葛亮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配吗 李过这句话 表示怀疑 刘宗民也不太同意 他把大腿一拍嘴里 闯啊 有必要 请那个文人 刷笔杆子行 打仗 他行吗 我看当务之急 我们是缺少大将 找了一个读书人 文周周的 这玩意儿别扭透了 李自成一笑 没法跟他解释 有的人心里都想 哎呀 我们是需要一个读书人 来帮着李自成掌舵 但这牛金星是否称职 这玩意儿还两说 但是闯王做出的决定 我只有服从 最后大家是一致通过 可以叫牛金星入伙 但是老神仙说的清楚 现在此人摇摆不定 愿意入伙 和是不愿意入伙 还在两说着 我可不敢打这个保票 最后刘宗敏说了 那算了 那就叫他来就得了 先看看怎么样 老神仙一笑 我的总少刘也 你上嘴唇 你碰下嘴唇 说的太清楚了吧 牛金星是高人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虽然不能像刘备三顾毛炉那样 也不能说教来就来呀 咱们也得进行一个安排 对人家也得礼遇 李自成双手赞成 子明啊 我看这样 你这次回去见牛举人 我不便露面 他们在座的几位也不便出头 找一个生脸的人 让双喜 我刚儿子 再叫刘体村 代表我跟你一道前去应接 只要进了商桌山 我们五里地搭个彩棚 十里地搭一个大彩棚 盛情接待 我要亲自接出二百里地以外 你看如何 窗王 这才真叫李贤下士呢 好了 这事交给我了 书说简短 第二天老神仙不顾疲劳 带着刘体村双喜起身 来到西安 等见着牛金星的面 一介绍 把闯王的意思跟他一讲 牛金星是深受感动 没有什么顾虑 马上跟着启程 驴也不骑了 车也不坐了 换成了战马 他们平平安安 离开了西安 后来钻进大山 走了那么几天 就到了闯王李自成的管辖地界 老神仙用手一指 启动 你往树林那看 哎呀 牛金星山目一瞅 有二三百人呢 有的饼盔冠甲 罩袍束带 有的穿的是平民百姓的衣服 唯独前面有匹大黑马 马鞍桥上端坐一人 穿着棉袍戴着战帽 腰里悬着宝剑 高人一头 扎人一臂 他不认识 子明 这都是什么人 启动 最前面骑黑马戴战帽者 就是十八子 亲自来接你来的 啊 是吗 你看这牛金星平常跟老神仙 谈心 说到李自成 他没当回事 今天一旦真见着面的李自成 亲自来接他 他为之动容啊 多多少少 心里有点发毛 浑身上下 有点紧张 上子明把马往前一提 跟李自成打过招呼 再看闯王 甩一蹬下马 重大将 全都下了马 这李自成一路小跑 赶奔牛金星的马前 牛金星也赶紧甩一蹬下马 往前跑 两个人凑在一起了 牛金星是一功扫地 李将军 九文大名 轰雷贯耳 今日得见尊严 三生有幸啊 三生有幸 牛先生 我也是九文大名 子明在我面前 曾多次提到过您 今天得见先言 足为平生 牛先生辛苦了 请 赶紧上马 请 重大将 前后过来跟牛金星打过招呼 不管你服还是不服 看在闯王的份上 都十分的热情礼貌 真好像众星 彭越一般把牛金星接近闯王的老鹰 这全安排好了 在后院 湖表的干干净净 打扫得十分卫生 被褥几乎都是新的 生的炭火盆 暖气铺链 使得用的一切东西是一样不少 尽管闯王李自成 现在还比较困难 但是对待牛金星是毫不吝啬呀 总而言之 牛金星从一见面见到众人开始 这个想法顿时就变了 心说话 上子明没骗我 他只有没有讲到的地方 没有言过其实之处 他掏着打量李自成 长得是傲骨英风 眼角眉梢 带着千层杀气 身前背后带着百步的威风 真是大富大贵之相 有日月荣凤之表啊 牛金星还会相面 对易经他有研究 心里说话 哎呦 难道说大明朝灭亡之后 只让江山者就是此人吗 要真是这样 我就是开国元寻 最小我得弄个宰相 哎呦 想得这心里非常兴奋 书说简短三天之内 李自成 到这看看他转身就走 并不深谈 理由是 牛先生一路劳顿太累了 应当好生休息 从第四天开始 李自成也不谈主要的事 陪着牛金星视察 他到各村各乡去转一转 让牛金星看看如何练兵 如何打造弓箭如何跟老百姓接触 让他体验生活 几天之后了 有一天的晚上 李自成 李自成摆上酒宴 这才跟牛金星常谈 向他请教 牛金星还着急呢 既然拿我当的材料 拿我奉为军师 怎么来了 不跟我讨教讨教将来的前途命运行军打仗的事 把我给晒起来 我还不能主动的谈 还得端这架 真有点机不可待 后来闯王跟他谈到这个话题上了 牛金星打开话匣子 把大明朝 必定要灭亡的原因道理讲的极其深透 据他看来 大明朝亡国也就在近几年的事 他完全同意闯王马上挑大其进兵 于张县中南北呼应 夹攻大明朝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呀 这两个人谈的是十分投机 李自成是非常非常高兴 可以这么说 跟牛金星的谈话 受益非浅 两个人谈了三天 最后情同意合 比刚见面的时候要亲近的多的多的多 而且牛金星 直接了当表了态 愿意率领全家到商洛山 投靠义军 正式入伙 李自成自然是求之不得呀 由于时间的关系 李自成决定 在五月中旬配合张县中就挑起大旗 时间一偏偏靠近了 需要准备起义的事情多的是啊 牛金星还要入伙 所以说他必须提前把牛金星打发走 叫他接家眷 一去一回来得耽误多少天 再到回来之后再进行起义 把这时间跟牛金星一说 牛金星双手打了保票 我肯定一切照办 我离开闯望 马上回家 到家里收拾东西 变卖财产 我马上返回商洛山 可李自成呢 再三定音 这个日子咱定准了 绝不能拖延 牛金星也打了保票 在牛金星临走的时候 李自成是盛牌宴的 屋里外边所有的头领全都到齐了 在这困难的条件下 能举办这么丰盛的酒宴 可以说多少年来得头一次 李自成情杯在手 贫贫举杯 牛先生 请喝着这三中 祝您一路平安 把宝卷早日接来 是是是 借闯王的急言 闯王接着又说 各位啊 有件事情 我向大家通报 我已决定 请牛举人到咱们商洛来 屈尊他的大家 败为我们义军的军师 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赞成 牛金星真没想到 闯王公开表态 封关学乐院了 但是牛金星也比较客气 连连白手 不可不可不可 闯王爷 我不是自卑 我不是那个材料啊 要说我加入义军 帮着你闯王处理一些事情 刷笔杆子的等等等 像什么招募人才培养文官 治理地方 我可以尽力 军事的角色 我担当不起来啊 闯王一皱眉 莫非牛先生推辞不成 不不不 没有那意思 我怎么能推辞呢 既然闯王说话坦诚 我向你推荐一个人 此人姓宋教 宋献策 也是我的同床好友 子明对他也十分了解 此人十分了得 那是个军事的材料 排兵固阵斗影埋伏攻杀战手 他是了如指掌 比我要强的多的多呀 哦 那你说这宋献策宋先生现在何处 他也是河南人 但是现在在何处不得而知 我可以通过朋友把他找到 只要我写一封信 他就会来到商洛山入伙 如此说来甚好 我就拜托先生了 不过宋先生未来之前 您就是军事 长话断说 吃完了饭 习散了 李自成亲自护送牛金星 又送出二百里 然后派双喜 又派得力的干将一百七兵 一直把他送到扶牛山 离着他们家宝峰县就不太远了 临分手的时候 双喜就说 牛先生 我们不回去了 就住在扶牛山 宝峰县县城的外边 恭候大家 等着你把宝券接来 我们护送你一起回商洛山 五月中旬千万不能耽误 一定一定 我绝不会耽搁的 牛金星告别了众人 回转自己的家里头 到了家里头 拜会他的人真不少 问他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 牛金星说瞎话 啊 访清看有 又到西安一游 看看名胜古迹 大家全没有察觉 也没有人怀疑 等人散了之后 夜深人静了 牛金星开了个家庭会议 把他原配夫人 牛夫人 还有一名小妾叫如玉 还有他儿子牛全 召集起来 门窗关闭 牛金星说了实话了 告诉牛夫人 我之所以现在才回来 我见着十八子李自成了 我已经答应入伙 这次忙里抽象 我回来来接家眷 从明天开始 赶紧打点东西 带着金银气软 随我启程 你看他说的多简单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说话言没等落地呢 这牛夫人跟中了鞋的样 哪有这一声蹦起来多高啊 眼珠子都红了 浑身颤抖 面色灰白 扶着桌子勉强站起来 用手指着牛金星的鼻子 你你你你你你你疯了不成吗 寄读孔孟之书 必达周公之礼 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事 你这是造反呢 我说牛启东啊 你知道造反是什么罪名 十大不赦头一条啊 你就得被割三千三百六十六刀 把你凌迟处死 连咱们一家人都得陪着你掉脑袋 这还不说 连我娘家的人三心六股 也得陪着你一块上司 书接上文 牛金星啊回到家里头 本来跟闯王计划好了 在五月十五之前 把家眷偷偷的搬到商若山中 因为牛金星已经表态了 正式加入了义军 你看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想的挺好 临时他有变化 他真没想到 晚上开了个极其秘密的家庭会议 旁人没说什么 他老伴牛夫人 活壮丙凉啊 就好像邪魔妇身一样 嗷嗷之叫一蹦多高啊 脸色也变了 浑身也哆嗦成一个了 声音也发颤了 叫人看着十分害怕呀 他老婆用手指着他鼻子 你 你你你你 你疯了 你太荒唐了 你想干什么 你想死 还不够 想把全家多少口的命全打上了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就是不同意呀 哈哈 我就是不同意 可把牛金星吓坏了 牛金星示意他儿子牛泉 把他媳妇的嘴堵上 他赶紧开门到了院里 看了看仆人们都睡了 院里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异常 他这心才放下 赶紧转身回到屋里 把门窗关好了 尽似哭腔的哀求 夫人哪 你你先凭我说几句好吗 我牛金星是读过书的人 我不是草莽之夫 我做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能那么荒唐吗 你是没见着闯王李子诚 所以你才说这话 加入义军有什么不好 大明的江山弯了 咱不得另谋出路吗 更深奥的道理我不跟你讲 浅显的道理你清楚 这天下不是一人一性之天下 乃是人人之天下 有得者居之 无得者失之 看看中国的历史 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 还用我跟你废话吗 老刘就坐的头儿了 徐老李就坐 老李就坐的头儿了 徐老郭就坐 这就是人人的天下 现在诸明天下 完了 你看看这是什么世道 旁的咱都不说 就拿咱家来说 知书达理 让人家欺负的都不如猪狗 难道说这点苦头 你还没尝够吗 你说咱们上哪儿说理去 人为一口气 佛为住相 就为这点事 我就得投靠义军 再者一说 将来 你丈夫发达了 对你有什么不好 我是新王朝的开国元勋 你就锦衣玉石 降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既为我着想 也为全家人着想 更为夫人 你着想 你怎么这么 不同情理呀 啊夫人 我说这话 你好好的想一想 没想到 这牛夫人 越劝越来劲 俩手捂着耳的 不听不听不听 我就是不听 我不同意 我就是不同意 我就是不同意呀 坐在地上是 撒泼打滚 依反常态 本来挺斯文一个人 中了鞋了 牛津星级的 知错屁话 哎 哎 那么他儿子牛泉 什么态度呢 牛泉虽然没言语 心里有数 他赞成他爹 做的对 牛泉心说 我们家叫人欺负 透顶了 我爹说的不佳 都咕咕猪狗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炷香 真要投靠了异军 将来打了圣仗 我们什么气不能出 何必狩猎 我能气 他同意 但是他怕他妈 他妈一折腾一闹 他不敢表态 再说 如夫人如玉 他是什么态度呢 他原来啊 是使唤丫鬟 被牛金星给收了房子 就是他的小妾 按现在俗称的 就是小老婆 没有发言权 家里的一家之主 是牛金星 牛金星不在家了 就是牛夫人执掌家政 没有他说话的地位 但他心里头也挺清楚 他也支持牛金星 他心说话了 我是穷苦人出身 在哪儿不是受罪 也许参加了异军之后 行事为之一变 我有了地位了 我就不受着窝能气了 哎 家夫找主就是为了吃饭 干脆就副唱副随 我丈夫说怎么的 我就随着怎么的 但他更不敢表态了 他一看牛夫人折腾着这样 吓得他也知哆嗦 一个劲向牛金星使颜色 意思是你少说两句 牛金星也就不说了 七手八脚把夫人接到床上去 给他盖好了被子 牛金星说 夫人啊 咱不谈这事 好吗 你好生地休息 行行行 咱不提这事了 好吧好吧 一再说好话 牛夫人虽然没扁头 但也不折腾了 这一晚上谁也没睡好觉 到了第二天 牛金星还得装的若无其事 料理家庭的事情 对昨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 尽量不叫旁人制作 可到了晚上没事了 还得商量啊 牛金星不是那样的人 但没有办法 装作笑脸 没话 搭个话 一看夫人绝着嘴 也不说话 他挨着夫人坐下 先给他倒了碗茶 夫人啊 昨天是不是把你气着了 现在好些没有啊 牛夫人不理他 牛金星连连说好话 这牛夫人有点不识台句 把袖子一甩 你少说两句 我说你昨天是不是撞着鬼了 你说那话太荒唐 不要给我打溜须 你也别没话搭个话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你想造反 门都没有 我家里是书香门第 干什么我都随你 唯独这件事行不通 其实牛夫人说的有一定道理 这牛夫人呢 家乘人之上 做闺女的时候 就非常的富有 他们家比较富足 自从他许配给牛金星 这牛金星啊 没少受益 有了困难 人家夫人家里周记 没钱了 夫人家里给拿钱 总而言之 没这个夫人 做他的后盾 他没有今天 吃了人家嘴短 拿了人家手短 因此对他的夫人 他又敬重 还有害怕 有人传言说 他剧内 剧内是有原因的 牛金星一看啊 眼水不尽 没法全 过两天再说吧 心里他着急 一天两天三天过起来 一换回了五天了 牛金星掐手指 他一算计这日子 很快就端午节 过了端午节就得起身呢 跟闯王说好了 五月十五之前 必到商座山呢 路上还得耽搁几天 这不能耽误的事 闯王一再跟自己 确定这日子 不行 还得劝 书说简短 一提这茬 这夫人又像中了鞋一样 又哭又闹 就是不同意 白个不同意 最后把牛金星 气得实在没辙子 把酒一舵 用手指着他鼻子 夫人呐 有这么句话 你记住 大县来时各自飞 夫妻本是同龄鸟 如果你照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你我夫妻的缘分 已尽了 这可了不得 火上泼油 牛夫人一听气他 好 哈哈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来了 我知道 你跟我就是演戏 你那心里 就有你那小婆的如狱 咱俩不是到了头了吗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你赶紧 一直修书 把我修了 明天我就回娘家 你快点 你不怎么办 你不是人 你不怎么办 你没读过书 你诸狗不容 你快给我写 哎呀 牛金星说的是气话 那不是心里话 没有办法一甩袖的 离开卧室 到了小妾如狱的屋里了 哎 你别说 到这屋感到温馨 如狱赶紧让他坐下 给他泡了一壶热茶 站在他身后 给他揉揉背 掐掐肩 低声细气的说 老爷 别提这件事了 你看把夫人给气了 要照这样下去 这日子还有发过吗 前些时外边打官司 现在家庭又闹不合 哎呀 我这心都要碎了 我说老爷 要不 您就别去上座山了 哎 你懂得什么 男子汉 大丈夫 以信义为重 我已经答应 人家 岂能 说话 不算数啊 这个事情 是万不能更改 如狱啊 我问你 你愿意吗 老爷 也谈不到愿意不愿意 你走到哪儿 我跟到哪儿 我认为你决定的事情 都是正确的 好 好啊 毕竟我还有个知心人呢 好好好 当天晚上牛津星 住得如狱的屋里了 那么一天两天三天过节了 啪啪啪 一二三四五 过了初五了 五月初五都过了 这事还没达成协议 得搬家呀 夫人不同意 怎么个搬法 说牛津星着急啊 在扶牛山下 等候牛津星的双喜 更着急 双喜带着一百多人 在这分散驻扎 还得掩蔽着 怕官兵发现 时不时的派便衣 进城里打探消息 一看牛举人那儿 没有动静 没有搬家的迹象 他心里都着急啊 上着山 经常来人催他 怎么还不回去 谁知道呢 我也不了解内情 再等两天 闯王说了 不能再等了 你得想想办法 好好好 双喜也是急得一筹目展 他能进县城吗 能见牛津星说这话吗 他相信牛举人 不会自欺欺人 绝不会食言的 耐着性子 再等几天吧 但说初期这天 这牛佛人 一堵气坐上车子 真回娘家了 但娘家 她有事 她也想打听打听 动向 这朝廷究竟现在是个什么程度 是不是像牛津星说的那样 彻底完了 回去见了他哥哥了 他哥哥是个秀才 一看妹子回来了 俩眼睛哭得像桃一样 很担心 妹子 你怎么了 闹病了 是夫妻口角了 哎呀哥 我最近身体不爽 闹了一场病 哦 主义身体呀 你看看这个年月 谁顾谁呀 这是爹死娘家人 个人顾个人 好好保重身体 当天晚上 牛夫人有意 跟哥哥谈国家的大事 知道他哥哥是秀才 知道的事情多 结果兄妹二人这一谈 没想到他哥哥 也大骂诸明王朝 跟他妹子说 妹子 现在呀 阳汉大明的江山 吹灯巴辣呀 就要完了 阳汉就要改朝换代了 没法过了 你看看现在的世道 是非颠倒 黑白不分 人心不补啊 啊 你回去还得多加注意啊 这年头乱透了 跟他讲了许多道理 夫人就住了一晚上 出八 他回来了 坐着车子 他来回的想这件事 他一想 丈夫说的也可能是对的 要不他为什么鬼迷心窍 非要造反不可呢 旁人的话不听 我哥的话我能不听 我哥虽然没有主张我们造反 也不知的内幕 但是他 对这个朝廷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说大明王朝要保不住了 肯定是保不住了 也许牛金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哎 您还真别说 他心里还真就欠了缝了 多多少少有点活动气 您听明白了 仅是有点活动气 离双手赞成 相差甚远 可一回到他们家 他一想 真要搬到商洛山去造反去了 这个家不能要了 前后二十来间房子 清堂瓦舍呀 卧砖到底 磨砖对风 虽然不说是标凉画柱 金碧辉煌 就我们这个家 在保风县 绝对拿得出手去 再看看亮堂堂的红木家具 看看这儿他也舍不得 看看那儿他也舍不得 呜呜他哭开了 牛金星可盼着 夫人回来了 没话搭个话 谈来谈去 又谈到正题 牛金星再也不能忍了 夫人不爱听 发火也得说 夫人啊 前些时 我跟你商量的事 你以为如何呀 我就这个命 我跟着你 我倒了八倍 我的邪没了 我且问你 咱们要上上若山 去找李自成 那这个家怎么办 哎呀 夫人 还要什么家呀 国都保不住了 何况是个家 我看得出 你舍不得这些东西 舍不得房子和徒弟 可将来造反成功了 要啥有啥呀 本来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些东西都是福财呀 夫人 你相信我 将来我要干成一番事业 咱家里头 要什么有什么 你不要心疼这些东西 你别逼我 叫我再想想 行 行 牛金星一听 有门 别操之过急 再等等 再等等 到了十二 跟十五 跟自成见面 还差三天 这三天就飞也飞不到上若山 已经误了期了 牛金星急得 满嘴都是大炮 哎呀 没有办法 这夫人顺了一九 就要逼二天 又有点变卦 什么都舍不得 摸着那光滑滑的桌子 掉眼泪 摸着柱子 心疼舍不得 看看自己那些东西 舍不得 把小箱子打开 瞅瞅那些地气 还有二百多亩好地呢 舍不得 搂着这些东西 他又哭了 牛金星实在没办法 这回这火上了 夫人啊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还没做出决定来吗 我还怎么跟你讲 难道说还逼得我跪地下 求情不成吗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今天一天的时间考虑 明天必须做出明确的打斧 如果你要不打斧 咱各奔启动 说完了甩羞的出境 就听见身后夫人呜呜之哭 牛金星也是哀声叹气 就在这天的晚上 牛金星又住在如玉的房里头 睡不着啊 如玉在那儿躺着 牛金星背着手的地下来回直转 他说怎么办怎么办 新手话 明天呢 就得采取强硬手段 我跟我儿儿牛泉 架 也得把他架到车上 他要再哭喊 把他嘴给他堵上 也得起身了 实实在在不能再耽搁了 一想到这儿 他心里他乱了 看看书吧 能看得下去吗 把书本都拿到了 看了半天 不知道看得什么玩意儿 这只已经二经天都过去了 牛金星突然觉得有点乏累 头有点沉 就打了个肚 刚一打肚 就突然听见 大门的砸门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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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牛金星在吗 开门 咚咚咚咚咚 哒哒 哟 把牛金星给惊醒了 夜半三更天 牛金星赶紧把镇宅的宝剑拽出来 以为是土匪 赶紧大不流行到了院里 他刚到院 他儿子牛泉 拎着把刀也到了院 爹 怎么回事 听听 谁在这砸门 有几个伙计也出来了 拎着棒子 谁 就听外部说话 县衙来的官人 快开门 还有人说 还有人说 再不开门 越前而过 前行进院 牛金星一听是官人 刷 从头顶 梁到脚底板 冷汗就冒出来了 心里说话 坏了 我私通闯亡的事 官府知道 马上就想到凌迟万瓦呀 万了 哎 你还真别说 此时此刻的牛金星 还真有点男人的骨头 他把宝剑 哐朗朗朗 低起一扔 告诉儿子 把刀放下 开门 牛金星晚上没睡觉 官府的人来砸门 你说吓人不吓人 有道是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现在牛金星是什么背景 跟闯王李自成搭成一切了 这要叫官府给知道了 真就得护灭九族 碎石万段 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 怕也无用 牛金星还真有点小子骨头 索性也不怕了 大踏步把门栓摘落 然后把大门开放 一看 外边全是活马 把树梢罩的都通亮 能有三五十个差人 一个个横眉立幕 为首的是 宝峰县县衙的马快班头 一个姓李 一个姓王 过去牛金星 常走动衙门 还蹲了半年监狱 他全都认识 牛金星表现得挺坦然 哎呦 二位 夜半三更来到我家 有什么事吗 呸 牛金星啊 你装什么呢 你做的事你心里得清楚 锁上 不容分说 哗了一声 把拨锁给套上 外边都准备好车了 往车上一架 牛犬一看鸡养了 动他爹 他能干不 赶紧跑过来 二位 二位 把话说清楚 我们犯法的不做 饭逮的不吃 我爹究竟犯了哪条利率 为什么把他抓起来 我说你谁呀 我是他儿子牛犬 嘿 你要不说话 还真把你忘了 你也不是一块好饼 锁上 把牛犬也给锁上 五花大榜架在车上 女眷没动 但是派了四个人 在门上守着监视行动 车子开动是直奔 宝峰县的县衙 进了县衙的班房 把爷儿俩一个锁到东头 一个锁到西头 不能随便说话了 这爷儿俩也不言语 各自盘算心事 牛金星在想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过去的官司又引发了 要真是那样 我不怕 说我虐待儿媳 死的不明 可那个事查无实据 钱我也花上了 官司基本也了结了 真要追问那个事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心里有鬼啊 心说莫非我跟闯王 辞通的事 官府知道了 看今天这个架势 可够严重的 要背不住 这个事发 又一想 怎么可能呢 这个事在极度秘密 情况下进行的 谁能告密 他不可能跑落了风声 莫非我们两口的吵架 有人偷听了 一想也不能 我们没说过分的话 也是压低了声音 难道我媳妇能告密 不能啊 我家里人不会对外头说的 我府里的人 我对他们都不错 也不会出现那种货色 那究竟怎么跑的风呢 不可能 也许有可能 哎呀他心里十分矛盾 牛津星就下定了决心 真要问到这件事 我是牙口不欠 来个死不认账 你爱怎么的怎么的 他担心儿子 受不了酷刑 再吐露实情 不敢说话 冲他儿子 一目视义 用眼睛说话 哎 您看这眼睛能说话 生气了 什么眼神 害怕了 什么眼神 眨眨眨眨眼 代表什么 这对方啊 都能心领神会 他冲他儿子 稍微的摇了摇头 咬着咬牙 那意思 告诉他儿子 咬紧牙关 千万别泄露秘密 牛犬明白 冲他爹 扁了扁头 也咬了咬牙 意思是说 爹 你放心 我挺别住 这牛犬行这心呢 多少放点心 半夜抓来 在这锁着 一直到大天大亮了 衙门开始上班了 可能老爷坐堂了 宝峰县的支县 姓白呀 叫白营 也是个秀才出身 实质上啊 他没有什么条件 做支县 哎 该着他时来运转 他有个好朋友 在利部当官 替他说了几句好话 他又花了点钱打脸 居然掌握了七品县令的大印 做了支县 那在旧社会 封建年代 那支县可了不得 你说是七品支某官 那权力可大透了 连司法在行政 一切一切的事 统统归他一个人掌管 有道是杀人的支县 灭人的支县 那支县换个名 又叫白礼侯 在他统治之下 他掌握着生杀欲夺的大权啊 白营 失败了早点 问差人 把牛金星抓了没 抓来了 把他儿子也带来了 好 点骨声汤 是 骨声想爸 支县着满身官服 声作公位 三班六房分立两堂 再看白支县把京堂木一拍 带牛金星 带罪犯 牛金星 把牛犬也带了 带罪犯 牛犬 那拆人 真不是东西 这宫门的人 在那封建社会 就是狗 仗势欺人 拉着锁链 像牵牲口一样 一溜歪斜的 把牛金星 父子拽到 宫堂上 爷俩 没办法 往唐圣一跪 低头不语 只现一挥手 把脖子上的锁链去掉了 把捆人的绳子 解开了 这白支县 跟牛金星 九打九道 牛金星第一次贪官司 就压到县阳 也是经过他审问的 其实 没打官司之前 他跟牛金星的私交还不错 他曾经到牛金星家里 窜过几次门 牛金星也盛情款待 逢年过节 牛金星也打点过他 换句话说 他也收过牛金星的红包 可今儿个就假装不认识一样 再看白支县 把金塘目拍一拍 下跪何人 假装不认识 牛金星 职业 读书的举人 呸 牛金星啊 前者打官司 省理学态事下 以隔去你的功名 你怎么还自称举人呢 就冲这一条你不老实 来人掌嘴 掌嘴就是打嘴巴子 不是拿手打 拿板子打 那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掌刑的人毫不客气 有一个薅着牛金星的头发 把他的脸望上一掰 站在他对面有个裁人 轮起大板子 就几板子 把牛金星打得顺 嘴角往下冒起来 几板子打过之后 支县一回手不打了 牛金星两塞 他当时肿胀 舌头都木了 说话都不行 白芝仙冷笑一声 牛金星 你可知罪 大人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还 你还狡辩 我欠问 前者的官司并未了结 你被保释出狱 是也不是 是 那时本官跟你说的清楚 你随时等候传唤 你也摁了手牙了 有没有这事 有 那么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大人容炳 我上北京去了 干什么去了 大人 实话实说 我觉着我受了不白之冤 我觉着委屈 我拿着沿着上北京 我上告去了 是吗 上告也并非不可以 你都接触了些什么人 牛金星说话坏了 难道说 我跟老神仙见面的经过 他知道了 这不能承认 回大人的话 我就走动 玉石 衙门 往往 返返 都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就这些 正是 离开北京 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西安去了 一趟 干什么去了 西安名胜 古籍之多 我是读书之人 我想看看名胜 悠山 满水 你真能巧言 狡辩 就你官司 没了结 还有闲心 去游山 满水 看名胜 古籍 你骗谁 看来 不跟你动情 你是不能说实话 我再问你 你离开西安 又上哪儿去了 离开西安 我就回了家了 不对 离开西安 你上哪儿去了 我确实回家了 好好好 你有惊心吗 咱们低头不见 抬头见 本县 不打算动刑 但是你是一刁民 人是木刁 不打不招 人是苦虫 不打不成 看来你不受点皮肉之苦 你不能老老实实交代 来人 打他二十板子 书说简短 二十大碗 打完了 打得血肉模糊 牛金星哪吃过这个苦 站都站不起来 用刑完毕 直线接着问 怎么样 离开西安之后 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家来了 什么我都没干 嘿嘿 哎呦 真能跟本县捉迷藏啊 看来这行太轻了 不给你上大行 你言能实说呀 大行 大行 这玩意可要命 什么叫大行 老虎凳 夹棍 上大挂 那都叫大行 三根无情木 唐朗朗一声 扔在他面前 这夹棍要给上上 这人不费也差不多 牛金星下的是魂不浮体 当此时牛金星暗自咬牙 你就把我折磨死 我也不能承认 书说简短 夹棍给上上 牛金星身受酷刑 疼的是死去活来 那牛犬在旁边跪着 看他爹上京 能不心疼吗 爹呀爹 一个劲的叫 直线看了看他 你是他儿子 叫牛犬 正是 你媳妇死的不明 很可能就是你陷害的 你官司也没了解 你还包皮你爹 既然你爹不说 你屁你爹说 你爹回来跟你怎么讲的 他都干了些什么 没有 他就跟我讲名胜古籍 就讲大官司的经过 别的什么都没说 大胆 看来有妻妇必有妻子 不给你动刑 你也不说 夹上 把牛犬夹过你给夹上 这爷俩这一天怎么熬过来 死了几次 都明白过来 咬紧牙关 一个没有 百个没有 直线说 好好好 现在 本县叫你们 无话可说 把证人叫上来 牛犬迷迷迷糊糊糊 心中有证人 谁呀 谁是证人 那肯定是他出手的 他举报的 我倒要看一看 他是什么人 一会证人出庭了 这证人 腿肚子也赚筋了 都走不上来了 有人扶着架着 来到大堂之上 哭同跪倒 小民叩拜大老爷 宝同名相 我也姓牛 我叫牛武 职业 我是个吹鼓手 牛武啊 当初你怎么说的 现在你再重复一遍 把你所知道的当面讲来 牛金星回头看了看 不认识这牛武 但是多多少少 还似乎又见过 哪那么个牛武啊 干嘛呗 在哪见过 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牛金星心里疑惑 这牛武咧着嘴 是 大老爷 绒饼 因为我是个吹鼓手 为了生活起见 到处流浪 前些时 我就流浪到陕西的 商洛山里去了 我心思 走向串阵 挣点零花钱 结果呢 就是你们说的那贼 他们自称是义军 把我给顾去了 说他们有点喜事 让我吹一把 我就去了 还真别说 对我挺客气 好吃好喝好招待 当然也不光是我一个 还有能唱的 能跳的 能翻跟头的 我只是个吹鼓手 到那干什么呢 给他们祝贺 说他们要送一个人 结果 我一边吹着 我一边定睛观看 闹了半天 上座坐的就是 牛金星 牛举人 给他敬酒那人 后来我听说 就是闯贼 李自成 周围还坐着一大帮人 我叫不上名来了 听说嘛 李自成给牛举人践行 牛举人答应嘛 过些日子搬到山里去 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他是又说又笑 非常亲热 我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 事后了 牛举人啥时候走的 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给了我钱 就把我打发了 打那我离开了山洛山 我就回到保峰县 回来之后 我这个人存不住话 第二天到茶馆去喝茶 我就跟我的朋友 说了这件事 我说你们猜我见着谁了 他们问我 你能见着谁 我说我见着本县的牛举人 他们问我 牛举人上山里干嘛去了 我说我也不清楚 我还看见了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还请牛举人喝酒 说给他送行 我还恍恍惚惚听说 他嘛 就这牛举人 还要入伙 大伙问我听清了吗 我说我不容不傻 我听得清清的 哪知道我们正在闲谈的时候 被官府的人听见了 把我立居所在 带着衙门一顿痛的啊 我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旁边有人做了详细的记录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哎 他说的挺轻 牛举人在这跪着 听着 哎呀 坏了 怕什么来着 我说少他眼熟呢 他是个吹鼓手 他就想起往事来 因为牛举精心 要离开李自成 李自成欢送他 为了显得隆重 李自成啊 派手下人 找几个能跳的 能唱的 甚至能吹的 能拉的 祝贺祝贺 按现在新词说呢 小型的欢送会 这义军东滑了 西滑了 就把这个牛舞给滑了去了 你不说倒霉吗 这事怎么这么巧 牛舞就是宝峰县的人 谁能查问这个呀 所以在九夕验前谈的话 他听了个三言片语 也没听全 这名舞呢 回来之后当新鲜 跟别人讲 这一讲倒了没了 被官府的人拼进了 这才把他立居所带 一打他一揍他 他把经过说了 就这样牵连出牛金星父子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牛金星心里说话 时也运也 命也也 这是该招啊 又恨夫人 你要早听我的话 咱们早到上路上了 焉有今日之祸呀 哎 我要早下决心 早到上路上 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 命啊 那没有办法 只限听完了 一挥手 把证人打不下去 牛金星 听明白没 谢笔就怕老乡 方才正人所说 可是事实 大人明鉴 存属无济之谈 无忧此事 我从来没到过上路山 我从来没见过李自成 那是他看错了 嘿嘿 好那个牛金星 你真是鼻的哑巴说话 打 又把牛金星打得死去回来 但是无功 不找 只限急得满头大汗 还想动大刑 这就掌灯了 旁边尸也过来了 大人 别打了 人眼看就要完了 躺要无共 你刑讯罪犯 给打死了 你得担责任 你就落一个格官 罢子的罪名 你不能打了 你得缓一缓 他不说实话 你说气人 慢慢来 他能跑得了吗 今天不行就明天 明天再问也不止 嗯 有道理 压下去 把牛金星父子 打入死丘牢 这官司就这么犯的 话说双喜 在福牛山的山里边 等着牛金星的信 阳汉都到了五月十五了 那还没动影 把他急的是真龙出鞘 赶紧派人进城去打探 打探的人回来向他禀报 坏了 牛举人被定了死 听众朋友 人这一辈子难活呀 武人也好 现今的人也好 谁也免不了七灾八难 悲欢离合是极凶未卜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 谁敢保证我这一干的戳到底 我从小就好 一直好得死 这种事可能有 但是太少太少了 就拿牛金星来说 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现在被抓进衙门 定成了死罪 受尽了酷刑 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新闻 这宝丰县几乎传遍了 是家喻户晓 因为牛金星那也是当地的名人 当然了 这件事也传到双喜的耳朵里 双喜是大吃一惊 人没结成 还出这事 马上派人飞马到商洛山市 禀报李自成 闯王和各大将 不听则可文庭此言之下 只冒冷汗 特别是老神仙上子明 只拍大腿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启动性命休矣 这这这怎么搞的 刘宗民把桌子一拍 闯王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 要想救他不死 你马上下令集合队伍 打破暴风县市 劫劳反育 把牛举人给救出来 不这样 别无良策 一只狐李过 同意 二爹 下令 马上出发 时间不等人 李自成没表态 看了看身旁的田建秀 这田建秀啊 不怎么爱渣户 心里有负 他就问 建秀 你的意思呢 哎呀 闯王啊 不可 不可 不可呀 不能操之过激呀 各位请想 我们这一集和人马兴师动众 保风厨 保风县 能不知道吗 那样一来不仅救不了牛家父子 反而害了他们爷俩 他们得先遭毒手啊 刘宗民把眼一瞪 那你说咋办 哎 冷静冷静 我的意思是说 能够拖长点时间 叫咱们缓过手来 再救他们父子不迟 笑话 他犯了这么大的罪 还能耽搁几天呢 那说死就死 是啊 田建秀跟闯王说 您看这样办行不行 想方设法 先叫保风县的支县 把这事压下 不忘上行文 哎 这就有了充分的时间了 李自成扁了扁头 田建秀转身 问老神仙 哎 我说子明啊 你知都不知道 这支县叫什么名 叫白营 他是不是一个贪官 太一样 大明朝普天下 都是贪官 他哪能例外呢 据我所知 这个白营有甚也 好了 他只要是个贪官 爱银子就好办 闯王 咱勒勒裤腰带 多拿出点银子来 找合适的人选 打进保风县 到衙门里 是上下打扁运动 把这个贪官先喂饱了 叫他把这个案子 先给压住 这就好办 我们倒出手来 在想方设法 就扭曲人不死 哎 您还这么说 田建秀的主意 大家都赞成了 李自成 是立刻拍板 让中军的总管 筹备了三千两白银 各位啊 三千两银子 那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那真动心呢 交给老神去 叫他帮忙 赶奔福牛山去见双喜 而后想方设法把银子送到保风县 求那可靠的人 接洽的人 辗转送到支县的手里 这还不能公开的说 说这银子是一银的 是李自成给你送来的 那还了得 那非反盆不可 得想妙计 上子明点头同意 带着亲兵 卫队三千两白银 起身来见双喜 咱们书说简短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 他们派人 偷偷地进了保风县 经过人驼人打听 找到一个姓顾的师爷 这个师爷就是保风县的 行名师爷 假说是牛津青的好朋友 为了叫老朋友少受点罪 送上一笔巨款 光这个师爷就贪了五百两银子 另五百两银子是上下打脸 包括监狱的狱卒 为什么都给喂上 怕这些人下毒手 折磨牛家父子 都给打脸 都给买通了 剩下的两千两白滑滑的银子 通过这姓顾的师爷 就交到了白营的手上 这白营啊 你别看官不大 贪心可太大了 咱说过了 他是个秀才出身 没当过官 这官不是他的 是立部他一个同窗好友 给他运动的 为了当成这个官 他是倾家荡产 花了一万多两银子 因此他掌握打印之后 千方百议他的捞本 因此变成了大贪官 他真没想到 没几天的时间 两千两白银 摆在他锅上 他眼睛都发亮 那玩意真动心啊 像这种官司 不叫他动心 怎么能行 拎两瓶二锅头 拎两包果子 那能好使吗 哎 打脸就得叫他蹦心 这白营啊 两眼放光 问姓顾的师爷 这怎么回事 姓顾的师爷也受了贿了 自然说的是天花烂坠 大人您收下吧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牛金星的朋友 怕他遭罪 所以孝敬大人您的 啊啊啊 那我就裁黑了 首先 这白营晚上睡不着觉 这一盘算 行呐 牛金星 是颗摇钱树 哈哈 多压他一天 我就能多挣一笔钱 多压十天 挣的钱更多 多压些日子 我就能发横财 把我的本都能捞回来 所以白芝县 暗下决心 这案子就在这 摁着 不往上申报 你想 申报到省里的 省里 申报到朝廷 这样的罪犯 十大不赦 马上就得 劈切臭文 就地斩首 或者处以急刑 凌迟 这要是牛金星 父子死了 他也挣不着钱了 言辞 第二天开始 他对牛金星的案子 是不文不问 把他们爷俩就 割塞死囚牢 坐等丰收 这下 牛金星父子 算保住命 消息传到商座山 闯王长出了一口气 算计算计是日子 牛金星等不来了 咱们也应该起业了 因此下令 各部人马到老营集合 同时派出人去 赶奔小山通知 刘芳亮和高夫人 马上率队 到商洛山会师 发动起 因为他跟张献忠 早就谈好了 在初五左右 双方呼应互相起 但他不知道张献忠 现在动没动 但是不能再等了 他不动我也得动 因为李自成得到宪报 现在的西安 蓝田 所有的关卡 已经增由重兵 三边总督也换了新人了 他们也知道 闯王要起 因此 曾派重兵把守 如果闯王不先发 就受制于人呢 现在是锦罗密骨 那么闯王在这 咱先不说 翻回头去 再说张献忠 这张献忠啊 自从跟闯王分手之后 他是念念不忘 再度起义的事情 年前后 他就做好了准备 盖马 囤积粮草 开始招兵 从河南陕西来些难民 只要是年轻力壮的 一律招收 不到几个月的光景 人马就扩充了好几万人 有这么多的人 头一个得训练 交给他刚儿子张可望 每天操练人马 另外得吃饭 就得囤积粮草 这囤积粮草 采取几种办法 一个是 够粮 花钱买 一个是掠粮 不是强 过去张献忠 到了古城 秋毫无犯 供买供卖 现在一反常态 强了几家大户 最近一个时期 张献忠 更是一反常态 开始杀人啊 古城一带是人心惶惶 太平了 辗短的时间 现在老百姓 一看又要打仗 老百姓怎么能知道 看出来了 第一 张献忠投降朝廷了 朝廷迟迟不认命官职 广传出风来了 说要加封张献忠副将之职 结果在哪呢 连个虚弦也没有 根本就不发官房 没有印算什么鬼 说明朝廷对张献忠 根本就不信任 张献忠受不了 那就得起事 另外朝廷不拨良想 那么多的士兵不开支 一粒粮也不给发 叫他们就地自己解决 那三天五天行 十天半月也行 这么长的时间 谁能坚持得了 那不起义等什么呢 另外张献忠刚进古城的时候 纪律严明 不强不多 现在一反常态 强良杀人 老百姓还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呢 尤其快到货节的时候了 张献忠居然贴出大布告 小玉古城县市农工商 赶紧离开古城 说不定几天之后 这就要变成战场 你们有朋的靠朋 有友的投友 赶紧离去了吧 老百姓一看这布告 下的都没卖了 有门路的托家败卷 进了大山了 有的偷情靠友 这古城的人口锐减 就是有那些勘财奴 舍不得房子 舍不得地 留在古城官方 还有一些无依无靠的 上哪儿去 干脆认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 躲不过 我就在这儿 哪儿也不去了 就剩下这么一些人 张献忠每天 骑着马到教场 亲自检阅 告诉张可 加紧练习 刀枪 剑机 浮跃 勾插 弓箭 火炮 一切给我准备 平大 等哪一天 听我的令下 马上扯其造反 可张献忠忙里 偷闲也在想 哎呀 李自成 现在干什么呢 我们俩都定好了 南北起义 相互呼应 那不是说话不算术的人 估计 他现在 也在紧张的张罗着 我呀 要抢在他前头 竖起大旗 说明我说话算术 最近一个时期 把张献忠给忙得 晚上睡不了多少觉 白天这些事 都得他亲自处理 单说古城县的七坪县令 叫阮之殿 这阮的老爷 住在古城县 发生这些事 他能不知道 哎呀 吓得他是魂不浮体 还写密信派人送到襄阳去 报告剿匪的总理雄文灿 说明了实情 遗憾的是雄文灿根 本本不信 雄文灿说 张献忠手下那么多的军队 不训练能行吗 不吃饭能行吗 他绝不会反叛朝廷 而等是多疑了 不予支持 这阮之殿是摇头叹息 信说我受朝廷之命 身为白礼侯 我守徒有责呀 一定得上报朝廷之欲之恩 这家读书读的态度 他坐上这个支县 感谢皇上 感谢朝廷 无以为报 他要劝说张献忠别造反了 他知道他说话 无足轻重 张献忠根本就不听他 但是他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他硬着头皮 穿好了七品朝服 坐上四人台的大教 赶奔张献忠的福地 等下了教之后 有人到里头通报 说县令软支店 要求见 张献忠就桌上一大螺子公事 旁边站着不少人 正在这处理 他一听就一皱眉 老实说 张献忠特别烦这个县令软支店 先说这个读臭书的 摇头晃脑 叙叙叨叨 没完没了 找个机会了 非宰了他不可 他主动登门了 张献忠也累了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缓缓空气 他往大椅子上一靠 手里的胡须 哦 他来了 抢 时间不大 软支店迈着方部 走进厅堂 一看张献忠居中而坐 两旁边都是代甲的武士 这位软的老爷 没说话 那腿肚子先转斤 但是他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他抱着为朝廷必死的决心 想着这把腰板一扒 冲着张献忠一功扫地 张将军在上 卑职 有礼了 张献忠用白眼裤看了看 嗯 我的七贫父母官 你怎么有幸到我这来了 坐下吧 是 支箭在旁边坐下来 头眼一看张献忠满脸的杀气 他有点不寒而栗 张献忠就问 大老爷 有什么吩咐啊 找我有事 张将军 恕我直言 说吧 别拐弯磨脚 我就烦你们这读书人叙叙叙叙 有文教字 说什么事 张将军容炳 可知外边的种种传言走 传言 说什么 是不是说我造反的事 正是此事 张将军 难道这是事实不成吗 对 我这个人办事水 萝卜旧酒 嘎嘣脆酒 一说一有二说 老子 就是要造反 直线一瓶脑袋嗡嗡之响啊 赶紧站起来 再次一功扫地 张将军 万万 不可呀 容我臣辞 张将军 十年前 你做了许许多多不对的事情 之后你幡然悔悟 归顺了朝廷 这叫浪子回头金不坏 有道是放下 吐到立地 成佛 可您刚刚走上正路 还不到一年多 您怎么又反悔了 您怎么又要造反呢 做此大逆不到之事 难道您就不怕天下人指责不成吗 哎呀 他词还挺多 刚要往下说 张献忠败平 啊啪 把茶杯水 下的软质店一蹦 张献忠就问他 你你 等等等等 刚才你说什么 那你说十年前我做下了 对不起朝廷的事 说什么 我做了坏事 是这么说的吗 正是 放你们RBP 哎 软质店 我做了什么坏事 我为什么要造反 你知的不知道 官邸民反 不得不反 那朝廷是什么 混蛋王国蛋 那崇祯皇帝 是什么鬼孙子 张将军嘴下留德 那乃当今圣上 不可侮辱 是什么 你还袒护他呢 你拿他当皇帝老子 在我的眼里 他是个狗屁 他是个龟孙子 我告诉你 当初我老张做的事 是走的正行的端 正大光明 我救老百姓 于水火杀父祭贫 让穷苦的老百姓 能吃上饭 能穿上衣服 不受你们这些官府 王八蛋的欺压 有何不对 那么要说 我不对犯错误 是我不应该 归顺这个朝廷 今儿个我跟你挑明白 我那也是演戏 我那也是假的 不是凭心这么做的 权益之计 我认为这事实看 你们这个混蛋的朝廷 太不信任人了 这你是知道的 不发给我军饷 不发给我粮草 叫我喝西北风啊 而且你们这些贪官王八蛋 从雄文灿 左梁玉 一个一个全算上 层层在老张身上扒皮 我光打点你们 运动你们 我把银子都花他娘的光了 我真正变成了穷光蛋了 你们都是吃人不吐 不吐的祸 你们满嘴的仁义 道德一度的难道女昌 我老张左思右想 没有办法 只有起义这一条 要说我有错误 我就错到这 高官啊 今天你主动 登门是纯粹的找死 听众朋友 说改编 张县中大发雷霆 把古城县的支县 软支店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越骂越来气 是越骂越来气 这软支店下的 面色灰白 是皮无筛糠 心说我准死无依了 明知是死 我才来的爱 怎么地 怎么地 哎 真没想到 张县中骂够了 没当时处死 用手望外边一指 我的大佬呀 我现在处理公务 正准备造反前的工作 没工夫搭理你 滚 送卡 把他给轰出来了 支县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刚到门口 张县中又说 哎 我可告诉你啊 在县衙里 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哪儿也不准去 听后我爹处置 得待下去 这软支县 被软禁了 回到县衙们之后 一看当差的都跑光了 空荡荡的县衙 就剩下他的家属了 他前脚刚进门 往外的一看 全是张县中的队伍 把大门二门脚门全给堵了 软支店一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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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死是迟早的事情 哎呀 怎么办 如何是好 难道说 我还叫张县中 把我逮着 看我的脑袋 记齐不成 有道是 是可杀 不可辱 不要等他先下手 我自己动手吧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跟他的夫人和儒夫人 开了个家庭会 哭着 把经过江苏一遍 他们全家人一听束手 无策全哭 最后软支县做了决定 买包耗子药 包顿饺子 干脆咱们吃完了 一块死 可他的夫人和儒夫人 还挺惜命 说看看风声再说 不要走上极端 实词不同意 软支店一看 没有办法 当天晚上 他下定决心 穿好朝服 往北京方面 大败了八败 一边磕头一边哭 臣不能为国尽忠报国 此之有愧 陛下臣 先走一步了 磕完了之后 他用一条白铃子 就在后门这拴了个套 上吊自杀 那么老伴儒夫人 哎怎么怎么的 忽不了许多了 他死 第二天 监视他的人就发现了 把这事禀报给张献忠 张献忠一听乐了 呵呵呵 怎么我把这支县大老爷给逼死 死就死了吧 人死不结仇 这样 哎呃 准备一口检杀 把他装炼起来 问问他媳妇 他愿意上哪儿去 愿意护着灵酒走就叫他妈滚蛋 不累走就地掩埋 不过他们家的财产 不过他们家的财产充公 啊 马上执行命令 就把这软质店埋到近郊 他媳妇和小伯都哭着离开了古城县 不过呀 这回变成穷光蛋了 什么也没拿出来 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这还得说张献忠手下留了情了 没要他们的命 那么这个事处理完了 张献忠正在书房里的座里 有人向他禀报 说监军到张大精张监军求见 嗯 张献忠心说话正好 我还没倒出手收拾他们 这个张大精 他属于监军到 他乃是湘江总理雄文灿的走狗 带着我的眼皮皮来当监军 这半年在我身上也没手划了银子 他来干嘛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莫非他要想学软质店 也来劝我不成 叫他进来 时间不大 张大精也是战战兢兢走进平堂 一公扫地 张将军 来了 坐 是是是 还没等他说话 张献忠先说话 他是个急性子 哎 我说张大精 大概你听说了 我可要造反了 你怎么办 你是叫我开刀把你宰了啊 你是愿随着我老张一块棋 你说 这张大精啊 比那软质店强多 这是个狡猾的狐狸 张大精没想到张献忠如此直白 本来他准备了一度的话 也想拐弯磨脚 劝劝张献忠 今儿个一看不可能 张献忠这几句话 下定着决心 因此他也不敢说了 没想到张献忠 问他的态度 你说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干 我回乡阳 我走得了吗 张献忠 马上就得把我宰了 那我说我同意 跟着你一块起义造反 我可能吗 我是堂堂的朝廷四平命官 我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情来 但是张献忠的阳光逼着他 叫他立刻表态 怎么办 张大精就冒了汗 不过他也够狡猾的 赶紧站起身来 张将军 您还用问吗 您这起义是被逼无奈 因此下 我双手赞成 如果张将军不弃 我愿意加入义军 安前马后 为张将军效劳 张献忠还真没想到 带着怀疑的眼光 看了看 真的 张将军 上有天下有地 离地三十有神仙 口不应心 我不得好死 好 说得好 哈哈哈哈 我说大精啊 你这么做就对 做做做你听我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 你是个明白人 咱俩相处半年多 我的情况 你了如指掌 我的确是被逼无奈 但有一线之路 我怎么能出而反而 你说是也不是 今天既然你表明了态度 你也姓张 我也姓张 五百年前是一家 说不定还是一个老祖宗 我看咱俩亲近一步 你比我大四岁 你是我哥 我是你弟弟 今天咱们就任作兄弟 兄长请上授 我一拜 张献忠起来 聊一步要磕头 张大精吓得赶紧站起来 不可不可 将军不可 你要遮我的阳烧 当然了 我高攀一步 愿意跟张将军结为兄弟 不过到什么时候 我也是您的下属 是马前一族 只要您吩咐 我是尽力而为 好 来人白酒 去去去去 再去把那瞎子 王又天给我找来 把丁举人给我找来 再把那举人 王炳真 潘独敖 方月宗 都给我请来 今天我要祝贺祝贺 时间不大 这些人是陆续来到 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张献忠的家底 比李自成 那宽余得多呀 这桌丰盛的酒宴 摆上之后 大家团团围坐 张献忠首先发言 各位 我酝养了多日的事情 今天实现了 从现在开始 俺老张正式扯其造反了 方才有件喜事 你们各位还有所不知 我已经跟监军到张的经 结为兄弟 他是我哥 我是他弟弟 你们愿意入伙 不愿意 这些人一听 敢说不愿意 谁说不愿意 掉脑袋了 因此他们稍微 迟冷一下 而后 全都纷纷表态 愿追随将军 同意 参成 好 来来来 咱们通饮 同心酒 干 干 干 这么说到这 有人就问 张将军 咱们城里的还住着个要命的官 他就是八府寻案黎明囚 对待他 应该如何处置呢 各位一会儿就听着信了 话一未落 就听着外面脚步的声音 爆 登登登登登 人影一晃 大将白文选 从外边进来 杀气腾腾满身的披挂 见着张县中 一功扫地 将军 大帅 您交给我的事 我办完了 怎么个经过 跟大伙说说 是 奉民的命令 我带着二百军兵 把狗官林明囚的衙门给包围了 我们破门而入 抓住了林明囚 按您的吩咐 我把他的狗头摘下来了 把他们家里人个个是斩尽猪绝 他的财产 他的财产全部充公 我把人头给您收回来 拿起来 后边一名士兵 拎着头发 血淋淋的人头 往地上一轮 正好扔到张大经的脚下 张大经低头一看 我的话 我想他还冒热气 就见林明囚俩眼瞪的溜元呢 满脸血肉模糊 在座的秀才举人 下的是红不浮体 你说这饭还能吃得好 张献忠看了一眼 八福寻暗 我的大老爷 这回你满意了吧 我送你上的七天 来人 把狗头挂到高杆上 示众 让老百姓和地球们高兴高兴 是 白文全 把林明囚的人头 拎出去 张大经心里说话 我的妈呀 张献忠真是个混世魔王 杀人不眨眼 我稍微有一句话 要说错一点 我性命难保 难道说我真心跟他造反不成 他怎么可能呢 想要逃走 无疾可成 不走 那假的也变成真事 最后张大经一想 人不危急 天诛地灭 爱 怎么地 怎么地吧 反正不能吃眼千亏 九席撤下之后 张献忠告诉我 我说各位 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 这古城 这古城弹丸之地 咱不待了 我已经命令士兵开始八成 明后天一把火火烧了古城县 咱们退到老营去 尽可以攻退 可以守 那就摆开战场 对付雄文灿和索良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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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回去准备 酒席散了之后 大伙纷纷准备起来 张献忠 批刮整齐 飞身上马 带着亲兵卫队 亲自围城视察 他亲自指挥军兵 开始扒城 把那古城县的县城啊 扒得像梅雅老一样 窝头浪尺啊 但是张献忠告诉爸 一定不留痕迹 城里的房子 明后天一把火全给我烧了 这张献忠从城城下来 到街道视察 突然发现一户哭哭啼啼 张献忠就周闻 怎么回事 让人砸开门一看呢 一个妇女还有个老太太 还带俩孩子哭成一团泪人 张献忠就问 你们哭什么 害怕了 哎呀将军啊 我们知道这要变成战场 您也下发了通知 叫我们早早的离去 您看看 我婆婆还有病 我孩子还小 要亲人无亲人 要朋友没朋友 我们能到哪里去 就得等着在这挨刀啊 厌死痛哭 啊 那你们想上哪儿去 我们想上新政 但是离着万水千山 还没有钱 怪可怜的 来人 给他们拿文言三十两 再派一支小队 准备几头驴 把他们一家人护送走了 哎呦 这一家人一听 这可是恩人呢 趴在地上磕响头 要不说这张献忠啊 你别看粗暴 也办了不少的好事 有的时候 非常同情贫苦的人 把这一家人给救了 张献忠转身回到亚蜀 看了看这房子 哼 哎呀 我乃之后 委屈了将近一年呢 终于要离开这个王八窝了 他告诉士兵赶紧收拾金言气软 第二天他又骑马 到了老河口一带视察 这块是他的老营 后边是大山 他决定把军队摆在这 跟官军决一死战 尽可以攻 退可以守 他尽量是争计战船 在这三军呐喊助威呀 声势浩大 张献忠视察了一圈 告诉白文璇 告诉张可望 告诉他的义子这个那个 怎么办那么办 怎么办那么办 一一都交代清楚 您想张献忠这么一折腾 能不知道吗 这一消息马上就传到襄阳 那个总理雄文灿一听 从椅子上的一个根头摔到地上 当时就背过去 等被手下人抢救过来之后 他是失声痛苦 哎呀 哎呀 我对不起朝廷 我瞎了我的眼睛了 我鬼迷心窍 我被张献忠把我蒙蔽了 都说他要造反 我一个不信 百个不信 我不欺然他真造反了 看来这狗改不了吃屎肉 张献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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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死你了 旁边有总兵大将 左梁 咱这么说 雄文灿手下管这四个总兵 那仨总兵全白给 唯独 唯独 这左梁欲 这左梁欲可不糊涂 他早就看出张献忠要造反 只是说了 雄文灿不听 今天一看雄文灿悲伤到这种地步 心里的好笑 心说该 你自己找的 但是 可笑归可笑 事情归事情 他赶紧过来 攻身失忆 大帅 他左将军有话请讲 大帅不必过于悲伤 您马上行文禀报朝廷 诉说张献忠造反之事 马上请朝廷速派援军 我手下还有五千多弟兄 足可以抵挡一阵 我马上就拔寨启程 去找张献忠 尽可能的把他消灭 哎呀 我的左将军啊 乱世出忠臣 我这才发现 你是朝廷大大的忠臣 我忠实可靠的爱将 左将军 那就麻烦你了 赶紧启程 赶紧启程 不要酿成大祸 遵命 这左梁宇啊 跨下马掌中刀 那是一员猛样 在教军场 点大兵五千 浩浩荡荡 是兵发古城 咱这么说吧 他军队到了古城 出空 张献忠已经走了 赶奔老河口一带 这成了一座空城 左梁宇挨家挨户 这一搜查 一看遍地都是大火 也搜出不少老百姓了 咱说了 这些老百姓都是看堆的 有的是看财奴 有的是老弱病残 有的是故里的 这看房子的 什么的都有 倒了没了 左梁宇 一律给他们安上 通匪的罪名 一律斩首失重 你说这些人死的倒霉 这国安军呢 就爱干这事 这叫杀梁冒昏 往上的一报 有成绩 说我杀了杀了多少匪 其实都是乌乌的老百姓 你看张献忠 没烧的房子 都交给他了 他一程令下 再次放了一把火 这古城县 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后左梁宇 提大兵 找到老河口 离着张献忠 三里地安营下盖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张献忠 手下的兵马 比他多着两三倍 他怎么敢贸然进攻 挖好了战壕 立好了鹿角 拿上的火炮 左梁玉心说 我就在这按兵不动 等待朝廷的温兵 哎呀 这会儿崇祯皇帝 值得不值得心 朝廷还有没有力量派救兵 他是心如火烧一般 崇祯皇帝 昨天就得着这心 怕什么来什么 本来前些日子 过了年过了节 这崇祯的心呢 还比较平静 为啥呀 满洲八旗的军队 撤了北京的围 奔山东 在山东大抢大夺一阵 现在收兵撤队 回了东北了 走了 京城之围彻底解决了 所以崇祯皇帝的心 碰放下 但是他接着禀报 山东河北的老百姓 死伤无数损失惨重 就这损失 十年八年恢复不了 光那些汉人妇女 被满洲兵 就掳走了五六十万 那财产无数 这是一场浩劫呀 但是崇祯心里想 一和不成 又打不过人家 就得任人蹂躏 掐着他一算 两年一次 这不是走了吗 说不定明年后年 还得回来 不过也好啊 有这一两年 朕就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哪知道这时 上线中奇异的消息 是警告 传来 听众朋友 这下线中奇异的消息 这下线中奇异的消息